第201集 实则是包罗万象 妙啊 就是不知道能够给我的厨艺加多少经验 一风掀开了盖子扇了扇 闻着香味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同时也想起了系统发布的一些任务 前一个琴棋书画的任务 他的棋艺还未完全到与神比肩 而后面一个厨艺酒艺茶艺雕刻什么的 就更差的远了 还没有一个达到与神比肩呢 一步一步来吧 不过有机会还先把奇异精通了再说 毕竟金奇书画就掉了这么一个 总觉得不舒服 一风轻声呢喃 不久之后 舌汤已是包好 所有人看着舌汤眼睛都发着亮光了 就连李易涵都咽起了口水 只不过 猪肉蓉等人没有一风的吩咐都只敢看着 他更是不该有什么动作呀 甚至是失去的移到了一边 不敢奢望能够喝到这种汤呢 一风喊着 愣着干什么呀 别客气 喝呀 那还要我亲自喂你们呢 多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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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众人一人拿着一个碗开始排队打汤 看着碗里冒着各种灵气 甚至还有各种武艺蕴含的汤水 众人眼中一时冒着金光了 吴永红悄咪咪的说了一声 和鲁大生 孙诸葛 楚狂师对视了一样 这一碗下来 我们怕是要破胜了 其实说回来 这一碗以二命妖地为食材 又加上一封与神比肩的天药 让他们直接破地也不是不可 只不过 也由于修为的缘故 他们吸收的也只有这么多 可猪肉蓉和老王头端着手中的碗 却久久不敢喝呀 他们也能判断出 干了这碗蛇汤 恐怕能直接到二命五地了 可是突破二命五地的时候 是会经历天洁的呀 天洁这东西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不小心就会魂飞魄散 所以其他五地渡劫 一般都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才会渡劫 而他们毫无准备 也毫无把握呀 而且天洁来临的时候 恐怕也会影响到先生感受平凡生活的初衷吧 两人朝一封问道 先生 要不我们不喝了吧 可一封却白了他们两个一眼 没好气说 你们两个嚼劲什么劲啊 这么一大锅叫你喝你就喝 好吧 见状两人这才点头 既然先生都这么说了 想必也不用他们操心了 毕竟他们能够想到的 先生又怎么会想不到呢 一封抓起一旁的蛇胆丢了过去 来狗子 蛇胆你吃了 狗子见状眼貌精光 高高掠起一口就吞掉了蛇胆 随后也唆哈了两碗汤 躲进了马车里 一封自己也干了几碗汤之后 却发现李亦涵一个人坐在角落里 并没有要喝汤的意思 一封亲自打了一碗 给他端了过去 一封笑道 李姑娘 你也喝一碗吧 李亦涵顿时露出了受宠若惊之色 连忙站了起来 看了一眼蛇汤 咽了一下口水 嘴中却说 先生 这 我喝的何能啊 要不还是你们喝吧 这妹子 看样子明明是很想喝呀 居然还不好意思 而且 她似乎对自己客气了很多呀 看来 这男人 还是得有技能加深的 尤其是做饭 肯定是自己的厨艺 让这个妹子刮目相看了吧 一封强硬的将舌汤推了过去 接过舌汤 李亦还双手捧着 身躯在颤颤发抖 这可是逆天的机缘呢 她何德何能啊 没有想到 这一位不但不计前嫌 还给她这样的福责 看着一封的背影 她深深的鞠了一躬 小尝了一口 她便感觉到 丹田之内能量动荡 几乎是瞬间 武王还在前夕的塔 瞬间就已经达到了 突破武皇的临界点 先生 我们先去方便一下 这时 吴永弘四人急急忙忙的说 然后就往远处的树林跑去 我 我也去方便一下 李亦涵端着手里的舌汤 也紧接着掠出 这咋回事啊 看着这群人一封满脸懵逼啊 自己也干了两晚呢 咋就没事呢 老家伙就是老家伙 还经不起补 只是李亦涵一个修炼者也这样 就让人颇为纳闷了 这时 坐在地上玩石头的楼本尾 袖子中钻出了一条蜈蚣 满脸急迫的说 大哥大哥 给我也弄一碗呗 楼本尾皱眉道 你 你也不怕撑死你 叶峰蜈蚣笑嘻嘻的说 那 那一滴也行 楼本尾说 也行 你这家伙也太弱了 是得给你提升一下 随后 捡起一封喝过的碗 给蜈蚣喂了一滴残羹 一滴下嘴 蜈蚣顿时传出兴奋的声音 跑了出去 我 我要飞了 我要人生巅峰了 哥 我也去去就来 猪肉蓉和王老头 看着这些人都可以方便 着实是有些羡慕 可是他们五地突破不一样 突破时 身上并不会有什么威能 而真正的威能就在天节上 以他们现在的准备 实在没什么把握 应对接下来的天节 所以他们只能够待在 一峰的旁边 希望一峰能够帮他们 应付接下来的天节 只是他们也不知道 先生会怎么应对 而且从古至今 他们就从来没有听说过 可以帮别人度过天节的 天空云层转动 凝聚出两个庞大的漩涡 显然 两人的天节 就要来临 第二百零二集 一时间 乌云压空 微压密布 方圆千里 天色骤然变得阴沉沉的 给整片地面 带来一股沉重的微压 许多生灵在这微压之下 匍匐颤抖 这天气还真是说变就变 一峰摇了摇头 他倒不是胖 这次出来肯定是有所准备的 早就准备好了两把 超级大的太阳伞 只是可怜了这些个拉屎的 野外拉屎碰上暴雨 这酸爽 哎 坐下来等等吧 你们也坐吧 一峰轻声说 文言两人点点头 只是看着高空的微压 他们的神色丝毫不敢放松下来 渐渐的 天上结云越来越密了 随后 在两人紧张的目光下 两道宛如水桶粗的雷电 缓缓的凝聚了出来 好恐怖啊 两人只感觉头皮发麻呀 可没有准备的他们 一时间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心中只能期盼着一峰动手 终于那雷电越来越近了 两人的心卡到了嗓子眼 先生怎么还不动手啊 就在千决一发之际 一峰忽然从太阳伞下走了出来 心想着快下雨了 将之前包舍他的家伙事给收拾一下 可然而在一峰走出太阳伞的那一刻 两道倾斜而下的雷电猛然打了个抖 下降的速度骤降了 这一刻 两道雷电就像是有灵质似的 露出了恐惧的模样 好似这道人影 与生俱来让他们感到惧怕 随后 在竹肉蓉两人震撼的目光下 两道雷电在半空中一个翻滚 瞬间跑没影了 什么 这一幕可惊呆了竹肉蓉两人呢 他们本以为一峰应对这种天道降下来的东西 即便能够帮他们化解 也多少会飞一番手脚 可谁能想到地命天节 居然直接被先生给吓跑了 这是什么神仙手段呢 这天节代表的可是天道啊 天道降下来的东西都被吓跑了 先生到底是什么修为啊 两人感觉自己认知中的最高修为 也比不上先生的万分之一啊 这时两人也发现 自己的丹田悄无声息的发生了变化 实力比之前不知道提高了多少倍 另外 无形中还掌控了一种领域的东西 两人久久的缓不过神啊 没有想到二命地节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渡过去了 先生当真是恐怖如斯啊 不一会儿出去方便的那几位也回来了 本来他们的突破也不止这一时半会儿 但是跟一峰出来 他们也早就准备好了可以短暂控制时间流速的阵法 在阵法里面突破完毕 外面也不过半个时辰 不过半个时辰也不短了 易丰黑着脸说 你们这时也拉得太久了嘛 就不怕得痔疮啊 众人脸色尴尬呀 吴永红几人连忙道歉 先生 都是我们不好 我们下次一定改进 一定改进 而一旁的李义涵也宛如小金一般 半句话都不敢说呀 刚才他占吴永红等人的官也进入了阵法 亲眼见证四个五胜突破 已经给他带来足够的震撼了 而他自己也从武王的境界直接飙升到了武皇 这还仅仅只是喝了一小口的情况下呀 只是接下来他不敢再喝了 以他的修为 若是再缩了一口 哪怕这汤的功效被义丰调和得再温和 他也撑不下来了 只能够将剩下的汤 用一个容器盛装起来带回家 行了 继续赶路吧 义丰看了一眼天色 心想着 这天气还是无常 趁着不会下雨了 连忙叫众人赶路 众人收拾好东西 就准备离去 离去之际 义丰本想把那锅舌汤带上 但是想起了一个个都吃了拉肚子 顿时没好气的踹翻在地 花费一早上就包出来个这玩意儿 不满意呀 众人看了一眼满脸的复杂 这汤比起穷江玉露都要珍贵 然而这一位说踢翻就给踹翻了 心肝疼啊 不过他们也明白 这对先生来说 这根本算不得什么 毕竟他随时都能够包出这种汤 几里之外 上千名修士站在原地 除了原本的吹雪山庄 风云谷和御剑宗外 后来的天剑门 摩阴宗和其他大大小小的家族势力 也全部都聚集于此 所有人都是一脸的心有余悸 书秦画心有余悸地说 刚才 刚才那天上是地命节吗 第五长空说 那恐怖动静 我看是 云仙雀也在一旁震撼地说 只是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居然同时出现了两个地命节 有两个五帝同时突破 众人摇着脑袋 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且更加让他们无法想通的是 那地命天节 明明都已经降落下来了 却又折返回去了 但是他们知道 那地命天节降下的地方 正是义丰等人肃营毙 这时有弟子传来了消息 几乎是声音落下的那一刻 几乎所有人都动了 争先恐后地朝前面冲去 而速度最快的便是 李家家主李淑华 御剑宗的杨天宇 摩阴宗的雪沁竹 吹雪山庄庄主 第五天明 以及风云谷的云浩天 这些人都是南沙的顶尖 他们是第一批赶到一封露营地的 云浩天观察着四周 你难道 这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杨天宇说 是啊 不过再看看吧 说不定那位先生留下了机缘了呢 雪沁竹感慨道 说得不错 哪怕那位随手留弃的东西 也可能让我们永之不尽呢 他算是比谁都清楚 这一位的手笔有多么的大 说不定丢下一张擦屁股的纸 拿回去就可以让他们摩阴宗兴盛万年 就在这时 第五天明捡起地上一口锅 看着锅里面还剩下一点没打翻的汤水 露出了思索之色 这是 第203集 他正疑惑中 旁边的杨天宇似乎踩到了什么 挪开脚掌一看 顿时惊呼出声呢 啊 这是 这是昨晚那二命妖帝的头 众人对时冲了过来 其他人并没有看到这条锯胶被打成本园的模样 但是他李书华见过呀 他对时惊呼说 对对对 这就是那个二命妖帝的头 一旁云浩天看着剥落在地的蛇皮 也开口说 嗯 不错 这地上还有剥下来的蛇皮呢 只是这蛇皮剥得太烂了 已经失去价值了 要不然地皮妖兽的皮也是无价之宝啊 这时雪沁竹似乎想到了什么 惊呼说 这蛇头蛇皮的遗地 他们不会是把那地级妖兽给吃了吧 众人恍然大悟啊 这个还真的有可能啊 可就在他们震撼中 第五天明忽然抱着一口锅 掠空就跑 看到这口锅 众人对时反应过来 张口大骂道 第五天明 你好卑鄙 竟然隐藏着毒石 可第五天明哪里会理会他们的 死死抱着那口锅 将速度发挥到了极致 现在他哪里看不出来 那位滔天大能 将那二命妖帝 在这口锅里熬成了汤 而那两个五帝的突破 恐怕就跟这汤有着密切的关联 这种到手的惊天大机缘 他哪里会舍得让出去啊 追 其他人相视一眼 就朝第五天明 堵截了过去 尽管第五天明的速度很快 但是这几个人中 总有比他更快的 顿时就被众人给围到了正中间 而后面的彭仙儿 云仙雀等人也赶了滚 看着南沙这几位至高的争夺 顿时明白 那一位真的留下了机缘 可是 其他人的实力 根本没有资格参与争夺 脸色不由充满了无力和不甘呢 该死该死了 尤其是彭仙儿 他天剑门的门主由于闭关 根本就没有过来 所以他天剑门只能够是眼巴巴的看着 杨天宇沉声说 第五天明 放下你手中的锅 不然 我们对你不客气 雪沁竹也冷着脸说 不错 你若是不放下手中的锅 那你就要掂量掂量 你一个人 是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了 一时间 之前看起来关系还缓和的众人 马上就变得剑拔赌张 第五天明脸色难看 他吹雪山庄擅长的根本就不是战斗 再加上他修为在众人中本来就是垫底 如果真的打起来他肯定逃不了好 于是他干脆耍起了无赖 你们要是群攻我的话 我就把这口锅盗了 你们谁也别想得到好处 果然众人的脸色一变 云浩天沉声问 那你想怎么样 第五天明说 很简单 这锅里大概还有一碗汤 我一个人喝三分之一 其他的你们自己去分 如若不然的话 我就把锅倒掉 众人对视一眼 也心知肚明 这是最好的法子了 便默认了第五天明的提议 剑壮 第五天明双手捧起大锅 仰头就开始喝呀 剑壮 李淑华一箭刺去 已经喝够了 赶紧给我 第五天明压根还没喝掉三分之一的 但此刻只能够甩锅躲避这一箭 你们 卑鄙 李淑华接过大锅 也抱起来就喝呀 可他刚喝 后面的攻击就接踵而来 在这样你来我往的争夺下 几大势力领头人 算是许度均毡 都尝到了一小口 这时 云昊天第一个传出声音 我要突破了 我也要突破了 我也是 神药啊 天上仙药也不为过呀 一时间 几大势力领头人 纷纷传出声音 随后身上气势暴涨 五尊巅峰接近半生的实力 便开始直接破胜 煞时间 天空云层密布 无数灵器朝这边抱涌而来 五大高手同时破胜 这一幕顿时惊呆了众人 兄弟们 快冲啊 快看看还有没有剩下的 一时间 在场的所有人都狂热了 当即有上百人 朝丢下来的那口锅 扑了过去 快看啊 这地上好像还有残余 又有上百人 朝着一封之前仙锅的地方冲去 抓起地上残留着的汤水和泥土 就往嘴里面塞去 这一幕活生生的像恶狼扑石 我们也去 第五长空和云仙雀 也对视了一眼 就朝那口锅冲了过去 加入了那口锅的争夺 看着两人也去争夺 彭仙儿传出嘲讽的声音 你们一个乃吹雪山庄少主 一个是风云谷的大小姐 也加入这种争夺 也不怕掉价吗 显然还是有不少人自知身份 不愿意过去争抢的人 彭仙儿便是其中之一 在他看来 要蒸就要蒸那口锅里面的汤 这剩下来的残余 又能够增加多少修为 他恨的是那口锅他无能为力 甚至随着阳天宇几人突破 他天剑门瞬间成为了南沙垫底的了 所以对于那些个残渣 他并不以为然 而第五长空和云仙雀的联手 自然是轻而易举 就抢到了这口锅 云仙雀最先开始舔了起来 第五长空眼巴巴的说 别舔完了呀 留点给我呀 云仙雀依依依不舍的将锅递给了第五长空 见状 第五长空冒着炙热光芒 也疯狂的舔了起来 看着这一个少主和一个大小姐 如此掉价的行为 彭仙儿的脸色是越来越不屑 可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了突破的声音 便是见到那几个巴吐往嘴里塞的都已经开始突破了 从武灵到武王 从武王到武皇的都有 而下一刻 第五长空和云仙雀也目光一亮 身上的修为开始暴涨 武宗的他们也开始朝武尊进发而去了 什么 见状 刚才还一脸不屑的彭仙儿 神色陡然凝固 第204集 居然效果这么强 尤其是看着云仙雀和第五长空 原本比他还弱一丝的实力 直接飙升到了武尊 这让他脸色跟便秘了一样难看 顶层的机缘他没有资格争夺到也罢了 剩下的机缘居然也白白从自己的手中溜走 一时间他肠子都毁清了 要是刚才他也去争夺 那现在突破武尊的就是他了 武尊呢 武尊呢 这可是在南沙横着走的境界了呀 若是他如今突破了武尊 天剑门未来的门主之位 都有可能直接传给他呀 想到此 他越来越不干了 目光投去 看向了其中争夺的一个点 你们给我滚开 彭贤二武宗气势爆出 手中常见寒气逼人 正有几名争夺的修炼者见状 露出了满脸的不甘之色 可是看着彭贤二满脸的威胁神色 他们也只能够强忍着怒意退后 看着地上的泥土 彭贤二深吸了一口气 这种行为在他以前想来 这辈子都不可能发生 但是在突破武尊的契机面前 哪怕再掉价 他也忍了 面纱之下的他 一咬牙 抓起一块湿漉漉的泥土 就往嘴里塞 可下一刻 他脸色皱变 干死 他猛地甩掉了手中的泥土 六月空就朝远处的河边飞去 第五长空和云仙雀对视一眼 连忙走进观察 忽然 第五长空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云仙雀满脸纳闷的问 怎么回事 第五长空抱着肚子大笑着 这根本就不是先生倒下的汤 而是尿 云仙却脸色微微抽搐 随后也忍不住的眼嘴笑了起来 该叫他刚开始装 接下来的时间里 在场的修士几乎是将这块地掀了个底朝天 这才作罢 而突破过后的李淑华等人更是满脸喜悦 刚才的矛盾似乎也抛在脑后了 云浩天感慨说 诸位 拥有这等手笔 这位先生绝对是五仙者 哎 就是不知道 这位先生来我南沙 到底所为何事啊 文言 众人沉默了下来 这也是他们心中所猜测的 一个这么强的高手 忽然来到南沙 若是没有目的是不可能的 而且他这一来就爆出了聚焦这种地品妖兽不说 而且还隐隐改变了南沙势力格局 例如原本强力的天剑门 在他们这次突破之后 就肯定是垫底了 这时 云仙却走过来说 诸位前辈 我曾经听平江的青山门 陆青山说过 这位先生 很可能在下一场大棋 而南沙 很可能是他棋盘中重要的一环 所以他此番来南沙 势必在布局着什么 杨天宇惊呼说 那按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岂不是个棋子 云仙却点头说 嗯 应该是 但是那又如何 这一问 直接让杨天宇扎舌 也让众人纷纷点头啊 是啊 就算是他的棋子又如何 难道不是一种荣幸吗 想到此 众而反而是有些激动 因为不见得成为棋子 就是坏事 或许一不小心 就可能形神俱灭 但同时也伴随着天大机缘 看着一风等人离去的方向 一行人心照不宣地跟上 除了可以跟在屁股后面 捡机缘之外 或许能够在一风 接下来的行动中 揣测出一些什么 若是抓到了一点先机 那就是逾越龙门的时刻 两日后 一风等人经过跋山涉水 终于是从边缘 真正进入了南沙 李一涵紧张地问 继问先生 前方家一成 便是我李家所在 要不去我家族休息几日 一风笑着问 这样会不会不太方便呢 怎么会不方便 先生太客气了 李一涵连忙说 相反是生怕一风不去 毕竟一风他们这种人物 去了他家族 恐怕是真的能够蓬地生灰 心里想着 这妹子是越来越好 一风也就爽快答应了 那就多谢了 毕竟这么多天下来 都没有睡一个舒服觉 在这里好好修整修整挺好的 一行人走进了嘉义城 这嘉义城呢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在南沙有无数个这样的城池 而李家在嘉义城也算是名流家族 当然 此李家并非是李淑华的那个李家 可还差得远呢 建筑不错 颇有些大家族风范 这时一个身着华服的中年男子迎了过来 寒儿啊 你终于回来了 父亲我可想死你了 父亲 让您担心了 李一涵轻声说 说着想起了一风几位 连忙介绍说 先生 这位是我的父亲 李源 随后又朝李源说 父亲 这姐位是易先生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一路上对我多有照料 原来是孩儿的朋友 那快快请进 李源将一风一行人请进了客厅 坐了下来 来到大厅后 李一涵朝一风问 先生 我可以先行离去一下吗 因为他突破之后 一直未曾凝固修为 导致修为一直有些不稳 可是在一风的面前又不敢有所行动 所以此刻 实在压不住的他 才想着要去解决一下修为问题 一风笑着 心想 这妹子实在是太客气了 当然可以 看着一风的笑容 李一涵低下了脑袋 自从知道一风的真实身份后 他便一直不敢和一风对视 离去前 李一涵又凑近李源 郑重交代说 父亲 我先行离去一下 记住 务必要帮我接待好先生他们 记住 是务必 先生 我先去了 稍后再来陪您 说完 他又朝一风行了一礼 这才急急忙忙的退出去 看着女儿颇向小女人做态的李源 略微皱眉 随后又打拦了一风几人一眼 眉头皱得更深了 除了一风之外 看起来就没一个正经人 更何况的是 他居然感受不到这些人身上有修为 但想起女儿的提醒 他还是没有表露出什么 而是问 几位 不知道你们哪门哪派 又是何修为啊 一风笑着说 李家主客气了 我们无门无派 只是凡人 凡人 李源眼神微微一瞇 他本以为 这几人修炼了什么特殊工法 没想到真的是凡人 不过 家主的城府 也并没有让他表露出什么 而是转动着眼睛 忽然笑道 李公子 我是个直爽人 趁着寒儿不在 有句话 我需要跟你说一说 一风笑道 李家主请说 微微沉吟 李源笑着说 你也知道 作为父亲的 从来都是想要自己的女儿好 而我们李家又是修炼世家 所以 我希望一公子 能够跟我们家寒儿 保持点距离 当然 我没有看不起 一公子的意思 只是 凡人和修炼者 实在是 所以一公子 你 懂我的意思吗 第二百零五集 这句话一录 王老头 朱肉蓉 吴永红 鲁达生 几人几人 几乎是同一时间 站立起来 眼中闪烁着 逼人的寒气 虽然先生低调 对于这种嘲讽 他或许不会放在心上 但是不见得 他们能够忍受 若非害怕先生生气 而不敢轻举妄动 眼前这个小小的家族 瞬间就被他们 移为平地了 犯不着 义丰也站起来 朝吴永红等人 提醒了一声 随后将目光 看向李源说 李家主 我想你真是想多了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不逗留了 说吧 义丰吩咐众人 收拾好东西 直接离去 因为这明显是 看不起人呢 你家大业大怎么了 难道自己还得舔着你不成 真希望你不会后悔啊 而王老头等人离去之前 盯着李源怒哼了一声 也随之离去 后悔 一群凡人 装得倒是挺像 看着义丰等人离去的身影 李源端坐手坐 摇了摇头 几个凡人离去而已 他会后悔 真是笑话 这种借机攀附他李家的人 他见得多了 他女儿李义涵 心思单纯 看不出来倒也罢了 他堂堂李家家主 又怎么会看不出来 倒是女儿这次离开许久 这么久没见到他 撑着他回来 父女俩都好好团聚团聚 想着他起身 朝李义涵的闺房走去 女儿啊 怎么样了 房门外 李源敲了敲门 笑眯眯的问 正将修为稍微调整了一番的李义涵 听到李源的声音 翘眉顿时一重 急忙问 父亲 我没事 但是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你不是在接待先生他们吗 他们人呢 哎呀 我这不是想要多陪陪你吗 嗯 李源笑了笑 毕重就轻的说道 随后推门而进 可李义涵的脸色却变了 盘坐的他连忙起身 言语责怪的说 父亲 先生他们还在厅中呢 你怎么把他们丢在那里 自己跑我这里来了 说着 他不顾李源的劝解 连忙朝客厅跑去 可是到客厅一看 对是空无一人呢 李义涵看着跟上来的李源 神色焦急的问 父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生他们人呢 李源安慰着 哎呀 女儿 你别急 别急 慢条斯理的安抚李义涵坐下 随后轻声教导说 女儿啊 你虽然天赋不错 但是心思 终究还是太单纯了一点呢 那些人只是凡人 跟你 根本就不是同路人 你什么意思 李义涵听到李源的话 几乎是刷的一下就站立了起来 死死的盯着李源 问道 父亲 你告诉我 他们人到底去了哪里 说到此 一向不服软的李义涵 在这一刻急得快要哭了 女儿啊 我说了 他们只是一些凡人 凡人吗 能够让他们进来我们李家坐一坐 就可以了 李源 语重心长地说 难道几个凡人 我们堂堂李家 还真把他们当成坐上宾不成 更何况人心难测 谁也无法预料他们接近你 是不是为了攀附上我李家 所以坐一坐 让他们喝了杯茶 便也就打发走了 打发走了 这句话落在李义涵的脑海中 宛如响起了一道炸雷 脸色刷得一下变得惨白 脚掌也无力地后退了几步 瘫坐在了凳子上 脑海中回荡着李源的这句话 久久不散 李源连忙担忧地问 女儿 女儿你这是怎么了 女儿你不会 不会是真的看上那个凡人了吧 别碰我 可李义涵却猛地甩开了李源的手掌 通红的眸子死死盯着李源 咬牙切齿地说 一口一个凡人 你也说得出口 还我看上他 你也不看看我们李家 有没有这个资格 我不知道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家主 为什么这么糊涂 刚才我千叮咛万嘱咐 要你千万要接待好他们 可你偏偏不听 还将他们打发走了 你居然将他们打发走了 说到此 脸色惨白的李义涵怒火攻心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女儿你 李源健壮连忙上前 可却被李义涵再一次推开 女儿 你这未免也太过了吧 健壮 李源脸色同样不好看得出 只是几个凡人而已 走了也就走了 但我可是你父亲呢 住口 李义涵嘶吼道 到现在你还一口一口凡人 完全不当回事 完全一回不到事情的严重性 我既然千叮咛万嘱咐 要你郑重接待 难道你看不出来 他们仅仅是凡人吗 他们就真是表面看得那么简单吗 李源脸色一沉 问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 李义涵红着眼睛 摇着脑袋说 前两天南沙边境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了吧 李源不解的问 这事情已经传遍南沙了 我自然知道 可是那南沙边境的事情 又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好 那我就跟你说一说 他们和南沙边境 到底有什么关系 李义涵抹着嘴角的血迹 盯着李源 一字一句的传出声音 因为他们就是当事人 而那位先生 便是让南沙所有势力 不惜聚集在南沙边境接待的 绝世高人 第二百零六集 本眼李源如临雷击 瞪着眼睛传出不可置信的声音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不信是吗 那我就让你信 李义涵通心疾首的指着 一封等人刚才落座的方位 一字一句的说 这里 坐的是两位二命武帝 这里 是四个武圣 而这里的黑袍 是超越武帝的存在 至于这里坐着的先生 那是你我无法想象的存在 说完 他想起了什么 又补充了一句 说 对了 还有这里 刚才地上躺着的那只狗 也是随便一爪子 能够拍掉南沙 任意一个宗门的存在 所以 这便是你口中所说的凡人 什么 这一个一个的信息 落在李源的耳朵里 就像是九天悬雷一般的 在他的耳中响彻 他倒退着脚步 脸色苍白 嘴中喃喃念叨着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显然 李源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强行安慰着自己 可是 他深知自己女儿的性格 也完全没有跟他撒谎的必要 也就是说 南沙无数大势力 舔都舔不到的大人物 来到了他家 他却将之赶走了 一想到此 他脸上变得毫无血色 不过 他还是强露着笑脸 朝李一寒安慰道 寒儿啊 这确实是为父的过错 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呢 再说了 我也就是将他们请走了 也并没有得罪他们呢 也可能 就是断送了一份大机缘而已 这或许 就是我们李家 没这个命 人要看开点 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就别生气了 可他声音刚刚落下 李家的管家就满脸难看的跑进来 喊道 老爷 不好了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怎么回事 刚刚传来消息 我们依附的御剑宗将我们移出了下属家族 而且 御剑宗赐予我们的三百家商铺 也一并全部收回 什么 李源脸色一变 可还未来得及说话 又有人急忙来报 报老爷 刚收到传送预见 我们李家和风云谷下宗万宝堂的合作 已经被万宝堂单方面取消了 报 小公子加入的吹雪山庄 已经将他逐出宗门了 同时我们李家其他加入了宗门的弟子 也全部被逐出宗门了 而在这几人之后 又有人不时的传来一个个噩耗 这一个个噩耗落在李源的耳中 终于是让李源的脸上失去了血色 一屁股瘫坐在了地面上 从刚才的消息来报 他李家所有的关系 生意 靠山 以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人脉 资源 在这一刻全部都复之东流 为什么会这样 李源瘫坐在地面 老眼中流着泪水 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李一涵没有丝毫意外地说 因为你得罪了那位先生 而对于我来说 你不知道他们的身份将之打发了 还可以原谅 但是你可知 他们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们忘恩负义的李家 落得这个下场 不为过 说吧 李一涵冷着脸 离开了李家 临走之前留下一句话 我去找先生赎罪 暂时不会再回来了 看着李一涵离去的背影 李源瘫坐在地 头发瞬间变白 浓浓的悔意 充斥心间 嘴中再也说不出刚才那种轻描淡写的话了 家义成万 南沙一众大势力聚集在此 李书华等人问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这名属下回应道 启禀 诸位大人 我们从一个李家的属下口中打听到 那位先生确实去了李家 但是李家家主 似乎将他们赶走了 什么 杨天宇 李书华等一群大人物脸色皆是大变 他们时刻揣摩着这一位来南沙的目的 所以义丰经历过的地方和任何风吹草动都会打探 当义丰进入李家开始起 他们原本以为一个大势力将会崛起了 可李家却将先生赶走了 这他们哪里来的大电报电报电报逼呀 那名属下回应着 不过诸位大人放心 我们已经预见传音回宗 几大宗门已经联合断绝了一切和李家的来往 本来想直接灭了李家的 但是那位先生都没有动手 我们动手名义上不对 嗯 的确如此 在场的大佬点着脑袋 纷纷认定这个决定做得不错 既不会惹麻烦上身 又不至于过线 算是恰到好处了 可众人刚准备继续一路远 跟着义丰等人时 又发生了大事件 而这件事是东盛州的一位大人物 东盛州是更为繁华的地方 整个南沙在东盛州 也不会是其中的一小块 一月前 这位东盛州的大人物便传来消息 要来南沙游历一段日子 顺便考察一下南沙的宗门 本来对于这位即将到来的大人物 南沙中宗门大佬已经是商量好了 在他来的那天聚集起来 集体接待的 可是一风的到来 已经引起的一系列大事件 让南沙的这些宗门 忘记了东盛州的这位大人物 这不 刚刚传来消息 这位受冷落的大人物 因此大发雷霆 这让南沙一众大佬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啊 说是东盛州的一般人倒也罢了 毕竟比起一风 他们也知道孰轻孰众 关键这位大人物可不是一般人 乃是东盛州行义太极门的创始人 算是开山老祖 此人名为马宝国 一朝闪电五连边 留下赫赫威名 大陆上到处都是他的传说呀 最为关键的是 此人年岁不过六十九 在整个修炼界来说 六十九不过是一个年轻人罢了 可此番年岁便成为开山老祖 这足以说明此人天赋之恐怖 说起来 这位大人物和一风还很像 多年前就已退居幕后 这些年来几乎从不出手 也无人能够看清他的修为 表面上看起来跟个凡人似的 但正因为看不清他的身前 使得东盛州那几个超级宗门的高手 也因此而忌惮三分 有人猜测他至少是十命武帝 也有人猜测他早已成仙 但不论如何 这件事情都让南沙的这一众人犯了难 一风和马宝国 这两个都是看不穿修为的爵士高手 究竟该怎么选择呀 第二百零七集 南沙的众多大佬一番衡量之后 也并没有选择回去 而是继续跟随着一风 马宝国身份虽高 但是不见得能够给他们好处 给他们机缘 但是跟在一风的屁股后面 但凡能够捡到一些东西 就像之前的舌汤一样 就让他们得到巨大好处 看死 见到这群人不走 彭贤二面纱下的面孔变得极度阴沉 他虽然实力不错 但有李书华 杨天宇他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这里 什么机缘都不可能轮到他的手上 甚至现在的他 连第五长空和云千雀也打不过呀 可是他这些天无数道传音预检 给天剑门门主 可是后者依旧没有回信 这说明后者还在闭关之中 这让他急得不得了啊 万一那位绝世高人再丢下点机缘 被李书华等人得到了 那其他宗门整体实力提高 那他天剑门就成为真正的吊车尾了 犹豫了好久 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打算铤而走险赌一把 他悄无声息地脱离了大部队 朝前方的梅仙城而去 而义丰他们现在就住在梅仙城的客栈之中 显然他不想被动地等待了 而是准备主动接近那位大人物 月有客栈 今天我们就在这梅仙城休息一天吧 房间里一风将众人喊到一起 同时手中拿着一个钱袋说 当然你们也可以到附近的集市逛逛 买点土特产什么的 说着他给美人数了十枚金币递了过去 但是看着手中变轻的钱袋子 肉疼的他又手一收 笑嘻嘻地说 要不八枚吧 八枚也差不多够了 说着 厚着脸皮从众人的手中挨个抽回了两枚 多谢先生 众人不敢有意见呢 接过钱币连忙道谢 随后退了出去 可是旁边却还有一个脑袋看着他 若不是他戴着面具 恐怕那眼巴巴的模样很生动 一风美好气地问 你看我干嘛 楼本尾声音卑微地问 我呢 一风瞥了他一眼 沉声问 你 上次不是给你没金币了吗 这么快就用完了 楼本尾不想说话 可一风却一爆力敲在了他的脑袋上 你个败价子人 真是个败价子人 生活多艰辛你不知道吗 你看看这一路走过来 这么多人的开支有多大 刚刚就给出去整整四十八百 难道我的钱是捡来的 一风黑着脸 没好气地叫去说 可你呢 转不到不说 还天天张口就要 也不知道谁叫你大手大脚的 整整一枚金币 你几天就用了 你好意思再要啊 楼本尾委屈巴巴的 小声嘀咕说 可是 可是 我不是有钱存在你那里吗 存在我这里 你还好意思说 一风板着脸说 那我就跟你算笔账 这一路走过来 你坐的马车要钱买吧 还有你脸上的面具 也是我给你买的吧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杂截杂巴的 可是也用不完这么多吧 楼本尾 敲咪咪咪地说 说完 脑袋连忙一缩 行啊 你还学会顶嘴呢 是吧 一风气愤地站起来 说道 是 那些钱确实没有用完 但是 你以后不用了 我不得留着以后给你买衣服 给你买鞋子 买面具 还有以后的开支 楼本尾 委屈巴巴地低下脑袋 行了 给你买 看着楼本尾这副模样 一风美好气地 拿出一枚金币给他 同时交代道 我警告你啊 最好给我省了点油 下次再来找我药 我可不会给你了 接过一个金币 楼本尾栽着脑袋 情绪低落地离开了房间 估计都出门了吧 那我自己也去逛逛吧 一风收拾了一圈 换上一身衣裳 离开了客栈 阳台上 一鼓一狗一蜈蚣 情绪低落地趴在这里 看着楼下街道过路的人群 狗子轻声安慰说 哥 你也别伤心 这不慢慢存慢慢存 你也存够三个金币了吗 你再存个十年八年 总能够你潇洒一次的 楼本尾情绪低落地摇着脑袋 唉 清啊 你别安慰我了 我现在生无可恋 感觉对啥都提不起兴趣了 敖清心里不是滋味啊 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忽然看到楼下人群中 有一红衣女子走过 连忙大喊道 哥 快看快看 那里有条大长腿 哪呢 哪呢 温言刚刚一副死相的楼本尾满血复活 急忙出声探出头往外看去 快看了哥 那个身材也不错 这时旁边的小蜈蚣 也传出了兴奋的声音 楼本尾又将脑袋朝另一边张望了过去 可看了一会儿又颓废的瘫坐在地上 忧愁的说 哎 只能看不能动 真难受啊 越说是越难受啊 猛的一下站了起来 不行 我忍不了了 大不了就是被拆 说着 一把抓起蜈蚣和狗子 悄咪咪的来到了一封的房间门口 敖庆震惊地说道 哥 你胆子真大呀 别说话 你们两个到街上去看看 主人回来了 及时回来告诉我 楼本尾吩咐道 看着大哥那副迫切的模样 敖庆两兄弟也是豁出去了 当即跑下了楼 搓着双手 楼本尾闯进了一封的房间 而在这时 客栈楼下来了一名白衣女子 她经过一番打探 大概确认了房间 又换上了一身相对暴露的衣裳 掀开面纱 露出了那张精致的面孔 深吸了一口气 朝一封的房间走去 以我姿色 还是有把握的 再说 英雄难过美人观 不停而走险 又如何能做得人上人 第二百零八集 来到门口 却发现门开着 彭仙儿紧张的咬掉红唇 正准备开口的时候 那门内忽然传出一道恐怖的能量 这恐怖力量来袭 彭仙儿发现没有任何抵抗之力 嘴中惨叫一声 砸破屋顶 倒飞了出去 好险好险 差点就被人看到了 房间内 楼本尾收起拳头 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心有余悸的说道 随后 带着一枚金币的战骨 逃离了房间 数百丈外 彭仙儿重重的砸在地上 最终忍不住的吐出了一口鲜血 不过 比起身上的伤势 更难受的是 他还没进去房间呢 就被一拳轰了出来 也就是说 他好不容易做出的计划 还没有实施 就已经失败了 而且还很可能 已经冒犯了那一位 彭仙儿阴沉着脸痛骂着 该死该死 真是该死 撑着受伤的身子 满脸不甘心的离去 不过刚行几步 他便脚步一顿 锐利的目光 看向了街道一边 此刻的义丰 正在街边和一名小贩 讨价还价呢 只听那小贩 仗红着脸说 你 你的意思是 你在我这里买一包果子 我还得倒贴你一个金币 义丰慷慨地说 那这样吧 你拿一个金币 我不要你的了 总行了吧 那还差不多 小贩挠了挠脑袋 这才满意地点头 可义丰提着果子走远了 他才猛地反应了过来 彭仙儿眯着眼睛 看着这一幕 传出了阴沉的声音 冤家陆寨 真是没有想到 在这里碰到你了 他可没有忘记 当日在纯西湖畔 因为一风的缘故 他白挨了 毛雨儿和102两个巴掌 正是因为 这两个巴掌的毁容 才让于武杰 将他一脚踢到湖中 差点失去了性命 想起这一切 彭仙儿心中充斥着 满满的怨恨 本来想一箭杀死一风 但是想了想 这样的耻辱 若是不好好折磨折磨 又怎么解开 他的心头之恨呢 想到此 他速略而出 瞬间就接近了一风 一个束困袋 就往一风脑袋上 套了过去 正走着的一风 双眼一黑 就感觉自己被人给扛走了 街道上传来一阵骚动 不过一群凡人 面对这种事情 他们也仅仅是感到害怕 一座阴暗的房间之内 一风被绑在柱子上 头套掀开 饶是微弱的光线 也直刺一风的眼睛 一风的心中惊呼着 妈 我这是被绑架了吗 眼睛适应了好久 才看清面前 站着一道冷笑的人眼 庞仙儿传出戏谑的声音 一风 没有想到吧 我们又见面了 原来是你啊 认出是这位 曾经的青梅竹马 一风略为吃惊 难怪他这么个 不和人结仇结怨的凡人 居然会被绑架 原来是庞英 想了想 他轻声劝慰说 彭音啊 这次你真的是冲动了 我虽然上次拒绝了你 不愿意给你复合 但是你和必要 依耐生恨呢 再说了 当日是你自己要离开的 说到此 一风叹了一口气 接着又语重心长的说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呢 也是有原则的 绝不会吃回头草的 所以你绑我 我也不会给你复合的 闭嘴 一风的话 直接触动了 彭仙儿的神经 他实在想不明白 一风哪来的脸 居然会认为 他堂堂天剑门的圣女 要跟他一个废物楼椅附和 而且他绑架他 明明是要折磨他 难道他看不清 当前的形势 彭仙儿满脸 力气的朝一风喝倒 一风 请你有点自知之明 我彭仙儿是什么人 是万人之上的修炼者 我会想着和你一个凡人复合 你要连脸好吗 好 哎呀 那这事太好了 一风松了一口气 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 可见到这一幕 彭仙儿更火了 这是什么表情 如释重负 为什么不害怕 他难道不是应该露出恐惧之色 跪下来求饶吗 难道看不明白 他接下来会面临什么吗 好好好 既然如此 那别让你看看自己的厉害 彭仙儿紧咬着红唇 武宗的气势抱涌而出 伴随着一头长发 总立而起 整个气势凝聚在一起 朝一风溃压了过去 颤抖吧 烦人 这一刻 彭仙儿泛着浓浓的冷笑 他甚至已经看到 一风在他的气势下 痛哭流涕跪下求饶 为无视他的愤怒而忏悔 可然而 一风却睡眼朦胧的 连打了几个哈欠 压根就没那打子事 这一幕看呆了彭仙儿 打哈欠 为什么 为什么他一个凡人能够无视他的威压 他可是武宗啊 他一个凡人是怎么做到的 彭仙儿百思不得其解 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修为出了问题 可是看着一风这副睡眼朦胧 还打着哈欠的模样 他心中是怒火滔天 这简直就是对他威严的挑衅 简直就是不将他彭仙儿的力 还放在眼里 手中长戒一出 顿时落到了一风的脖子上 咆哮道 给我闭上你的嘴巴 一风吓得闭上了嘴巴 可是刚闭上他又忍不住张开 这一下直接将彭仙儿气得炸毛 一简砍在一风身旁的柱子上 满脸杀意的说 你当真不怕死吗 一风脑袋一缩满脸无奈的说 抱歉 这几天太累了 我真的忍不住 说着 在彭仙儿的眼皮子底下 又打了一个哈欠 暴走的彭仙儿嘴中传出狂躁的声音 手中长剑晃动 整个房间内传出一道道爆破声 接着 长剑又落到了一风的脖子上 你很聪明 我对你刮目相看 故意挑衅我想要给你个痛快 但是我偏偏不杀你 而是要带你回天剑门 好好地折磨你 第二百零九集 彭仙儿回天剑门 除了更好的折磨一风之外 还有部分原因 是他想要亲自回宗 通知天剑门门主 现在这种情况若是再闹下去 那位高人的机缘 天剑门可是毛都捞不着了 他终于通知到了天剑门门主段庆锋 可后者听闻消息虽然出关了 但由于修为某方面的缘故 他必须再稳固两日才能出踪 毕竟机缘虽然诱人 但总不能让自己走火入魔吧 从段庆锋那里回来之后 彭仙儿重新来到了被囚禁的一风面前 跪下 一看到一风 彭仙儿便满是怒火 长剑落在一风脖子上 传出冰冷的声音 一风感受着脖子上的寒芒 却无动于衷 你当真不怕死吗 好好好 我看你一个小小凡人 能够运气到什么时候 彭仙儿简直气得直吐血 可一风越是如此 他便越想要折磨一风 说着 他推着一风来到了一个手背森严的地方 深处 有一张闪烁着悠悠寒光的大门 一风 你眼前的这扇门内 是我天剑门的囚龙玉 里面危机灵力 你会在里面遭受世界上最恐怖的事物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若是跪下磕头 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但你若是不这样 我让你经历世界上最痛苦的死亡 彭仙儿目光冰冷地盯着一风 陈生威胁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一风居然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刷得一下走进了寒门之内 什么 你 彭仙儿气得浑身直颤呢 可一风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好好好 一个小小的凡人 居然敢自己走进去 当你经历了里面的恐怖 我相信你会后悔乖乖跪下来 说着 他直接在门前盘坐而下 打算先让一风在里面遭受半天的折磨 再将它放出来 要知道 这囚龙玉 可是由阵法组成的一个封闭空间 里面空气匮乏 气息狂暴 连喘一口气都极其艰难 除此之外 里面的重力是外界的无数倍 而且还封印着许多凶残的妖兽 尽管这些妖兽 因为年久封印的缘故 导致修为流失 但如恶狼的他们为了生存 一旦闻到生人气息 就会向恶狼扑食 在这囚龙玉里面 哪怕是一个武帝关进去 若是不懂得如何打开阵法 恐怕也会被慢慢耗死 最后成为那些凶残妖兽的口粮 而一个凡人进去了 那就更不用说了 半天也够一封感受感受的了 一封眼神一晃 眼前呈现出另一幅画面 一片荒误 地面上到处都是枯骨 给人一种沉重的压抑感 但是一封也仅仅是皱了皱眉头 并没有露出凡人应有的恐惧 其实这些年来 一封的心中藏着一件事情 藏了很多年 他自从穿越过来 融合了系统之后 便发现自己变得有些不一样 众所周知 人有七情六欲 会开心 会害怕 会难过 会失望 然而 他融合了系统之后 却发现没有害怕的情绪了 不管是之前碰到山匪 还是彭仙儿将剑放到他的脖子上 他或许下意识会做出一些逃跑 缩脑袋的慌张举动 可真正想想 怕吗 并不怕 相反这心里淡定的一批呀 这种感觉很奇妙 就好似他与生俱来 不怕世间的任何事物 甚至更荒谬的是 他隐隐觉得这种不害怕 是出自于潜意识内的有恃无恐 但不怕是不怕 并不代表他没有应有的思维 碰到了危险 还是会应对 还是会躲避 也不知道这里面是不是真的没有出路啊 叹一叹们 一封看准了一个方向 缓缓行进 我操 好多野兽啊 踩着枯黄的土地 忽然一群野兽冲了出来 这些野兽很吓人 一只只都饿得皮包骨头 有的身上皮都掉了出来 呲牙咧嘴的模样 似乎要将一封给撕碎了似的 躲无可躲的一封 只好拿出一把匕首 与这些妖兽展开了厮杀 不久之后 地面上躺着十几具野兽的尸体 吼你个死女人 这里面这么多野兽 看来你是真的想要我命啊 一封唾了口唾沫 冷着脸骂道 本来他是不想跟这女人有太多牵扯 但是对方还真要她的命 那这个仇 一封记下来 他虽然是个凡人 可从来也不是软柿子 你既然要搞我 那自己肯定也要弄死你 继续行走 越来越多的野兽朝他扑来 这些凶残的野兽或许其他凡人搞不定 但一封却不见得 毕竟他可是练过与神比肩的国术 一路过去 一路尸体 这倒是让一封第一次感受到 自己在这个异世界练武 也不是毫无卵用 至少这些个野兽还是能搞定的 杀到最后 一封发现碰不到一只野兽了 而终于他也发现走到了尽头 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堵玻璃状 朦朦胧胧的墙 拦截了他的去路 这种墙很奇特 有的凸出来 有的凹进去 菱形一片片的很不规则 往两旁看去 发现这种玻璃状的墙 一直连绵下去 看不到头 玉门门口 盘坐着的彭仙儿 睁开了眼睛 露出了冷冽的笑容 一封啊 也不知道你在里面过得怎么样了 恐怕就守在门口 哭着求我放你出去吧 冷笑一声 他一挥手掌喝倒 打开玉门 是 圣女 两名弟子启动阵法 玉门光芒缓缓消散 一股浓郁的荒凉之气扑面而来 感受到这些气息 饶是以彭仙儿的修为 也皱起了眉头 因为要是让他在囚龙域里面待上几天 他恐怕也会发疯 可然而 这打开门以后 却影子都没有见到一个 他脸色一变 惊呼道 人呢 他稳住心境 施展出修为 踏进了囚龙域 一走进范围 他便感觉脚掌一沉 武宗修为施展出来 连抬起脚步都很困难 而荒芜的气息 顿时让他的修为也受到了影响 开始变得紊乱 可走进去 环视一圈 依旧没有发现一风的踪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彭仙儿张着嘴巴 满脸的不可置信 因为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 一风除了蹲在门口 感受绝望之外 不可能跑远 甚至连抬一下脚步 都不见得能够做到 可这么个大活人 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两名弟子提醒道 圣女 还是赶快出来吧 那个凡人 肯定是被囚龙域里面的 妖兽给叼走了 你要是再不出来的话 万一出现变故 就不好收拾了 再三确定 一风不见踪影之后 彭仙儿这才连忙 退出了囚龙域 重新将域门关上 就这么死了 倒是便宜你了 彭仙儿不甘心地 吐了一口气 便准备离开 可他刚走两步 整个天剑门 忽然发出一道 惊天动地的响声 天摇地动 宛如地震一般 甚至修为比较弱的人 在这一刻都站不稳了 也在同一时间 整个天剑门山门之内 无数高手飞出来 踩在半空中 看着下方的天剑门 怎么回事 怎么会这样 发生了什么变故 一时间 众人传出凝重的声音 一风看着前方 被踹了一脚之后 墙体露出的洞口 忍不住吐槽道 这什么墙 还挺硬的 而且还挺玄乎 不过 这洞口看着有点小 还不足以让一风进去 毕竟踹开之后 一风或许就能够离开这里了 说着 他又是脊脚踹了上去 也在同一时间 刚刚消停下来的天剑门 再一次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不少建筑摇摇欲坠 似乎快要倒塌似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天剑门的一众高层 盘旋在天空 脸色是越来越凝重 段庆风猜测说 应该是我们天剑门的根基 出了问题 一名长老不可置信的说 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天剑门的根基 是由阵法组成 而且还是当初开山老祖亲手布置的 又怎么会出现问题呢 段庆风闪烁着锐丽的目光 下令道 可眼下天剑门出现这种动荡 除了根基之外 我实在想不到是怎么回事 但是不管是什么问题 查一查就清楚了 众人听令 彻查原因 是 众多长老掠空而出 紧急的去查原因 嘉义成 什么 先生被绑架了 这个天剑门的彭仙儿 胆子也未免太大了吧 居然把先生给绑走了 杨天宇等一众大佬接到消息的时候 顿时被惊呆了 杨天宇不可置信的问 可是 先生怎么会被抓 以他的修为 一个小小的彭仙儿 怎么能够抓走他 雪庆竹猜测说 高人做事 我们怎么猜得出来 不过 我觉得 应该有深意吧 而且先生的这个信号 已经很明显了 明显他下一步的布局 和天剑门有关 但也不知道 这对天剑门来说 是福还是祸 那事不宜迟 我们立即赶往天剑门 查明情况吧 众人纷纷说道 随后 无数势力朝天剑门汇集而去 客栈 猪肉蓉朝王老头问道 我们咋办啊 王老头瞥了瞥头 意有所指的说 那 看那三位 闻言 众人将目光看了过去 发现楼本尾 狗子 还有一条蜈蜈 趴在窗口 时不时的传来一阵惊呼 时不时的传来一阵感叹 猪肉蓉不解 这是 不过 吴有红却反应过来了 笑着说 这意思很明显了 那位渣男都不急 我们更不需要着急了 我想先生这一次 应该是玩心大发 想玩一场小游戏吧 猪肉蓉恍然大悟 又问道 哦 原来如此 那我们 吴勇红将一副扑克牌拍在桌上 笑道 逗逗地处 打发打发时间吧 等先生玩够了 自然也就会回来了 健壮 猪肉蓉和王老头眼眸一亮 好好好 不过 老窝 你可得让着我们啊 我们刚学不久 哎 好说 好说 来来来来 赶紧洗盘洗盘 一对小三 一对小四 压死 猪肉蓉你快点啊 我等的花都谢了 这什么破地方啊 一风终于走出了那荒芜之地 可是踹开了那奇异的玻璃之后 当即发现眼前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玻璃 这种感觉让一风有一种走进了前世那种星空屋的感觉 昏昏暗暗 就像迷宫一片混沌 妈的 我看你有多少玻璃 全他妈踹开 一风知道 退回去是不可能的 就开始踹玻璃 找一条出路 接下来的时间里 整个天剑门是地动山摇吻 时不时的就传出来震耳欲聋的声音 无数建筑成片成片的倒塌 甚至天剑门的禁地后风也出现了裂缝 门主 门主 你的星空倒塌了 门主 不好了 一世大殿练成两半了 四处都是乱窜的人影 宛如置身一片末日的世界 而除了表面的动荡之外 原本处处散发灵气的山门 气息也变得紊乱 大批的灵气开始流失 世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彭仙儿跟在段庆锋的身后 脸色惨白的问 段庆锋焦头烂额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就在这时 由长老飞来 急忙说 宗主啊 人纷纷摇头啊 这囚龙玉一般只会将宗门的叛徒 以及天剑门抓获的敌人关进去 而这些年随着天剑门在南沙的威名 已经很少有人敢和他们作对 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开启 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开启 囚龙玉了 彭仙儿在一旁准备说什么 可是想了想还是打消了 毕竟他就关了个凡人进去 不可能引起这么大的动荡 所以也就没说了 有人问 宗主 现在怎么办 段庆峰犹豫了好久 沉声说 随我一起进囚龙玉 查探清楚 什么 宗主 这太危险了吧 众人纷纷色变 毕竟囚龙玉里面 这断绝一切灵气的狂暴之地 即便以他们的修为进去 实力也实不存一 要是待得久了 恐怕还会影响到修为境界 更何况的是 里面还有自天剑门创建以来 关进去的无数大妖 这些大妖或许已经没有什么妖力了 甚至大部分都只能保持本源体型 生存在里面 可是能够生存下来 也足以证明他们的不凡 他们这些人进去碰到这些个妖兽 一时或许能够自保 可若是被整个囚龙玉的妖兽 群而攻之 恐怕也只有逃命的份了 段清风咬牙说 再危险也要进去了 不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根本无法解决我天剑门的动荡 万一虎山大阵都被破坏 那就不堪设想了 众人文言也知道轻重 这才一咬牙点头同意 在段清风的带领下 天剑门的一众高手 这才警惕地踏入了囚龙玉之中 随着踏入 所有人修为都被压制得实不存一 体内元气紊乱 就连玉空飞行也做不到了 踩着黄沙 众人警惕地行走着 可让他们疑惑的是 这一路走来 居然没有碰到一只妖兽 这实在是太邪门了 段清风越来越感到凝重 心中也生出无数个问号 按理说 那些妖兽闻到生人气息 会很快就会扑过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百一十一集 又走出一段距离 眼前的场景震撼众人的眼球啊 让众人不禁倒出凉气 因为在他们的前方出现了大片妖兽的尸体 而这些尸体中不乏有很高级的妖兽存在 这些妖兽都是天剑门最辉煌的时候 所关进去的一些大妖啊 妖尊妖圣甚至是妖帝都有 尽管他们关在里面无数岁月 早就没有了妖力修为了 但也不见得能够小瞧他们的实力 至少段清风等人自问 在这个地方或许能够自保 但是想要杀死他们 绝对是千难万难呢 这到底是出现什么变故了 众人倒抽着凉气 一路走去 发现前面还有大片大片的尸体 实在是震撼众人的眼球 看着这些尸体 再比对一下数量 也就是说 这个不知名的威胁 将其内所有妖兽都杀光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 到底什么恐怖的东西能干出这种事啊 可是更加让他们震撼的还在后头 因为他们发现 囚龙玉的屏障也被打破了 这样的手段 只叫人看得头皮发麻 当年天剑门开山祖师 以滔天修为 以阵法为根基 创建了天剑门 而这些阵法 全部都是贯通在一起的 其中关联着护山大阵 聚灵阵 囚龙玉等等一些核心的东西 从天剑门的灵气来看 聚灵阵显然已经遭受了破坏 也就是说 那个神秘物种 从囚龙玉为起点 贯穿到了聚灵阵 众人倒出这凉气 到底是什么东西 居然无视阵法 在阵法中通行 看着眼前的屏障洞口 众人阵阵呆滞 他们知道 那个神秘物种 就在这洞口深处 可是却无人敢进去 因为这里面牵连着天剑门的各种大阵 就如一张密密麻麻的巨网 稍不留神 就会形神俱灭 我去通知老祖宗 你们镇守这个洞口 段庆风阴沉着脸吩咐道 因为眼下的情况 已经完全超突了 他所能掌控的局面 可一旁 彭仙二却紧咬着红唇 脸色一片惨白 因为妖兽的死亡时间 还有天剑门动荡的时间 完全能够呼应得上来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他这个废物 我一清二楚 怎么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对 对 肯定不是的 他忙甩着脑袋 只感觉这种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心里连忙这样安慰着自己 一片小空间内 一名轻衣老者盘坐在地 不经意看去 他犹如一把巨剑立在地面 老祖 段庆风跪在地上 刚要开口 盘坐在地的天剑门老祖叶天盛 便白手打断了段庆风的话 他说 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 段庆风凝重地问 那老祖您 打算怎么办 放心吧 我自会解决的 你先退下吧 叶天盛说 见状 段庆风神色微微一喜 既然老祖这么说了 那他也就不必再多问了 那晚辈静候老祖好消息 我先去外面主持大局了 说完 段庆风恭敬告退 可段庆风走后 叶天盛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一脸的哀愁之色 走到一旁 看向了古石上的一盘棋 这盘棋是第一任老祖留下的 他作画前传言 天剑门万年之内将会遭受灭门危机 而想要破解 唯有破开这盘棋 可是万年来 传承了无数倍 都没有人能够破开这盘棋 也包括他自己 因为无论如何研究 这就是一盘死棋 哪怕是神仙来了 也不可能扭转过来 我们天剑门的危机 终于要来了吗 这一刻 叶天盛整个人苍老了很多 虽然跟段庆风说他会解决 但是他哪里有什么办法呀 唯一的办法就是他坐在这里等 因为这片小空间是天剑门所有大阵的核心 所以那神秘物种必定会来到这里 可是能够直接以力量破除他天剑门大阵的神秘所在 是他叶天盛能够解决的吗 与其说是解决问题 倒不如说是在这里等死 亦或者是祈求对方能否给天剑门留一丝余地 这是他最后能做的了 忽然他目光一动 看向了旁边虚无的屏障 他感受到了 近了 越来越近了 他猛然站立了起来 屏住了呼吸 目光死死盯着那处虚无处 终于一道音爆声响起 便是见到那巨无处泛起一圈涟漪 随后一个黑色的洞口出现 终于到了要面对的这一刻 叶天盛浑身都颤动起来 邓元的毛子里布满了血丝 终于在他忐忑的等待下 那洞口有了动静 随后一道人影缓缓地走了出来 叶天盛瞳孔缩成了针孔 不由张大了嘴巴 是一个人 还是一个青年 他对这位贯穿他天剑山阵法的神秘存在 有过诸多的猜测 例如囚龙玉的变异妖兽 由某种原因而导致阵法衍生出来的灵物 总之各种想法他都有 唯独没有想到他是一个人 而且还是一个年轻人 那他到底是怎么出现在阵法中的 就在他思索之间 一封先是观察了一下四周 随后将目光落到了他的身上 这一刻叶天盛神经紧绷 坐立不安呢 因为无论他怎么观察 都看不出眼前这青年的深浅 平凡的就好像是一个凡人 可是能够从巨网一般的各种阵法中横穿过来 能是一个凡人吗 肯定不是 只能说明眼前这个青年强到一种离谱的状态 即便他叶天盛费尽心思 也依旧窥视不到半点 终于出来了 一封感慨了一声 看这里一片平和 有一个老头还有一栋茅草屋 想必是已经走出天剑门的范围了 不过他也不得不佩服天剑门的鬼斧神功和惊天手笔 这么多玻璃墙 还有之前那观野兽的地方 真不知道要多少钱才能够打造得出来 至少这种手笔的建造 他在前世是没有见过的 当然一封也不是没想过 这不是玄幻小说中的那种阵法或者禁忌什么的吧 可是转念一想便否决了 毕竟书中写着阵法和禁忌那都是危险重重的 而他一个凡人不仅走出来了 还半点危险都没有 显然这不可能是什么阵法什么的 一封满脸的轻松 看了那老头一眼之后朝那老头走了过去 叶天圣见到一封走过来 身体猛然崩直 冷汗直流啊 他要干什么 他要对我动手了吗 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还手嘛 可是还手有没有用啊 要不跪下求饶 他心中转得飞快 表面看似半点举动也没有 可心里早就慌成了一批 后背早就已经被冷汗打尸 好紧张 好紧张啊 不过要淡定 淡定 不能够让他看出我怕他 因为我是天剑门最后的防线 对对对 我不怕 我不怕 老婆 你是中风了吗 终于 一封来到叶天圣的面前 看着他颤颤发抖的双腿 忍不住温 温言 叶天圣低头看去 这才发现 自己的双腿 根本就忍不住的颤抖着 完了 他看出我的慌张了 可是我真的忍不住啊 实在没有见过这么强大的存在啊 不对 第二百一十二集 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 一封并没有要对他动手的意思 相反 说话还很温和 这是怎么回事 他满脸懵逼 此人贯穿阵法来到这里 难道不是来灭掉他天剑门最后一道防线的 他懵逼间 一封伸手扶住了他 这一刻 叶天圣的心又一次卡到了嗓子眼 吓得以为自己要死掉了 不过他却惊讶的发现 一封并不是对他出手 相反 把他扶到了旁边的茅草屋的石凳上 这位到底是要干什么呀 叶天圣颤颤巍巍的坐下 感觉屁股坐在凳子上扎满了针 因为从这一位破掉他天剑门的巨灵阵 球龙玉的手段来看 明显是来灭他天剑门的 可对比他现在的举动实在是太反常了 实在是让叶天圣感到异常的难受 大佬啊 求你别玩自己呀 要杀药管你明白点 就算要死也得死个痛快 这样戏耍他一个小老头 心脏真的是承受不住啊 坐下后 一封问 老婆 这里应该不是天剑门了吧 不是 叶天圣硬着头皮硬道 因为他这里不仅是整个阵法的核心 也是整个阵法的终点 其位置确实是脱离天剑门之外的 看来眼前的这一位早就洞察了这一切 只是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根本就是不给他半点信息 叶天圣是越来越慌 可是他也不敢说也不敢问 只能够强作镇定的静观其变 哦 那就好 待到确认 一封点点头 目光下意识撇到旁边石桌上的棋牌上 一封惊讶的问 哎 老婆 你还会下棋啊 略懂 略懂 叶天圣紧张的回应 想起了什么 又补充说 可是眼下 是一盘死棋啊 说完 他硬着头皮看下了一封 他这句话实则充满了试探 因为眼前这个人的出现 很可能就是天剑门老祖 作画前预言的天剑门危机 等同于说 眼前的年轻人 也和眼前这盘棋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所以叶天圣想要试探试探 一封到底会有什么举动 我知道 一封笑了笑 手掌一扫 将摆在棋盘上的棋子扫落 装回了棋瓮中 欠创 叶天圣眼珠子都快要掉了出来 摆放在这里万年之久的棋局 居然被眼前这个人一袖子给破坏了 那岂不是说 他天剑门将再无解决的一天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叶天圣张红着脸起身问道 颤抖着身躯 已经是到了暴走的边缘 老伯别激动 一封见状 连忙解释道 我只是看到你手里有棋呢 就手痒 要和你下一盘棋 没有去打的意思 而既然要下棋 我们总不能对这一盘死棋下巴 所以守着这种死局有什么意义呢 还不如重新开始 来一盘新的痛快 你说对吧 一封淡淡的笑着 将棋望中的棋子分好黑白 分别装好 然而一封此刻的笑容 在叶天圣的眼中 是那么的高深莫测 而他的脑海中 也在回荡着一封的话 守着一盘死局有什么意义 还不如重新开始 他是在暗示着什么吗 叶天圣重新坐下 同时也按捺住了 因为棋局被毁而愤怒的情绪 因为他的实力在一封面前 愤怒也好 冲动也罢 都没有什么意义 倒不如静下心来 好好的看一看 眼前这一位到底有什么目的 这样或许还能让天剑门 有一丝转机 另一边 在一封刚刚收起棋局的同一时间 天剑门上空 一股无形的波动 陡然泛起涟漪 最后在无数人的目光下 一层屏障宛如泡沫般破碎 也在破碎的那一刻 整个天剑门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 天摇地动之下 无数建筑倒塌 地面裂出一道道看不见底的裂缝 什么 天剑门的护山大阵和根基居然毁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快跑呀 整座山门都要塌了 快跑呀 而由于建筑倒塌 根基被毁 无数破碎的阵法泄露 使得整个天剑门到处布满了杀机 所以这一刻 凄厉的惨叫声在天剑门各处响起 无数弟子开始朝山外飞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老祖那里出现了变故吗 难道传承无数代的天剑门 就要毁于一旦了吗 高空之中段庆峰等人看着脚下整个天剑门开始塌陷 眼中布满了血丝 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含泪快速做出了最正确的发应 传令下去所有人撤出天剑门 虽然山门被毁 但总不能让山门中的弟子也连同葬送在这里 嗯 好不 开始了 一风淡淡的笑着 手指白子缓缓的朝棋盘落下 叶天盛点点头 可他将目光望向棋盘的时候 整个人猛的一掷 尤其是一风手指棋子落下的这一刻 宛如在平静的湖面丢进一颗石子 在整个棋盘泛起了一道道涟漪 这一刻 整个棋盘变了 周边的环境也变了 两人盘坐在虚空中 头顶浩瀚星空 光芒萦绕 地面形成了一个八卦图 一黑一白 阴阳分明 啊 这是 这是大道之力 叶天盛惊得目瞪口呆 心中已经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寻常修士 若有武艺渗透 犹如顿雾当突飞猛进 可大道之力 却是另一种层次了 沾上一点可得气韵加深 提高的可不是单纯的实力 而是整个人气质的提升 而想要破地成仙 也需要领悟足够的大道之力 可自古以来 整个仙江大陆五地千千万 能够破地成仙的 却屈指可数 足以可见 大道之力 对寻仙修炼者来说 意味着什么 然而 在眼下棋盘四周 却处处蕴含着大道之力 这让叶天盛口该舌燥 能做到这一手 唯有天上仙人才可做到 也就是说 眼前的青年 是天上的仙 叶天盛嘴中 倒抽一口凉气 当然 更加让他不可思议的是 眼下这位青年 并非是要对他出手 相反是赋予他一份天大的机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边破了他天剑门的根基 一边又给他大机缘 叶天盛是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 不解归不解 但面对大道之力这种机缘 任何人都没有抵抗力 一时间 叶天盛费尽心思 绞尽脑汁的和一风展开了博弈 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无论他怎么布局 一风总会洞察他的意图 而每每他显向还生的时候 一风又会在绝路中 给他放一条生路 这老头棋艺还可以 好久没有这般痛快的下棋了 应该可以给我加不少经验吧 看着叶天盛 一风心里感叹了一声 不过放水放了这么久 也差不多了 一风淡淡的笑了笑 最后将最后一枚棋子落下 平局 叶天盛看着眼前的棋局 充满了不解 因为一风有无数次可以赢他 可最后却以一场平局收场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第二百一十三集 一风只是笑了笑 因为赢下这个老头 对于他来说毫无意义 再说毕竟是个老人家 给点面子还是有必要的 可看着一风这神秘莫测的笑 叶天盛更加不解 不过在这一场博弈当中 他感悟良多 甚至不是五弟的他 还借此真正领悟到了一丝大道之力 这机缘简直逆天呢 他未来修炼的生涯将会变得一帆风顺 没有半点平静 好了老婆 我该离开了 一风起身 朝叶天盛笑了笑 什么 离开 叶天盛是真的懵逼了 一边毁掉了他天剑门的根基 一边又给了他一场大机缘 这如此矛盾的做法之后 半句话不说就要离开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而且还有石桌上那一盘打成平局的棋局 也让他揣摩不透半点一风的心思 一风回头又问道 哦对了老婆 这里怎么到城镇上 尽管不知道一风为何会如此发问 但叶天盛还是给一风指出了一条出路 可是直到一风不见了踪影 他心中的疑惑还是没有解开 一风顺着小道缓缓地走着 说起来 回想起来之前在天剑门 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些墙太他妈玄乎了 你说是什么牛逼阵法吧 他一个凡人穿行流畅 也没有任何危险 可你说真是什么玻璃墙吧 也让一风觉得牵强 谁家的宗门弄这么多玻璃墙 还一拳头就碎的 弄来摆着看的吗 算了 不想了 不过彭英这个死女人 带着机会还是要弄死他呀 天剑门山脚下的一处平原 无数的天剑门弟子聚集在这里 一个个是灰头土脸满脸狼狈 不少人看着倒塌的山门流下了不舍的泪水 一旁以段庆锋等人为首的天剑门高层也是红着眼睛 传承无数年的天剑门就这么毁了 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 可更加郁闷的是 他们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段庆锋等人悲痛万分的时候 一名弟子急忙的跑来 传出紧急的声音 不好啦门主 天魔宗 风云谷 吹雪山庄 御剑宗 李家 还有无数的家族攻过来了 什么 段庆锋等人脸色一变 抬头望去 便是见到无数的人影从远处飞来密密麻麻的黑压压的一大片 而为首的正是御剑宗宗主杨天宇 风云谷谷主云浩天 李家家主李书华 吹雪山庄庄主第五天明 摩阴宗宗主雪庆竹 而他们身后还有无数几大宗门的高手 这般阵容组合起来 真叫人感到头皮发麻 无数天剑门弟子在这一刻 也变得脸色凝重 这到底是怎么了 他天剑门到底是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呢 先是山门被毁 如今又被南沙的其他顶尖势力包围 段庆锋沉声问 集位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天空中 云浩天冷哼了一声 反问道 还什么意思 哼 你们天剑门做出了怎样大逆不道的事情 你们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段庆锋含着脸说 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 你们别血口喷人 莫不是成人之威 想要吞下我天剑门不成 当真我天剑门好欺负吗 随着段庆锋的声音一露 整个平原上 天剑门数十万弟子齐齐拔剑 剑名声喧天 使得天空都震耳欲聋 而剑撞 几大宗门的高手 也齐齐露出兵器 浑身元气滚滚而出 在庞博的元气笼罩之下 整个平原天空 风云涌动 这一刻剑拔弩张 雪沁主冷笑一声 冰冷说 哼 第五天明也同样传出最后的声音 奉劝你们天剑门一声 别叫了 赶紧乖乖束手投降 不然山门没了不说 你们整个天剑门都会随之覆灭 感受着这几大掌门人的语气 段庆锋终于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了 因为按他们的说法 他们天剑门做了一件天怒人怨的事情 而正是因为这件事情 导致天剑门山门被毁 同时被几大宗门围攻 段庆锋气势一漏 顿时望向天剑门的其他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察觉到段庆锋的目光 天剑门的众多长老 包括彭仙儿在内 纷纷传出哀愁的声音 连忙解释着 我们也不知道啊 我们真的不知道啊 是啊门主 若真的有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瞒得了你 显然他们也是一脸蒙 段庆锋深吸了一口气 将目光望向了杨天瑜等人 抱拳说 诸位 我段庆锋是什么人 你们一清二楚 我当真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望你们说个明白 第五天明阴沉着脸冷哼了一声 随后传出滚滚声音 段庆锋 不管你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 但我们想说的是 你问我们 倒不如问问 你旁边的那个好徒儿 说到此 第五天明等人的目光 猛然投到了段庆锋旁边的彭仙儿身上 第二百一十四集 仙儿 天剑门众人 包括段庆锋等人在内 脸色结实一变 猛地将目光望向了旁边的彭仙儿 一时间 彭仙儿身上聚集了无数道目光 彭仙儿脸色惨白 急忙开口解释 师尊 各位长老 你们别听他们胡说 我真的没有做什么事情 随后 又抬头朝第五天明等人说 诸位前辈 晚辈的实力确实不如你们 但是 也容不得你们这般污蔑 血沁主居高临下地说 哼 污蔑 真是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 不开眼的你 居然把先生抓到了天剑门 真以为你不承认 就能够含糊过去吗 段庆锋问 先生 什么先生 杨天宇冷横说 你说是什么先生 自然是最近 来我南沙的那位爵士高人 而你的宝贝徒弟将他抓到天剑门了 然而 彭仙儿却冷笑说 杨前辈 虽然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得罪了你 但你污蔑我的理由 是不是也得找个好一点的 南沙的那位爵士高人 是什么通天修为 我彭仙儿何德何能 能够把他抓到我天剑门 虽然我前两天确实抓了一个凡人 但是你们也不可能把那个凡人 当成那位先生来污蔑我 可说到此 他表情忽然一致 因为他猛的想起了什么 几个凡人 凡人 该不会就是 这一刻他想起了在囚龙狱中消失的一封 想起了那变成死尸的妖兽 想起了很多很多的细节 而这一切的细节 也全部都对得上 不由的 他脸色巨变 脚掌猛的倒退了几步 不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啊 他一个凡人 怎么可能是居士高人 他明明是个废物 这根本不可能啊 他嘴中急促地念叨着 否认着 因为他完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这个曾经被他抛弃的凡人 怎么可能是无数人眼中的绝世高人 他急促地声音朝杨天宇等人嘶吼道 一定是你们弄错了 这根本不可能 弄错 第五天明冷笑一声 五圣威娅轰然而出 沉声说 我便问问你 你是否私下去梅仙城抓了一个人 实话告诉你 你在梅仙城抓去的那位凡人正是先生 先生感悟凡心 感悟平凡生活 而你倒好 却将先生抓起来了 还将他带到了你们天剑门 我问你 你该当何罪 梅仙城这个字眼一入耳 就像一道炸雷 轰击在彭仙儿的脑海中 这个信息打破了彭仙儿心里的最后一丝防线 因为当时他的确是在梅仙城抓的一封 不不不 这不坏的 不可能的 可即便所有信息都对上了 彭仙儿还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惨白着脸色 交掌一边仓皇后退的同时 一边拼命否认着这个事实 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这个与他从小长大 就连吃饭都成问题的凡人 又怎么可能是那绝世高人 这种事情实在是太荒谬了 而这时 段庆枫显然也明白了过来 那位游历在南沙 让南沙无数高手都极力讨好的绝世高手 被彭仙儿给抓了 虽然他也觉得难以置信 可此刻他得到了一个重大消息 那就是两日前 彭仙儿打开过囚龙玉 将一个凡人关了进去 而时间就在天剑门山门动荡前 所以即便他不敢相信这件事 但前后一对照 稍微联想便能想明白 那位被彭仙儿关进去的凡人 正是那位绝世高人 难怪 难怪他天剑门好端端的 怎么连山门根基都被毁了 原来是他这个徒儿 做出来的好事情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我天剑门好惨 一想到此 段庆锋指着彭仙儿气得直吐血 很明显 正是因为他这个徒弟的原因 从而导致了整个天剑门山门被毁 还被几大宗门包围 兴师问罪 剑门 彭仙儿流着眼泪 连忙冲向段庆锋 焦急地解释说 师尊 师尊 别信他们 我抓的真的只是一个凡人 而且 这个凡人真的只是个废物 你信我 真的只是个废物 混账 你居然还敢交骗 陪我跪下 极度悲痛的段庆锋 手掌一动 无数道手印 落到了彭仙儿的身上 当即就封掉了他的心围 使他重重地跪到了地上 而此刻 天剑门的弟子也对视红了眼 天剑门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他们的家 可就在刚才 他们生活了无数年的家 却变成了一片废墟 在之前 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现在 他们才终于明白 是彭仙儿 害得他们天剑门数十万弟子 失去了山门 杀了他 杀了他 刮了他 你 杀了他 你不要杀了他 杀了他 这一刻 无数天剑门弟子 发出喧天寺的吼声 由于一个人的脑残行为 而牵连了他们数十万人 让他们失去了山门 他们实在是无法忍受 更是有不少人红着眼 朝彭仙儿冲来 想要亲手手认了彭仙儿 顿时 之前还高高赛上的天剑门圣女 在这一刻宛如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而在这么多仇恨的目光 和喧天的呐喊之下 彭仙儿吓得浑身抖擞 颤抖着手掌 朝段庆风爬去 凄惨地祈求着 世子 救我 救我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废物是那个先生 我真的一直以为 他是个废物 这不能怪我 第二百一十五集 然而段庆风却一挥手掌 一股力量轰然落到了彭仙儿身上 将他重重地砸在地上 随后他抱拳看向杨天瑜等人 红着眼睛 悲愤如 诸位 今天是我天剑门错了 这庞仙儿 任你们带走 交给那位先生出制 还望与先生打过交道的诸位 能够为我天剑门美言一句 放我天剑门一马 说吧 他双腿猛然落地 地面轰然军烈 随后重重的一颗 红着眼睛说 拜托 诸位了 这一刻 原本虎虎声微的山门之主 在瞬间苍老了数分 显然 段庆风分辨得很清楚 这件事情若是处理不好 将会引起怎么样的后果 这后果 是他天剑门承受不起的 所以在这一刻 他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门主 门主 见状 天剑门的长老和众多弟子纷纷红了眼睛 为了给他们这些弟子谋一条生路 堂堂天剑门门主当众下跪 看着这一幕 杨天宇等人心中同样不是滋味 虽然他们这些宗门平时明争暗斗 但此刻 段庆风的作为却让他们感到佩服 这时杨天宇说 老段 我们在先生面前没有话语权 但是 我可以给你指一条明路 段庆风颤抖着身躯 看向杨天宇 还望告知 杨天宇说 先生心胸比天 若不是你家弟子太不开眼 他根本不会发出此番怒火 但即便如此 先生也指挥你山门 却并未伤及无辜 这足以说明先生 有意放你们一条生路 所以 把彭香儿留下 你们速速离去吧 闻言 段庆风心中一颤 是啊 他山门被毁 但门中除了少部分 运气不好的弟子被牵连外 大部分都无恙 这足以说明 那位真的是手下留情了 不然以那位的手段 若真要灭他天剑门 他段庆风还能待在这里说话吗 先生慈悲 感谢宽恕之恩 他朝着天剑门的方向 重重地磕了一头 随后又起身 朝杨天宇等人鞠了一躬 多谢诸位 他起身 带着天剑门数十万弟子撤退 坚撞 宛如烂泥一般 躺在地面上的彭香儿 传出哀求的声音 师尊 不要 不要 救我 可是段庆风等人 没有再看他一眼 他恐惧地又将目光 看向杨天宇等人 脑袋重重地磕在地面上 连忙哀求说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放了我 杨天宇冷哼了一声 对彭香儿没有任何的怜悯 我们可不敢放你 你的下场 等先生来了再定夺吧 问言 彭香儿灭如死灰地瘫倒在地上 众人没再理会彭香儿 而是将带来的人撤退 而留下的部分人也降落在地 将目光看向了远方 那里有一道青年身影 悠哉悠哉地走了过来 手里还提着一条鱼 这条鱼是一封刚下山时 在一个小溪边捉到的 见到这条鱼 众人忍不住感慨 这位先生还真是将生活过到了极致 地上跑的 天上飞的 上到腰地 下到鱼虾 就没有他不吃的 众人紧张地迎了上去 连忙传出恭敬的声音 先生 先生 你们是 一封目光扫视着众人 顿时发现了不少熟人 例如来过他店里的第五长空 云仙雀 舒秦华 雪沁竹 除此之外 还有他在山里碰到过的 李淑华 杨天宇 你们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一封是惊讶万分 完全没有想到 居然在这里碰到了这群人 还同时待在一起 众人说 先生 我们自然是在这里等着你 一封满头问号啊 等我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 众人惊愕 不仅冷汗骤起 不过 云仙雀脑子很快 立马开了口 是这样的 我们都很喜欢先生的书画 无意中 知道了您的行踪 激动之余 便想来见先生一面 他们知道 以一封的手段 肯定是知道 他们早就在这里的 而一封此问 显然是又将自己 当成了凡人 所以 他们自然不敢挑破 那层窗户纸 并且还以凡人的身份 去迎合这一位 喜欢书画 一封想到了 之前这群人都 扒拉过自己做的东西看 恍然大悟 原来都是搞艺术的 这样说来 这群人都是自己的粉丝 一封浅笑起来 神色愉悦 所以都是我的粉丝吗 剑集一封神色 众人知道 话说对了 于是连忙心照不宣地应着 对 肩壮 一封露出 果然如此的神态 没想到 一世界也有 这么狂热的粉丝 居然不远千里来找他 看来自己谈琴画画 在这一片 已经小有名气了吗 粉丝都自己 发展到难杀了 恍然间 一封有一种 自己变成了 被人追捧的 明星的错觉 在前世 恐怕也只有 李白那种大家 才会有这般待遇吧 而一旁 躺在地上的彭仙儿 看着这一幕 脸上是一片死灰眼 尽管他心里 一直不愿意承认 这个曾经被他甩掉的 青梅竹马是绝世高人 但是 当他真正见到 南沙这一群顶尖高手 在一封面前 恭恭敬敬时 他也不得不 接受这个事实了 这让他难受到了极点 也就是说 他追求的强大 追求的最大机缘 实则 就在自己的身边 尤其是想当初 他为了进青山门 和于武杰在一起 而甩掉一封 岂不是说 他丢掉了一颗仙药 却捡起了一棵杂草 一想到此 他朝一封爬了过去 哀求着 一封 一封 我错了 求求你 我错了 正和众人聊天的一封 看到彭英爬来的 这副凄惨模样 惊呆了 第二百一十六集 一封看下杨天瑜等人 他怎么会在这里啊 还这么惨 是你们 众人连忙说 先生不必客气 这女人屡次得罪先生 我们自然是要拿下她 任由先生处置 文言一封心中一惊 感动啊 真他娘的感动啊 这些粉丝未免也太到位了吧 居然连彭英都给他搞定了 而且这些人还有点本杀 不仅知道他和彭英之间的恩怨 还把彭英这个修炼者给搞定了 但回头想想也是 能够搞艺术了 家里情况肯定不差 尤其他们又是南沙的本地人 有点势力 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一峰也终于体会了一把 前世那些明星的痛苦啊 那就是自己稍微有点什么 都会被人给扒得干干净净 自己这情况不就是如此吗 一峰 我求求你 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我知道错了 求求你 让我重新跟你在一起好不好 我服侍你 我好好服侍你 这时 彭仙儿抱着一峰的脚掌 歇斯底里的哀求着 然而 一峰却半点不信他的鞋 一脚将他踹开 他娘的都想杀我了 还要跟我在一起 可别扯犊子了 可彭仙儿又爬了过来 哭着哀求求求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好好服侍你还不行吗 你以前不是最喜欢和我在一起的吗 难道 难道你不想要我了吗 我呸 一听到这话 一峰就感到恶心了 本来人各有志 你有你的选择 一峰能够理解 大不了各走各路就是了 可这个死女人一路找了自己多少麻烦呢 以前还不觉得 现在看来就是个绿茶 心机还贼身 这种女人 留不得 一狠心 一峰一刀子捅在她的胸口 你 彭仙儿瞪着眼睛 看着一峰 带着强烈的不甘倒在了地上 而干掉了彭仙儿 一峰心中多少也有些感慨 本是青梅竹马 走到这番地步 也真是世事难料 回头看向众人 一峰拱手说 诸位 多谢了 以后有需要帮忙的 尽管开口 先生客气了 为您效劳都是应该的 众人心中激动至极 抓到一个小小的彭仙儿 能够得到一峰这么一句话 实在是太值得了 在一行人的粗拥之下 一峰这才往城镇赶去 天剑山 此刻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 段庆峰正跪在叶天盛的面前 汇报着一切的来龙去脉 我懂了 我终于懂了 可听着段庆峰的汇报 叶天盛反而是大笑了起来 满脸激动的喃喃自语着 坚状 段庆峰等人一脸的不解 明明天剑门山门被毁 却还笑得如此高兴 到底是发生什么了 看着众人不解的目光 叶天盛摇头笑了笑 说 庆峰啊 我知道山门被毁 你很难受 甚至对那位高人也有怨气 但是你千万不能这么想啊 老祖 我 唉 他亲手毁了我们山门 怎么可能会没有怨气呢 段庆峰脸色憋得难受 碍于那位高人的实力 他表面虽然不敢说什么 甚至直接将彭仙儿交了出去 但心里要说没有怨恨 是根本不可能的 你呀 真是愚昧 叶天盛摇着脑袋 叫许说 我们非但不能对那位高人 有什么怨气 相反 他还是我们天剑门的恩人呢 恩人 这一下 段庆峰是更加懵逼了 于是连忙问 老祖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叶天盛神秘的一笑 随后将之前和一风相见的来龙去脉 朝段庆峰讲了一遍 听完 段庆峰还是有很多不解的地方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老祖 我还是没有明白 还望你解惑 叶天盛感慨了一声 最后悠悠开口 好 那我就为你一一道来 这位前辈究竟有多么的深名大义 你可曾记得 开山祖师预言过 我天剑门有灭门之危 久久无法破局 记得 段庆峰点头 叶天盛接着说 那你觉得 现在我们天剑门 这个灭门危机 破解了没有 段庆峰眼睛一瞪 惊讶说 您的意思是 不错 我天剑门的死局已破 叶天盛捋了捋胡子 笑着 而这也是那位先生 最为神明大义的地方 其作风 当成当时圣人 心胸也比天高 因为彭仙儿 那么不开眼的情况下 他并没有赶尽杀绝 仅仅是毁掉 我天剑门 山门 作为轻微的教训 甚至他还利用着教训 解了我天剑门的死局 另外还给了我一番机缘 所以 这不是当时圣人 是什么 文言 段庆峰恍然大悟 事实的确如叶天盛所说 他天剑门根基虽然被毁 但宗门人员并无折损 并且还解掉了万年 无法破的死局 第二百一十七集 原本他一直在山门被毁的悲伤中走不出来 这一刻算是阴霾尽散了 叶天盛又一脸崇拜的说 所以现在想起仙上推掉那局死棋时 对我说守着一盘死棋有什么意思 倒不如来一盘新的这句话 我才明白过来真正意思呀 原来他当时是提醒我 我天剑门当获新生啊 也幸好当时我没有轻举妄动 不然就是走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是啊 段庆峰也感慨不断 原本以为这次是他天剑门的大劫 实则是他天剑门的福泽与新生呢 段庆峰又忍不住笨 对了老左 恕我愚昧 那一局平局又是怎么回事 文言叶天盛感叹一声 郑重地说 这应该算是那位最终的警告吧 因为他明明轻而易举能够胜我 最后却以一局平局守卫 这等同于就是告诉我们 他可以有无数种办法 可以灭掉我们天剑门 但却愿意留给我们一条生路 这是放我们一条生路之后 要我们好自为之啊 所以我们万万不可辜负前辈的大义所为 同时要整顿宗门 杜绝彭仙儿此类的事情再发生 另外重建山门之时 再以仙上为原形建造圣人雕像 供人朝拜 天剑门任何人接济 必行三寇之礼 遵命 段请风郑重点头 目光对那一位也充满了感恩 因为这一位的的确确是圣人之为 对他天剑门有着再造之恩 当得上这一切 而心中也为之前对一风的怨气而感到深深的自责 看着一风离开的方向 他深深的鞠了一躬 两日之后 因为天剑门距离梅仙城并不远 所以一风已经回到了梅仙城 和老王头一群人聚集了 休息了一日 一风便准备带着众人继续踏上行程 毕竟他心里还惦记着自己弟子的婚事呢 而杨天宇等一群人 则是朝一风纷纷告别 脸上表露着依依不舍 一风轻声说 诸位 这次多谢大家了 但是我还要要紧的事情要做 所以暂时先告辞了 众人纷纷恭敬说 先生慢走 恭送贤卫 一风想起什么 又问着 对了 以后怎么样才能联系到你们呢 现状 众人变得激动不已 毕竟一风能够说出 常联系这种话 显然是已经认同他们了呀 想到此 众人纷纷拿出一块传送玉检 说 先生 通过这个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 看着手中的玉检 一风颇为惊讶 这玩意儿他知道是什么 和前世的电话差不多 但能够用得起这种东西的 除了修炼者之外便是那种有钱的土豪了 追求艺术的果然都他妈是有钱人 收起玉检告别之后 一风一行人一路朝下江赶去 经过了大半个月的跋涉 终于是来到了目的地 下江汉昌城 云家 七红的战武大门上挂着红绸子 结地大花 两边屋檐挂着大红灯笼 红绸绕满了整个院墙 一派的喜气洋洋 一风拢着袖子站在大门外 想着刚才道听图说的消息 一脸忧愁 云家要嫁女了 就在明日 新娘正是她的宝贝徒儿的初恋 云梦天 一听到这个消息 钟青眼睛顿时就红了 紧紧地攥着拳头 半句话都不说 徒儿 没关系 有师父在 一风安慰了他一声 便直接登门拜访云家 经过一番周折之后 一风终于是带着钟青 来到了云家客厅 上手 坐着一名中年男子 正在喝着茶 正是云家的家主云生 同时也是云梦天的父亲 忽然他放下茶杯 淡淡地看了一风和钟青一眼 问 哦 你们是从平江城来的 不错 云风笑着点头 云生直接问 我云家似乎和阁下并无瓜葛 这么远跑来 还请阁下说明来意吧 一风摸了摸鼻子 稍微一番寒暄之后 便也直接说明了他的来意 说吧 徐徒两人紧盯着云生 尤其是钟青 充满了紧张 可云生却大笑了起来 看向云风问 隔下莫非是在说笑 难道你看不到小女 明日就要嫁人了吗 云风解释说 我知道 所以这正是我如此迫切的原因 但是我弟子和贵女 确实是互相喜欢的 还望云家主 能够钻从后辈的意愿 好一句后辈的意愿 云生嘲讽一笑 将目光下意识地 看向旁边的钟青 问 我问你 你说你弟子要娶我女儿 你能够拿出什么东西 或者说你弟子有什么资格 云风说 事不相瞒 这次来我也是准备妥当了的 我这里有五十万金币 算是我给云家主的彩礼 云生笑着 五十万金币 你真把我云家当什么了 五十万金币就想娶我女儿 你未免也太异想天开了一些 云风皱起了眉头 难道还不够吗 这真的算他的全部家当了 云生挥了挥手 起身说 算了 我也不为难你们了 赶紧走吧 也不怕告诉你 我女儿要嫁的人 乃是叶家少公子叶无尘 或许叶无尘本身并无太多出色的地方 但他叶家 可是我汉昌城第一家族 叶无尘的大哥叶天赐 更是吹雪山庄外门的小队长 所以 即便我答应你 叶家也不可能答应的 所以 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免得惹祸上身 说吧 他朝旁边两名属下使了个眼色 走走走 两名属下见状 连忙将一封师徒两人 朝门外推了出去 第218集 云生看着离开的师徒两人 目光复杂 微微一叹 随后转身走到了后院 见状 几名丫鬟纷纷行礼 家主 云生问 小姐呢 丫鬟应声说 小姐就在里面 云生点点头 最后 推门走进了房间 房间中 正坐着一名十三四岁的少女 尽管她年龄不大 但是发育良好 翘脸长得兢兢致致 再过几年 恐怕又是一个 倾国倾城的大美人 不过 她却红着眼眶 半句话都不说 看着自己的女儿 云生吐出一口气 随后说道 孟天 让我意外的是 你曾跟我说过的 那个小男孩和他师父 真的来了 闻言 云孟天身躯一颤 猛然看向云生 连忙问 他怎么会真的来了 我当时不是特意让姑姑 想办法阻拦过他吗 怎么会真的来了 说到此 云孟天翘脸变得煞白 慌张地说 怎么办呀 父亲 他会不会卷入进来呀 一时间 云孟天是越说越着急 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我当时真的不应该招惹他的 明明自己已经深陷泥台 知道自己无法和他在一起 却还要招惹他 我真的不应该的 建状态 云生心中不是滋味 连忙解释说 都怪父亲不好 无法保护你 不过你放心 他们已经被我赶出门外了 那就好 那就好 本言 云孟天这才没有那么激动 云孟天 云孟天感慨了一声 云孟天 不远处的客栈内 一封却传出愤怒的声音 强 强 必须强 一封的声音格外坚定 虽说他是个凡人 但不代表他没有一颗热血的心 毕竟人这一生 为的就是个啥呀 为的就是个舒坦 上辈子因为生活 不得不低头 他已经受够了 他可不像这辈子也这样 至于后果 管他大爷的 先把人抢回来再说 当然 虽说要抢亲 但一封也不是完全一腔热血 肯定是要做到万无一失的 第一时间 一封派出吴永红出去打听那个什么叶家的消息 不一会儿 吴永红就将消息收集了回来 看来这个叶家确实还可以 看着叶家的信息 一封皱起了眉头 因为这个家族 除了那个在什么宗门当小队长的叶天赐之外 家里面武师 大武师 这种高手也有不少 而最厉害的 已经是到了武陵了 尽管一封对于修炼一窍不通 但是听起来 也应该很厉害了吧 这种情况下 恐怕真不是他们几个凡人能够搞定的呀 左思右想 一封拿起传音御简 就开始摇人 因为在这件事情上 他觉得能够帮到忙的 恐怕也就是那群粉丝了 而得到消息的杨天宇等人 几乎是以最快的时间赶了过来 你们怎么 什么快就来了 一封满脸惊讶 这速度快的 让他简直不可置信 我们刚好就在这边游玩 对对对 游玩游玩 真是太巧了 众人尴尬的笑着 一封看着这群人 除了一个巧合 他也不知道该说啥 随后回归正题说 诸位 现在我想找你们帮个忙 先生请说 众人纷纷露出激动之色 因为一封能够找他们帮忙 说明先生平时还是能够想到他们的 这一来二去就会越来越熟 哪一天先生高兴了 稍微赏他们一点东西 就顾他们受用终生呢 一封小声说 我打算抢一个亲 希望大家能够帮个忙 众人顿时惊呼了起来 抢亲 别那么大声啊 一封连忙竖起了手指 众人连忙近声 配合着一封压低声音 最后一封轻声的将来龙去脉 和他们讲了一遍 并且说出了明天抢亲的打算 这顿时让杨天宇等人感慨不已 这位大佬玩心还真是重啊 这他娘的不就是请他们来角色扮演 当龙套吗 不过他们可不敢挑破一封 唯有配合 纷纷拍着胸脯答应一封 一封的心中感动了 有你们这群粉丝真好啊 应该的应该的 众人纷纷客气应声 而能够得到一封的这一句认同 别提他们有多么的激动了 一封接着又说 不过有一说一呀各位 你们还少想清楚 这事儿危险也不少 听说他们那个叶家 可是有武灵呢 这凶伪 应该是很吓人的 第二百一十九集 武灵 众人对视一眼 最后纷纷复合说 对对对对 好吓人的 是啊是啊 真的好恐怖啊 说完众人还忍不住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仅如此啊 除了这个武灵 还有不少武师 大武师这样的中间力量 总之啊 这个叶家还是非常强大和恐怖的 一封又朝众人说 因为既然别人愿意帮助他 他也总得把这次的危险程度告诉大家 是啊是啊 看来这个叶家真的很恐怖呢 众人纷纷附和着 心中不见暗想 这位大佬的心境还真是反谱归真 简直就是完完全全把自己当成了凡人 一封又说着 所以哈 周围 若是觉得危险不愿意参与进来的话呢 大家可以退出 我不会怪你们的 只需要大家帮我保个秘就好 不退出 不退出 对对对 能够帮得上先生 哪怕赴汤蹈火 也在所不辞啊 众人连忙说 见状 一封一个响耻 到位 这群粉丝 真探娘的到位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好好商量商量 这一次的行动 一边说着 一封一边将门窗紧闭 就这般 南沙几大势力宗门宗主 圣女少主 再加上几个武帝 武圣 凑在这个小房间密谋了起来 如何才能够在那个武林高手的眼皮子底下抢亲 诸位 我们热罪行动 可能出现的最大变故 就是那个武林 这时 一封正宗的说 所以啊 针对这个武林 我们一定要有对付的方案 说到此 一封将目光看下了杨天宇等人 问 所以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能力 或者办法 也请到武林这种高手来帮忙 文言 众人对视了一眼 挠了挠挠的 一时间犯了难 是啊 我们 能不能弄到呢 那是有 还是没有啊 不由的 他们将目光看下了一封 小心翼翼的问 那 先生 那我们到底是 能还是不能呢 一封无语的问 你们问我干嘛呀 问你们自己呀 你们自己难道不比我更清楚吗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 能的 吧 说完 众人将紧张的目光看向一封 哎呀 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 一封一拍大腿 果然呢 他果然猜得不错呀 这群搞艺术的 真的是有些底蕴呢 武林这种一听就很牛逼的高手 居然真的能够请来 难怪呀 难怪之前彭英都被他们抓住了 剑装 众人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一次并没有揣测错一封的意思 一封连忙说 好 主位 那麻烦你们 尽快将这个武林高手请过来 当然 我们让这位高手压阵就好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 尽量不要这种高手出手 毕竟一封也是想到 能够请到这种高手也是蛮不容易的 先生 我去联系这位高手 薛沁竹恭敬地低头应了一声 随后走出了房间 走出房间后 薛沁竹拿出传音御检 命令道 立刻从宗中派一名武林过来 那边收到回音之后 薛沁竹这才重新回到了房间 先生 事情已经办好了 那位武林高手 很快就会赶过来 简直是太棒了 一封传出兴奋的声音 当然 也没有因为武林的加入 而完全上头 因为他明白 有了这个武林高手的加盟 也不过是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抢心这件事情 必须是要好好策划一番的 朱肉蓉 明天你的任务是 还有王大爷 你的任务是 一封一个个吩咐着众人的任务 随后又将目光看向楼本尾 说 还有你 你跑得快 鬼精鬼精的 你负责去花轿 听到没 而最后 土儿你呢 就到指定地点接一着 等老婆到手了 驾马就跑 薛沁竹等人问 那先生 我们 你们的话 需要跟我在一起 如果逼不得已打起来的话 恐怕还需要你们帮帮忙 当然 不需要你们真刀真枪的跟他们看 只需要你们牵制牵制就行 明白 一风一拍手 最后郑重提醒说 好 整个计划完美无缺 不过 诸位啊 最后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我们是凡人 跟修炼者硬碰硬是打不过的 到时候 千万要冷静啊 只可智取 不可强攻 能够不打起来 就尽量不打起来 大家 明白了吗 明白 众人沸沸应声 健壮 一风这才露出了满意笑容 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只要那个武林高手一到 随时就可以动手了 到了傍晚的时候 那个武林高手终于是来到了汉昌城 他叫剑无心 天魔宗内弟子中的小统领 当然是属于垫底那种 因为其他的统领都已经是武王了 此刻 他正恭恭敬敬地跪在雪庆竹的旁边 雪庆竹再一次问 我刚才的交代 你听清楚了吗 你要时时刻刻明白 你是一个武林高手 而我们 只是一群凡人 剑无心恭敬地回答着 启禀宗主 属下明白 一定会做好这一切的 只要你成功完成这一次的任务 我可以破格敬升你 是是是 多谢宗主 剑无心激动地应声 那好 你在这里等着 我去通知先生 雪庆竹急忙吩咐一声 随后朝客栈走去 客栈中 一封一大群人 正在为明日的大行动而准备着 雪庆竹走进来说 先生 那位武林高手到了 一封连忙起身 激动地说 好 快快 大家快跟我一起去迎接这位高手 说着 一封便热情地朝门外迎去 而朱肉龙 王大爷 杨天宇 李淑华 第五天明 第五长空 等等一干人 也随着一封朝外面赶去 门外 剑无心 手抱长剑 身上营绕着淡淡的武林气息 心中想着 雪庆竹对他的承诺而感到窃喜 因为只是配合演戏而已嘛 这任务实在是轻松的不得了啊 然而下一刻 他却眼珠子一瞪 差点一头栽在地上 这些事 吹雪山庄庄主 第五天明和少庄主 第五长空 风云谷谷主 云浩天 和风云谷圣女 云仙雀 玉剑宗宗主 杨天宇 李家家主 李淑华 这他妈都是什么 恐怖如斯的大佬 居然全部都聚集到了一起 一下子 刚才信誓旦旦的他 瞬间淡定不起来了 身子骨不由自主的打着颤抖 因为这些人代表着南沙的巅峰呢 而这时 一风走来 热情的问 你就是那位武林高手吧 而紧接着看到一风 见无心脑子一下子炸了 这位 这位不是那个绝世高人吗 还有旁边那个老头和大汉 这不是那两个武帝吗 还有那个黑袍 这不是灭掉妖帝那位存在吗 这他娘 这他娘是啥阵容啊 妈妈咪 我要回家 第二百二十斤 可正在他懵逼之间 一风忽然身躯一躬 抱拳说 见过高手 欢迎高手到来 而杨天宇 云浩天 王大爷等人 也跟着一风纷纷攻身 朝见无心传出恭敬的声音 见过高手 欢迎高手到来 我干 看着这一大群超级大佬 恭敬对他的模样 见无心一下子都快要哭了 他一个武灵何德何能啊 天哪 不要这样玩自己好不好啊 这他妈啥任务啊 刚才雪沁竹急忙忙的跟他说 叫他演戏 可是您老人家也没告诉自己 是在这群人面前演戏啊 他将求助的目光 看下了雪沁竹 雪沁竹脸色一寒 连忙瞪了他一眼 见状 见无心咽了一口口水 悄悄地藏起颤抖不断的双手 背负在身后 结结巴巴地说 不用客气 高手太客气了 快快快 快请进 一风连忙将见无心请了进去 最后在手座坐了下来 而看着簇拥在两旁的人 见无心身板坐的笔直 藏在桌子下的双脚 忍不住地发抖着 这喉咙里 一下一下地咽着口水 额头也时不时地冒着冷汗 一风又连忙吩咐着 好快 快要高人倒杯茶 闻言 杨天宇连忙给见无心倒了一杯茶 恭恭敬敬地 推到了见无心面前 见无心看着眼前这茶 又咽了一口口水 这是挺口干舌燥的 可是 可是他也不敢喝呀 一风说 高人 感谢你百忙之中 能够来帮助我们 事成之后 要什么报酬 你尽管说 只要我能够做到的 当然 明天高人给我们压阵就好了 大概率不用亲自动手 这话一风说得也没错 毕竟对面那个武林高手 总不可能亲自跑来接亲 好说 好说 剑无心吞吞吐吐的硬道 低着脑袋 尽量掩饰着自己的慌张 这是我们的计划 一风又对着地图 将之前的计划 跟剑无心说了一遍 剑无心瞬间懵了 这么一群大佬 聚在一起密谋了这么久 就为了抢亲 而且抢的还是一个 连他剑无心都看不上的小家族 大佬都是这么玩的吗 将计划过一遍之后 一风这才朝众人挥挥手 说 高人恐怕要休息了 我们先退出去吧 温言 众人纷纷退了出去 见到一风等人离去 剑无心一下子瘫在了地上 虚脱了 一日 汉昌城前所未有的热闹 因为今日乃是汉昌城 第一家族叶家 和第二家族云家 细节连礼的日子 尽管汉昌城 在整个南沙来说都只是一个小城 但这件事对于整个汉昌城的人来说 绝对算得上是大事情了 云家 张灯结彩 看似一片喜庆 可整个云家心中一片阴霾 叶无尘是什么人呢 云家都一清二楚 将云梦天嫁给他 根本就是往火坑里推 可碍于叶家的逼迫与威胁 云家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其实单纯从家族实力和底蕴来说 云家比叶家差不了多少 可关键是叶无尘的哥哥叶天赐 在吹雪山庄当小队长 吹雪山庄对于云家他们这种家族来说 根本就是庞然大物 而有了这一层关系 叶家是汉昌城绝对的霸主 房间中 云梦天翘脸挂满了泪珠 充满了憔悴 看着云梦天这般模样 云生心中很不适滋味 仗红着脸 说 云梦天 要不不嫁了 我去跟叶家说 云梦天连忙拦住他说 不 父亲 我若是不嫁了 叶家肯定记恨在心 为了汉昌城 将没有我云家的容身之地 就算为了我们云家 这上下几百口人 我也必须得嫁 都怪我没用 云生重重地叹着气 垂头丧气的 眼眶也变得通红 若不是因为这一点 他又怎么会将自己的女儿 往火坑里推呢 及时已到 叶家的叶无尘 穿着大红袍 骑着白马 带着长长的队伍 敲锣打鼓地 将云梦天接上了花轿 这一切 看起来是多么的和谐 尤其是前方 骑白马的叶无尘 脸上洋溢着 浓浓的笑容 云梦天这小妮子 他可是想了好久了 这一次 总算是拿下来 一想起今晚的 洞房花烛夜 他嘴角便 不由自主地扬了起来 可忽然 前方的三角岔路口 忽然传来一阵 嘈杂的声音 一大批人站在路中央 扭动着魔性的舞蹈 为首的是一名肥胖的女人 脚踩一双长筒雨靴 下半身穿着红色短裙 可以清晰地看到 露着的双腿上 长着粗犷的腿毛 上半身则扣着小巧的露气装 可由于肥胖的原因 将整件衣服撑得紧邦邦的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条龙 右边画一道彩虹 只见他一边喊着口号 一边挥动着手中的红色手绢 跟随着节拍声 甩动着头顶的马尾辫 这吸引眼球的一幕 顿时让夜无尘将目光看了过去 可当他细看这个女人的模样时 顿时瞪大了眼睛 嘴唇涂满了红红的一圈 满是胭脂的脸上 跟涂了一层灰似的 却掩饰不住那糟糕的皮肤 夜无尘只打哆嗦 感觉恶心干呕 好丑的女人 可就在这时 那胖女人侧身翘起屁股 手掌轻轻地一拍 同时猛地朝夜无尘 抛了个媚眼 撅起那又红又厚的嘴唇 嘴唇上面 还清晰可见那未剃干净的胡茶子呢 夜无尘胃里一阵翻涌 直接吐了出来 联盟一拽马缰绳 将白马偏离了方向 黑着脸是骂骂咧咧的喊道 真他娘的晦气 走这边走这边 说着 接亲的队伍朝另外一条路走去 实则上 另外一条路还要近一些 只不过比起原路 要显得狭窄很多罢了 而尖撞 跳舞的胖女人 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队伍一如既往地朝前走着 这是一条很长的街道 两旁也聚满了看热闹的人 可就在这时 传来一道哭天喊地的声音 便是见到一个瘸腿 撑着拐杖的老头 直接拦在了为首的叶无尘面前 你叶无尘 你好狠的心 你把我女儿搞大了肚子 就像犯脸不认人 你 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个说法 老头拄着拐杖 拦在路中间 杖红着脸喊道 这一幕顿时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纷纷露出了意味深长之色 朝这边挤了过来 毕竟任何人都逃不过 喜欢看八卦的定律 叶无尘黑着脸赤鹤道 老头你是谁啊 别血口喷人啊 老头颤抖着身躯喊着 你 你居然还不认 女儿 你快出来 文言 第五长空从人群中钻了出来 不过此刻 他打扮得亭云立 换上了一身女装 本就是美男子的他 在这副装扮下 当真有几分倾国倾城之色 只见他用手掌 撑了撑贴在胸前的一对包子 喊道 是你 就是你 当时你口口声声说 这辈子非我不娶 可现在转眼就娶了别人 你 你这个父亲汉 大伙快来给我做主啊 第五长空柔弱的声音传遍全场 那可怜兮兮的模样 当真是激起了不少人的保护欲 随着他声音一出 人群顿时热议了起来 朝夜无尘传出指指点点的声音 那见状 夜无尘脸色是一片乌黑 尽管他不将这些屁民放在眼中 可大喜之日发生这种事情 也会对他夜无尘的名声造成极大的影响 当即他便跳下马 朝第五长空走了过去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少给本少爷血口喷人 说着 他手掌一出 就朝着第五长空的胸口抓了过去 第五长空也不躲 任由他抓住 这夜无尘刚要发力 可觉得不对劲啊 下意识地一捏 他脸色一变 你居然 第二百二十一集 可他刚喊出声 第五长空就抓着他的手 大声喊着 快干哪 快干哪 这个父亲案的嘴脸露出来了 他一边不承认 一边却又要占人家的便宜 一时间人群是一阵骚动 越来越多的人朝这边汇聚了过来 而此刻的夜无尘也是被千夫所指 诸如这么亭亭玉立的女子 你都狠心抛下 这么柔弱的女人 你也却狠心伤害 等等这种话铺天盖地地传过来 而随着人越来越多 接亲的队伍阵型也开始被打乱了 忽然 变故再一次发生 头顶传来一阵杂乱的声音 随后便是见到 好几个人人手一箩筐 将箩筐里面密密麻麻的金币 倒了出来 好多金币啊 快想快抢啊 这一幕 顿时让场中的局面进入了大乱 无数人看着这些金币红了眼睛 再也顾不得什么看热闹 扑上去就开始抢啊 叶无尘脸色阴沉地骂着 该死该死 到底是怎么回事 却发现 刚才找麻烦那个老头和第五长空 把腿就开始跑 该死 你给我站住 叶无尘阴沉着脸 就要朝第五长空追去 呸 然而第五长空从胸前抓出一对包子 一下呼在叶无尘脸上 骂了一句 就钻进人群跑没影了 也在混乱的同一时间 一个黑袍人影混在人群中 悄眯眯地上了花轿 该死该死 都给我安静 叶无尘被挤的鞋都丢了一只 终于是被激怒了 从旁边护卫手中拔出一把长剑 就砍了出去 几道惨叫声响起 血洒了一地 剑撞 疯狂的人群这才安静下来 看着几道血淋淋的尸体 这才慌忙后退 不对 杀掉几人的叶无尘 总算想起了不对劲 提着剑掠空而起 飞到了花轿前面 随后猛地掀开了帘子 不过 那盖着红盖头的美人 依旧坐在那里 见状叶无尘这才松了一口气 随后大声喝道 派些人将刚才那些人抓回来 其他人继续回叶家 路途谁要是再敢妄动 直接杀无射 是 众属下齐齐应声 同时一队人马 寻着线索朝义丰等人追了过去 不好 他们追来了 义丰掩护着众人撤退 同时对中卿喊着 徒儿你带你老婆先跑 我们给你掩护 是师傅 钟卿拉着一个黑炮人登上了马车 随后扬边就跑 而钟卿他们走了之后 一风朝杨天宇等人说 初位 现在恐怕要麻烦大家齐心协力了 不干掉这群人的话 我们恐怕都跑不掉 本言杨天宇等人连忙应声 好的先生 可脸上却满是为难 终于要开打了吗 只不过苦恼的是 要怎么打呀 用多少力呀 众人互相对视着目光 一时间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他们不知道 如何是好的时候 猪肉蓉 老王头 还有吴永红他们等人 已经和追兵打了起来 双方是一触即发 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其中一个追兵抬起脚掌 还没来得及踢出去 便见到猪肉蓉直接倒飞了出去 猪肉蓉抱着胸口 脸色凝重的大喊着 老吴 他们好强 是五十强者 快来助我 老猪 撑住 我来了 吴永红举起一把凳子冲了过去 却被人一刀砍成了两半 吴永红当即吓得连连后退 脸色煞白 吴永红满脸慌张的说 真的好强啊 猪哥 这么强的高手 恐怕我们得三人联手了 孙诸葛喘着粗气喊着 不行啊 我也自身难保 被这个五者八重的高手 给压制了 而另一点 老王头也被人用刀追着到处跑 是险下还生的 另外的鲁大生 楚皇师两人 也同样好不到哪去 而看着这一幕 杨天宇 第五天明等一群南沙的掌门人 顿时是看傻眼了 乖乖 看着打得激烈而又艰难的模样 不愧是一直跟在先生面前的人 呸 直接让他们甘拜下风 而此刻 一风也已经加入战斗 健壮 众掌门人互相郑重的对视着目光 云浩天更是郑重的说 诸位 接下来我们怕是要打这辈子最艰难的一战了 大家可一定要全力以赴 控制好力道啊 众人点头 深吸了一口气 也加入了战斗 足足打了一刻钟 义风等人最终以微妙的胜利 而解决了这一次战斗 随后撤退 消失在了巷子之中 叶家 大摆宴席 而叶无尘的接亲队伍 也终于将新娘子接回了家 作为新郎的叶无尘 稍微在宴席中转了一圈 他便回到了新房之中 因为到晚上可还早着呢 喝了两杯的他 已经是完全等不及了 刚一进门 便看到那盖着红盖头的娇小美人 叶无尘双眼泛着光芒 搓着手掌 朝他传出邪魅的声音 娘子 有没有想你相公啊 那美人娇小的身体一偏 红盖头下轻哼了一声 我的小心肝 还有点小脾气 相公我更喜欢了 我来了 叶无尘脸上挤满了笑容 连忙靠了过去 撅起嘴巴 隔着那个红盖头 巴唧就亲了一口 随后便一把掀开了红盖头 可然而 红盖头下却露出了一个白花花的脑袋 同时他的嘴中还传出一道古怪的声音 第二百二十二集 啥玩意儿 哭了头 叶无尘吓得差点心脏病都犯了 更让他感到恐惧的 是这个酷了头居然朝他笑了起来 这笑容让叶无尘头皮发麻 心中出现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果然 冷不丁的一脚踹在了叶无尘的大腿中间 叶无尘直冒寒气 一股前所未有的痛楚传来 从脚底直接攀升到了脑门 凄厉的惨叫声传遍了整个叶家 当叶家众人赶回来的时候 那罪魁祸首早就跑得没影儿了 还顺走了房间里的几十枚金币 叶无尘弓着身子 一边惨叫一边嘶吼着 我娘子被人换走了 快 快给我去找 还有接亲时碰到的那几个 肯定也偷不了干系 给我封锁整个汗城城 当天叶家无数高手派了出去 赶伤我儿 我看你们哪里逃 叶怀 叶家的家主 也是叶无尘的父亲 同时也是叶家的最强高手 此刻带人追了出去 整个汗城城他有无数的眼线 很快就查到了一封一群人的消息 最终在承西一个偏僻的地方 追上了一封等人 叶怀阳空而起 砍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剑 给我死 见到这惊天动地的一剑 王老头和猪肉龙带着南沙的一众掌门人士 屁滚尿流 朝压阵的剑无心传出了求救声 快跑 好强的一剑 高手快出手啊 这是叶家的武灵冲过来了 看着这一群屁滚尿流的大佬 见无心嘴角抽了抽 真他娘的会装啊 不过他也不敢含糊 随后 掠空持剑朝叶怀迎了上去 不过片刻的功夫 叶怀就被他打飞 显然 同样是武灵 出身大宗门果然还是不一样的 撤退 叶怀知道不敌 瞬间没有了之前的硬气 带着人直接跑了 哇 高手就是高手啊 厉害 一风朝剑无心竖起了大拇指 不得不说呀 这武灵高手是真的强啊 可恨呢 就是他那该死的系统不争气 不然的话 自己也能够那么强吧 剑无心咬牙 掩住颤颤发抖的身躯 故意摆出一个 颇为淡定的姿态 应道 一般 一般 有惊无险地撤出汉昌城 一风等人 在一个秘密的地方休整着 一风想起 叶无尘杀死的那几人 心中颇为愧疚 今天这一趟 虽然圆满成功 可是害死了 好几个无辜的人了 文言 众人纷纷朝一风头去敬佩之色 先生真是有大慈悲之心呢 那等蝼蚁的死亡 他们都不放在眼里 却没有想到 先生是如此的耿耿于怀 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从暗中掠来 见状 云梦天流着泪花 连忙迎了过去 父亲 显然 来者正是云生 本来一风是想抢了人就跑的 可从云梦天那里 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一风才发现 自己差点坑了这个亲戚 一风充满汗眼 云大主 趁人不好意思了 都没有和你商量就 义兄弟 这说的是哪里话 说起来 我还想谢谢你们 我早就想要策划孟天逃走 可是一直下不定主意 倒是你们直接帮我完成了呀 云梦天流着泪水问 父亲 可是 可是我走了 你们怎么办 一风也同样说 是啊 云家主 要不 一起走吧 云生摇头 摸了摸云梦天的绣发 轻声说 我云家世世代代 都待在汉昌城 又怎么走得了呢 梦儿啊 是为父没用 没有足够的实力保护你 不过现在好了 把你交给这个小子 我还是很放心的 说着 他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钟青 钟青神色坚定地说 您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梦儿的 好 我相信你 云生一脸的欣慰之策 随后朝众人抱了抱拳 就准备离去 父亲 可挂满泪花的云梦天 根本就舍不得云生离去 死死地拉着云生的手掌 云生轻声安慰说 孩子 你不用担心我 你心里也清楚 我们云家发展了这么多年 也不是软涅的柿子 甚至真要拼起来 我们云家 也不见得就比叶家弱 可云梦天依旧不让云生离去 一旁的云风健壮 也生起了疑惑 我又问 云家主 既然云家的实力 不比叶家弱 那为何还要这么惧怕这叶家呢 云生叹了一口气 这个之前 也不是没有跟你说过 云风问 是那个加入了什么庄的小队长 对 吹雪山庄 通当一声 一旁 正应云风吩咐打水的 第五天明父子俩 一屁股摔在地上 碗也摔了个稀巴烂 云风问道 你们两个怎么了 父子俩心虚的说着 没没没 不小心摔了一跤 先生你们继续聊 继续聊啊 随后乘机跑到了 远处的密林之中 第五天明擦着额头的冷汗 对自己儿子吩咐说 妈的 到底是哪个网罢膏子 这是要害死我们 马上传音回宗 给我查到这个人是谁 立马断绝一切关系 将他逐出山庄 等第五天明父子俩回来的时候 云生已经离去 对此 一风也没有什么办法 虽然为了他徒弟的幸福 让云家置身于危险之中 是挺自私的 但既然云生也有这个意思 一风也总不可能将他再送回去 叶家 一道流光略来 落到了叶家大门口 哥 你总算回来了 见状 叶无尘父子俩 连忙迎接了过去 回来的正是接到消息的叶天赐 他冰冷的面孔冒着寒气 沉声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叶无尘哭丧着脸 朝叶天赐抱怨着 哥 有几个人把你弟弟的女人给抢了 其中还有一个武灵 还把父亲给打伤了 你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 叶怀同样传出声音 是呀是呀 你一定要为我们报仇啊 显然 即便是一家之主的叶怀 也将叶天赐当成了主心骨 谁叫自家这个儿子这么出心呢 叶天赐身上流露着淡淡的寒意 传出充满杀意的声音 好大的胆子 敢在太岁头上动吐 是不将我叶天赐放在眼里吗 这时叶无尘连忙说 哥 哥 按照时间来看 他们应该还没有离开汉昌的范围 而因为我们汉昌地理位置特殊 所以他们想要离开 就必须要过一线山谷 我们快速赶赶 肯定可以堵到他们 现在就等你点头行动了 哦 对了 还有云甲 云甲肯定也脱不开关系 小小的云甲 是不想在汉长城待了吗 第二百二十三集 叶天赐传出阴历的声音 吩咐说 父亲 我这就带无尘去追击他们 你这边将云甲先包围起来 待我将那群人拿回来之后 再一起灭了云甲 好好好 乘着夜色 叶天赐带着叶无尘 来到了一线峡谷 守株带兔 暗中 叶无尘抄叶天赐说 放心吧 哥 他们虽然有武灵 但其他人都没有很强的实力 最多比我们家那些武士强一点 叶天赐满脸寒光的说 这么一群蝼蚁 是哪来的胆子敢招惹我叶家的 是啊 这群屁民胆子太大了 放心吧 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叶天赐武王的实力 缓缓显露出来 脸上带着胸有成竹之色 哇 大哥 你已经突破武王了 健壮 叶无尘脸上充满了惊喜之色 哼 有我大哥在 管你们什么武灵还是什么人 统统都要去死 要你们这群该死的屁民 跪在地上给我舔鞋 还有那个骷髅 尽管叶无尘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玩意儿 但心中已经暗暗发誓 不管是个死灵还是什么东西 待会儿都要将他按在地上狠狠地踩着抱那一脚之仇 当然 还有那个男扮女装的家伙 败坏本公子名声不说 还用肉包子砸人 这群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死 不久后 透过淡淡的雾气 可以依稀看到峡谷下方 一个队伍缓缓地朝这边赶来 见状 叶无尘眼眸一亮 紧张地望着这对人马 等到这对人马靠近了 他脸上顿时露出了狂喜之色 叶无尘对时传出迫切的声音 紧紧地攥起了拳头 是他们 真的是他们 大哥 他们来了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等他们近一点 没有退路的时候 你就可以出手了 在这一刻 他甚至已经看到了 这群人被他大哥打残之后 跪在地上朝他求饶 满脸悔恨的样子 他也已经想好了 等一会儿 怎么一个一个地处置这些人 越想 他便越是得意 终于 叶无尘激动地喊着 大哥 时机已到 赶紧动手 可是等了一会儿 他身后的叶天赐 却没有半点动静 这是咋回事啊 哥 可以动手了 他又喊了一句 可是身后 回音都没有一个 他抱着疑惑的目光 朝身后看去 顿时发现 叶天赐不见了 咋回事 满脸得意的叶无尘 顿时呆滞在了原地 懵了 而此刻的叶天赐 却已经快要哭了 刚才他是准备动手的 可是他看到了啥呀 李淑华 杨天宇 雪沁竹 云浩天 等等一群南沙的超级大人物 除此之外 还有他吹雪山庄的庄主 第五天明和少主 第五长空 当然 最让他感到恐惧的 是车队里那个青年和那个黑袍 当日南沙边缘的事 他也有幸赶了过去 可是亲眼见证了 那个黑袍是怎么将妖帝级别的妖兽给弄死的 也亲眼见证了 那个青年是如何在妖帝级别的战斗下悠闲睡觉的 这是一群什么货 他可是一清二楚啊 叫他一个小小的武王去伏击他们 这他娘的不是史克郎班大山 自不量力吗 尽管不知道为啥会碰到这群人 但此刻的他只有一个信念 跑 在这群大佬没有发现他的时候 跑得越远越好啊 而被留下的叶无尘也同样难受 这 这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他哥说好了 要帮他报仇 可好端端的咋就跑了呢 那我 那我 我咋办啊 叶无尘一脸焦急 兜兜转转了好久 也准备哭丧着脸离开 毕竟这群人里面可是有武林高手啊 可他刚转头就迎面碰上了一张 让他寒气直冒的脸 声音传来 叶无尘嘴中对时发出尖叫声 昨日刚尝过的痛楚再一次经历 内酸爽直冲脑门啊 让他整张脸都变得扭曲 更让他绝望的是 那黑袍人还将他的衣服扒得是一干二净 挂在了树上 叶无尘哭丧着脸 传出哀嚎的声音 这到底是咋了吗 本以为是他报仇血恨的时候 却万万没有想到变成了这样 这时高空的云层中立着两道人影 正透着云层看着下方发生的一幕 为首的是一名女子 她一身黑色长裙 无风自动 面容冰冷 凌空而立的模样散发着独特的气质 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模样 另一人则是一名老者 身着道袍 看似苍老 双眼却透着一股洞察天机之色 那女子眼角略带戏谑之色 面无表情地说 难杀的这些人也真是可笑 怎么看也只是一个凡人罢了 却硬将此人脑补成什么绝世高手 也不知道那青年到底用了什么蛊惑的语言 居然让这一群人硬是坚信不移 其中还有两个二名五弟 真是夸天下之大鸡 一群愚昧的人罢了 倒是不必管他们 老者笑了笑 显然并不将这群人放在眼里 不过 那男孩真的是神族血脉吗 女子又问 锐利的目光透过云层锁定在中青的身上 老者神色略带激动地说 以我借用天象所算 神族血脉确实出现在南沙这一片 再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观察 这个男孩恐怕有五成是真的 这可是两百万年以来出现的第一个神族血脉呀 他的出现对我们 尤其是对你 非同小可呀 女子眉头微微一皱 沉声问 只有五成 而无法完全确定吗 老者苦笑地说 神族血脉 能窜出五成 已经耗费我毕生所学了 那没有其他办法激活我的体质 老者摇头说 没有 双修之法乃是唯一激活你血脉的办法 女子揉起了眉头 她身负神凤之体 却苦苦无法激活 本来这种和神族血脉同样稀缺的血脉 他并不抱激活的希望 可如今他们的境遇 除了激活他身上的血脉能够翻身之外 恐怕别无他法了 可激活神凤血脉的条件却极其的苛刻 便是要与神族血脉双修才可获得 可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神族血脉 却还无法完全确认 若真与之双修后发现 对方并非神族血脉 那他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女子问 也就是说 我必须完全确认才可行动 是的 老者硬道 犹豫片刻后又补充说 当然 你也可以冒险 女子摇了摇头 这种险 他可不敢冒 那如何才能确认 只有一个办法 接近他 你们同为上股血脉 待在一起的时候 或许能够引起一些血脉反应 那好吧 我就将他抓来便可 女子冷声说 便于动手 老者联盟祖来说 等等 我说的双修可不单纯是身体上的 若对方意愿不够强烈 你是无法激活神风血脉的 只有双方极度意愿引起共鸣才可 所以 你若是让那男孩对你产生厌恶之感 并且抗拒你 即便确认他是神族血脉 你强行与之双修了 也不见得能够激活你的血脉 女子收手 眉头再一次皱起 也就是说 他不仅要接近对方 他还要尽可能地讨好对方 老者又说 所以 可能要委屈你 找一个身份接近他们 尽可能不引起那男孩厌恶感的同时 确认那男孩到底是不是神族血脉 闻言 女子脸上顿时露出厌恶之色 也就是说 他也需要跟男杀那些愚昧的掌门人一样 配合着演戏 去当一个脑残 第二百二十四集 好久好久之后 叶无尘总算是逃脱了楼本尾的毒手 朝叶天赐追了上去 没想到叶天赐在半路上等着他 见到叶天赐 叶无尘苦涩着脸 连忙出声问 哥 哥 你为什么忽然走了呀 你不是说好了要帮我干掉那群砸碎吗 可他声音刚刚落下 却发现叶天赐黑着脸 一拳头朝他砸了过来 叶无尘到飞而出 抱着胸口问 哥 哥 你这是怎么了 我是你弟啊 你 你给老子闭嘴 叶天赐是怒不可遏 揪着叶无尘一拳头一拳头轰击在他的脑袋上 此刻的他当真是一肚子的火 惹谁不好 惹到了这群爹的头上 就在刚才他已经得到消息 吹雪山庄已经将他逐出山门 不用想肯定也跟这件事脱不开关系 叶无尘奄奄奄奄一息地问 哥 到底是怎么了啊 还问我怎么了 你知道那群人是谁吗 是谁啊 不就是一群垃圾吗 叶天赐一脚一脚地踹着 沉沉地喝道 垃圾 我让你垃圾 李淑华是垃圾 啊 第五天明是垃圾 我吃你的 云浩天是垃圾 五爹是垃圾吗 吃妖地的狗人是垃圾吗 我吃你的 什么 叶无尘宛入脑子里响起了一道炸雷啊 联想叶天赐刚才所说和之前逃跑那模样 他也终于醒悟了过来 明白了什么 一时间卡着嗓子眼半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脸上充满了浓浓的恐惧 可是他怎么也想不通 这么一群大人物怎么逮着他抢亲呢 一日之后 一个重磅消息在汉昌城四下散开 叶家丢下所有的产业连夜逃离了汉昌城 据有些人说他们走得很着急 以至于礼库都晾在院子里 没来得及收 而最懵逼的属于云家 本来被叶家团团包围 正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 叶天赐带着叶无尘跑来磕了几个头 就颤颤巍巍的离开了 若不是叶家从上到下都消失不见了 恐怕他们还以为有诈 大道上 一风一行人缓缓行驶而过 不过队伍却没有之前那么浩大了 云家将叶家跑路的消息传了过来 所以中青便带着云梦天回了云家 打算在那里待一段时间 而他的那些个粉丝也因为有急事 暂且回去了 这不事情都解决完了 一风就打算带着王老头等人 好好在四处逛一逛 毕竟来了这么久 光顾着赶路 也没好好看看这边的风土人情 而且刚好又是春天 就当是搞个春游了 一风问 老吴啊 叫你买的地图买的怎么样了 先生 这里是整个南沙的地图 您看看想去哪里逛一逛 吴勇红将地图拿出来 摆在一风的面前 而其他人也纷纷凑了过来 怎么样 你们想去哪里啊 一风问 众人纷纷摇头说 先生决定就好 先生决定就好 嗯 行吧 一风无奈地摇了摇头啊 随后将目光看向了地图 说实话 南沙是真的大 他们这一路走来 看到的不过是南沙的冰山一角 一风仔细看着地图 一方观察之后 一个独特的标记吸引到了一风的注意力 一风指着地图问 这是什么地方啊 文言 汪老头凑了过来 当见到一风指的地方时 眼皮子顿时一跳 他抬起头 有些忐忑地问 先生要去这里吗 一风点点头 嗯 这里看着挺近的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王老头神色复杂地说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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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南沙一个特殊且奇特的地方 而正因为这里 所以使得南沙这么个小地方 在整个仙江大陆也有不小的名声 哦 原来如此 一风恍然大悟地点头 旅游景点肯定没错了 毕竟能够让一个地方在全大陆都富有盛名 恐怕也就那种大点的旅游景点才能做到 一风是当即拍板道 当 就去这里 文言 王老头等人身躯下意识地抖了一下 身色变得极其紧张 可是看着一风坚定的模样 他们也不敢发表什么其他意见 或许 这个地方对先生来说 恐怕也没那么特殊吧 一行人 小歇一圈之后 便踏上了行程 南沙很大 繁华之地很繁华 偏僻之地也很偏僻 而由于地域广阔 城与城之间几乎都相隔很远 好在 这一路风景也是极美的 至少一风就在沿途看到了 不少前世所看不到的风景 这时 吴永红走来 吞吞吐吐的说 先生 我 刚收到消息 我家中有点麻烦事 需要回去解决 而由于比较麻烦的缘故 所以我还想借几个人一起去帮忙 还望先生 还望先生恩转 闻言 王大爷等人听到消息也走了过来 一封连忙问 你家里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心中也知道 吴永红确实不是平江城的人 吴永红连忙说 一点小麻烦事 说来话长 倒是不麻烦先生费心了 只希望先生和各位能够答应就好 哪有什么恩准不恩准的 有事情就赶紧回去解决吧 至于你说 要他们几个也去帮忙 我自然也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只想要他们自己同意就行 说着 一封将目光看向了王老头等人 王大爷笑着说 咱们这群人都是老朋友了 朋友有难 理应帮忙 只要先生没意见 我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 对 都是老朋友了 一时间其他人也纷纷表态 健壮吴永红对时露出感激之色 朝众人拘了一躬 感谢先生 感谢各位 健壮一封又说 老吴 你不用那么客气 若那边真的很麻烦 有用得到我的 也大黑说一声 文言吴永红感激涕零 原本脸上不满的忧虑 对时消散了许多 对他来说 一封的这一句话是绝对的保障 稍微收拾之后 吴永红便带着猪肉绒 他有鲁达生等人踏上了行程 而众人走了之后 一封才发现格外的冷清 就剩下他带着楼本尾还有狗子了 不过也好 人少也有人少的好处 略微修整之后 一人一鼓一狗子 重新踏上了春游的行程 当赶到下一个城的时候 一封已经是饿得鸡肠碌碌 雪上加霜的是 这个城市很小 一封找了大半天 才找到了一家酒楼 可是走进去一看 却发现早就人满为患 根本就没有空余的位置了 这可真是愁坏了一封 你说到下一家酒楼的话 有没有还不好说 在这等桌的话 也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不过一封倒是发现 二楼窗边的那张桌子 只有一个人在吃东西 那是一个中年男子 穿着雍容 满面红光 同时 他的身后还站着一名黑衣人 好像是护卫 看得出来 这名男子有些身份 微微一犹豫 一封便向那边走了过去 见到一封走过去 那黑衣护卫一步跨出 就要拦截一封 不过那中年男子却白手说 退下 说完 他将目光看向了一封 饶有兴趣的打探着 他很好奇 这个年轻人走过来干什么 在他打探的目光下 一封笑了笑 抱权问 这位老兄 大家实在是有点饿了 但苦欲没有空的位置 所以方便 跟你拼个捉嘛 第二百二十五集 打量一封的中年男子 挑了挑眉目 嘴角不由的扬起 拼个捉 眼前这个烦人有点意思 好像还从来没有人敢坐在他的对面吃饭 坐 他出人欲料的伸了伸手 好人 一封心中一喜 朝中年男子抱了抱拳 就一屁股坐那了 健壮 那黑衣护卫面色微微一寒 但是中年男子没有说什么 他自然是不敢轻举妄动 太来了 很快 桌子上就上了几个菜 一封二话不说 就冻块开吃 几口菜下去 一封是大感满足 再来一口酒 就更满足了 当即点了一壶酒 可一口喝下去 极其的难喝呀 正当一封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却发现中年男子的旁边 放着一个精致的小瓶子 瓶子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这让一封眼眸顿时一亮 一封笑着说 老哥 你这酒 我能喝点吗 这酒楼的酒 实在是太难喝了 这句话一录 顿时让那黑衣护卫眼中 寒光闪烁 此人好大的胆子 而中年男子也是大感诧异 和他拼桌倒也算了 居然还想喝他的酒 有意思啊 真是有意思 这些年 任何人在他面前都是唯唯诺诺的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所以他已经不记得 上一次和别人同桌吃饭 是什么时候了 更别说 还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要喝他的酒 他制止了身后的护卫 将饶有兴趣的目光 看下了一封 悠悠说 小兄弟 你可知道我这酒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喝的 说着 他眼神微微一眯 他很想知道 这个小凡人面对他的刁难 究竟会如何应对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一封脸色轻松的说 那我还真不是一般人 好 这倒是让中年男子 更加提起了一些兴趣 悠悠问 那你倒是说一说 你怎么就不是一般人了 记住 想好了回答 若是回答不好 我致你冒失之罪 一封夹了一口菜 放进嘴里 一边笑着一边说 你说 若我真是一般人 会和你坐在同一桌吃饭吗 闻言 中年男子顿时一愣 反应过来之后 他大为在上 好好好 好一个不一般 一时间看向一封的目光 变得耐人寻味了 如果说 之前他觉得一封有意思 但也仅此而已罢了 这种感觉 就像是一个人 看到了一只有意思的蝼蚁 心血来潮会观察他一番 但观察之后 他也不会再有什么兴趣 毕竟 蝼蚁就是蝼蚁 可是这一刻 他真的是对一封 有些刮目相看了 因为一封的这句回答 实在是太妙了 化解了他的刁难不说 还抬了他一拨 偏偏他还不能够反驳 因为若真反驳的话 岂不是就贬低了自己不行 中年男子亲自抬起玉瓶 帮一封买上了一杯 来 我给你倒一杯 但仅此一杯 一封小竹了一口 忍不住赞叹说 好酒啊 要是能天天喝到这种好酒 那人生也太幸福了 听到一封的话 中年男子身后的护卫满脸怒意 若不是中年男子阻拦 他肯定早就一巴掌 拍死这个凡人了 也不看看你对面坐着的人是谁 态度居然如此不恭敬 而且就那么一小杯酒 不知道有多么的珍贵 能够给你倒一杯 那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还想天天喝 真是一想天开 一封一边吃菜 一边问 对了 在下一封 喝了老哥的酒 还未请教老哥叫什么呢 中年男子说 荒无敬 一封点点头又问 嗯 名字挺好听的 对了老哥 你不会是修炼着吧 荒无敬看了一封一眼 稍微迟疑后摇头说 不 我并不是 我只是一个 嗯 商人 对 我只是一个商人 一封点点头 笑道 哈哈 原来如此 那看来你应该跟我一样 都没有修炼的灵根了 大胆 这句话 终于是让那黑衣护卫人 无可忍了 居然说尊上没有修炼灵根 紧着就是吓了你的狗野 若是你这个小小的凡人 知道了尊上的修为 恐怕会吓死你 然而 荒无敬却重重的赤和道 闭嘴 这里哪里有你说话的份 黑衣护卫下的冷汗直流 连忙闭嘴退却 荒无敬 这才笑着对一封说 小兄弟别介意 手下护卫不懂事而已 一封不介意的说 没事 倒是我唐突了 目光却有意无意的 看着荒无敬那酒壶 挠了挠挠的 终于是不好意思的问 老哥 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你再给我道一面 闻言荒无敬大笑了起来 这么有趣的凡人 他真的是第一次见 不得不说呀 他和这个凡人 接触起来非常的舒服 至少他想说就说 想做就做 不会像其他人一般 在他的面前唯唯懦懦 站不敢站 坐不敢坐 正所谓实力越强 便越孤独 正是如此 所以强如他 也会来到这种僻壤之地 坐在一个小酒馆 喝喝酒 看看风土人情 而此刻和一峰简单的相处 却让他心中 生出一股久违的感觉 荒无敬重新上下 打了一峰一眼 问 小兄弟是个读书人吧 一峰笑道 是 也不是 算半个 那行 那我便考考你 荒无敬目光闪动 思考着难题 刚好看到了旁边摆放的酒壶 别说 那小兄弟 便在半课之内 以酒做一首诗 若做得出 今日的酒 包你畅饮 若做不出 那我就翻脸 不认人了 一刻内 酒做诗 一峰摇摇头 问 嗯 还有什么要求吗 无要求 只需你在规定时间内 能够做出便可 既然如此简单的话 那今天 也是该我有酒喝了 一峰仰起了嘴角 在荒无敬呆滞的目光下 他自作主张的拿起了玉瓶 开始给自己倒酒 一边笑 一边说 我与君出使 游似雇人归 把酒共化乐 举杯 止酒醉 声音落下 酒刚好倒满 一峰举起酒杯 朝荒无敬伸了过去 荒无敬愣愣的看着一峰 反应过来之后 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好一个 有死故人归啊 看来我和小兄弟 真的是相见如故啊 哈哈哈哈 荒无敬连忙抬起酒杯 和一峰碰了碰 喝完一杯之后 他又重新帮一峰给买上 再也不吝啬玉瓶的酒了 一时间 两人是越聊越投机 酒过三旬 一峰打了个宝格 起身说 老哥 等我一会儿 我还养了一条狗 我去送点东西 给他吃一吃 说着 一峰提起打包好的一份菜 朝楼下走去 看着一峰的背影 荒无敬笑眯眯的 充满了在赏 可那黑衣护卫却忍不住了 连忙问 尊少 一个凡人而已 您何必 这岂不是浪费你的时间吗 荒无敬沉声赤和道 你懂什么 至少我看他 比看你舒服多了 黑衣护卫脸色难看 真不知道这凡人 走着什么狗屎云 居然能够得到尊上的青睐 也不知道 你这个小小的凡人 当知道尊上的真实身份时 是怎么样的一番表情 恐怕会吓尿吧 第二百二十六集 可荒无敬 却一眼就看穿了 黑衣护卫的想法 陈生说 你最好别在他面前 暴露修为 也更不允许暴露我的身份 我想把他留在身边 黑衣护卫感到不解 尊少 为什么 就算您觉得这个凡人有趣 想要他跟在尊上您的身边 但是您完全也不需要隐藏身份 因为只要他知道了您的身份 他自己都会跪求下来跟着您 到时候你想要他干什么 他还不就是乖乖干什么 荒无敬眉头一沉 运怒说 怎么 你还需会辩驳我了 黑衣护卫连忙低头说 属下不敢 只是属下 看不得那个凡人对你不恭敬的模样 尊少您是什么人 他又是什么人 他哪来的资格 跟尊少您平起平坐 你懂什么 我看中的 就是他与我这样接触的感觉 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 不许暴露我的身份 也更不允许在他面前暴露我的修为 因为这小兄弟心性虽然不错 但他凡人毕竟是凡人 若是吓到他了怎么办 本尊可不想好不容易碰到一个有趣的人 在我面前又变得唯唯诺诺 好 好吧 黑衣护卫恭敬的低下头 不敢再辩驳 给狗子送完饭的一封重新回到酒桌 抱歉的说了一句 老哥 久等了 慌无敬笑道 老弟客气了 对了老弟 你这次来这边是有什么事情要办吗 一封笑道 没什么事情要办 因为第一次来南沙 所以想到处走走 看一看风景 就当春游一番吧 慌无敬眼眸一亮 说 好 原来老弟跟我一样 要不我们一起同行吧 而且刚好我知道附近有不少好玩的地方 我可以带你去看看 那真是太好了 一封也满心欢喜 本来他一个外地人在南沙就跟无头苍蝇似的 现在有了个人带领他 简直就是求之不得 酒足饭饱之后 一行人终于下了酒楼 门口一封的马车停在那里 马车旁楼本尾和狗子在等待着 慌无敬看着楼本尾传出疑惑的声音 这位是 一封挠了挠脑袋 灵机一动 说 跟老哥一样 这也是我随身带的护卫 毕竟南沙路远 有个人跟着总会安全一些 之所以这么说 一封也是怕这骷髅架子吓到别人 想起慌无敬也带着这么一个黑衣护卫 他便这么说了 好 原来如此 慌无敬点点头 因为这黑袍人跟一封一样 也是一个没有任何修为的凡人 所以护卫而已 犯不着他花什么心思 倒是旁边的狗子让他有点奇怪 可是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所以然 便也收回了目光 不过他身后的黑衣护卫听到一封的话 却露出了不屑的神色 跟尊上一样带个护卫 这能比较吗 先不说尊上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就单从护卫来说 那矮不拉几的玩意儿也配称护卫 搞得倒是装模作样的 还戴个面具 可是真以为你穿上一身黑 就能够和他相提并论了 只不过这些心思他也只敢埋在心里 不敢当着慌无敬的面流露出来 跟随着慌无敬 一行人之间来到了江边 这里风景的确优美 江风拂过清清凉凉 两岸长满了桃花 铺满石板的道路上 三三凉凉的小姑娘走过 而江面上还飘荡着大大小小的船只 有家人才子在作对 有小两口在嬉戏 见到这一幕 一风对是心情大好 好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真漂亮 黄无敬笑着说 怎么样 老弟满意吗 满意满意 多谢老哥了 走 我们坐船去江上玩一玩 黄无敬笑了笑 随后带着一风朝岸边走去 岸边有不少的小船停靠着 这倒是和一风前世的一些景点差不多 只要给予一定的金币就能够租到 不过这种船都很小 一般只能坐两三人 无奈之下 一风一行人租了两条船 一风荒无敬带着狗子坐上了第一条船 而剩下的两名护卫则坐另外一条船 两只小船缓缓朝江中心飘去 从江中看去景色更加的宜人 可黑衣护卫看着坐在他对面的楼本尾 是满脸的不情愿 他是什么身份 身份崇高的他 凭什么让这个矮不拉击的下等凡人 跟他同坐一条船呢 而且还站在那里不说话 装深沉 他很看不惯楼本尾这副模样 只是他很想露出身上的修为气势 将这个矮子吓倒在地 不过迫于荒无尽的命令 他不敢如此 不过他目光微微一条 这并不妨碍他用其他手段 捉弄捉弄这个矮子 想到此 他随便从储物戒指中 拿出了一枚网品丹药 黑衣护卫扬了扬手中的矮药 喊道 喂 矮子 知道这是什么吗 然而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这枚矮药压根就没有引起这个矮子注意 仅仅只是白了他一眼 甚至那模样好像还充满了笔 天哪 黑衣护卫怒火中烧 差点直接炸了 他居然被这个该死的凡人小矮子给鄙视了 不过他还是强忍住了怒意 毕竟在他看来 这矮子或许压根就看不懂他手中是啥 所以他忍住怒意 直接说 实话告诉你 这是丹药 而且 还是网品丹药 就这一颗丹药 对你们凡人来说 乃是无价之宝 说完 他将目光望向了楼本尾 他似乎已经看到 这个矮子知道他手中是网品丹药后 大吃一惊和垂涎不已的模样 因为这颗网品丹药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 但绝对能够让凡人感到眼红 可然而 楼本尾的反应却再次出乎了他的预料 看都没看他一眼 对 在他说出这是一颗网品丹药之后 这个该死的凡人看都没看他一眼 这差点直接让黑衣护卫抱走了 这可是网品丹药啊 凭什么你一个凡人不表现出丝毫惊讶 甚至还无事啊 行 你撞 我让你撞 黑衣护卫牙齿咬得嘎嘣响 手掌一动 又拿出了一枚丹药 这是一颗黄品丹药 哪怕是武皇蒸发头颅也得不到一颗 现在 我只要你自己跳下船 我就可以把这颗丹药送给你 怎么样 这对你来说 可是天大的机缘 说到此黑衣护卫重新仰起了嘴角 他就不信 在这样的诱惑下 眼前这个凡人小矮子还忍得住 终于楼本尾看向了他 可出乎他预料的事并不是垂涎 而是传出鄙夷的声音 你拿一颗破狗粮 在那逼逼叨叨半天 还叫我跳船 你是脑子撞坏了吗 第二百二十七集 这一句话 差点让黑衣护卫 呛出一口老血 他气急败坏地喝道 狗粮 你竟敢说我的黄品丹药是狗粮 吓了你的狗眼 然而 楼本尾又不紧不慢地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 我骗你做什么 我家那狗子平时磕的就是这玩意儿 你 楼本尾这完全不将他放在眼里 还如此羞辱他的模样 彻底将黑衣护卫给激怒 浑身颤抖的他 双眼闪烁着浓浓的怒火 你这个低贱的凡人 我今天哪怕冒着激怒尊上的风险 我也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说着 他手掌一动 化作一道锋利的爪印 朝楼本尾的脖子抓了过来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眼看着就要抓到楼本尾 后者却将脑袋微微偏了一下 黑衣护卫是脸色大变的 明明他力道控制得很好 可莫名其妙之下 他扑通一声 整个人栽到了河里面 正相聊甚欢的义丰和荒无敬两人听到后面的动静 连忙回头看去 这要是怎么回事 可荒无敬却皱起了眉头 他这护卫是什么实力 他一清二楚 可是怎么会忽然栽到河里面去了呢 上岸之后 荒无敬直接将询问的目光 看向黑衣护卫 村上我 我 黑衣护卫仗红着脸 支支吾吾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荒无敬沉声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迫于荒无敬的威势 黑衣护卫这才将事情原委说了出来 随后他连忙解释说 我 我是想要给他一个教训的 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的 就栽到河里面了 荒无敬赤喝了一声 胡闹 这事 属下该死 属下再也不敢了 在荒无敬的威势下 黑衣护卫冷汗直流 低着脑袋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荒无敬瞪了他一眼 眼中充满了怒意 最好如此 只不过 让他来回想不通的是 抛开这件事情不谈 以他这护卫的实力 怎么可能因为这样就栽到河里面去了呢 不由得 他将锐利的目光看向了一封的护卫 那个穿着黑袍的小矮子 上上下下 郑重的打量着 可是终究他也没有看出过所以然了 荒无敬 黄无敬暗暗嘀咕 真是奇了怪了 叶伟 以他这个护卫 云郎的实力 即便隐藏了修为 也不可能存在 失足落水一说 他本以为楼本尾是什么低调的高手 才导致如此 但现在看来显然不可能 因为无论他怎么观察 一封的这个护卫 也只是一个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烦人罢了 当然 也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 一封这个护卫的实力 强到让他荒无敬也看不透 可是这可能吗 荒无敬显然不认为如此 因为能够在他面前滴水不漏的人 至少修为也要比他强大很多 然而这种人 荒无敬不认为会出现在南沙这种地方 荒无敬沉声教训说 看来都是你旧游自取 最后再警告你一次 你若再犯 就自己到吴兴崖待着去吧 云郎冷汗直流 连连道歉 撑到不会再犯了 夜晚 荒无敬重新租了一条大船 船头上 四名身材妖娆 打扮靓丽的小姑娘 簇拥在义丰和荒无敬的旁边 盈盈笑语中 花天酒地间 顺着江水 观望着沿途的美景 简直快哉呀 船舱的角落里 楼本尾抱着狗子 看着船头的一幕 眼中充满了优怨 看看人家 再看看自己 凭什么呀 然而最让楼本尾感到难受的 还不止如此 因为江面上有很多类似的船只 而刚好有一条差不多大的花船 跟他们的船只纵横交错而过 而那边船头上发生的一幕 才是最让楼本尾感到扎心的 因为那条船上 一个人被十几个好看的小姐姐给包围着 还猛眼捉起了迷藏 我抓到了 就在那船刚好离楼本尾最近的时候 那猛眼的人一下子逮住了两个小姐姐 抱在怀中 传出欢快的笑声 这一幕 简直看得楼本尾是柔长百转 最他妈让他感到羡慕嫉妒恨的是 船上那小子还他妈是个秃驴 楼本尾忍不住的嘀咕 凭什么 狗子敖庆仗着脸 传出声音喊着 哥 哥 你松一松 我喘不过气了 人生无畏啊 见状 楼本尾才松开了下意识抱紧的狗子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传出忧愁的声音 而对面那条船的一幕 也被一风看在了眼中 一个和尚玩得这么嗨 简直也是让他感到无语啊 老弟 我送你个东西 两杯酒下毒 荒无敬是越来越跟一风聊得来 放下酒杯 从怀中拿出了一枚玉佩 一风看着荒无敬手中的玉佩 疑惑地问 这 老哥 你这是做事呢 荒无敬笑了笑 轻描淡写地说 没什么 只是觉得和老弟相见如故 想要送个东西给你罢了 然而 云狼见到这块玉佩 却瞪大了眼睛 嘴中忍不住地喊出声音 当然你 因为或许别人不知道这块玉佩的作用 但他可是一清二楚 这可是一块尊品的宝物 佩戴在身上能够自动护主 甚至能够扛得住五尊实力的一击 这样的宝物就连他云狼身上都没有几样 尊上却送给了一个凡人 这顿时让他感到心里不平衡了 黄无尽暗暗瞪了云狼一眼 云狼这才不敢再继续作声 黄无尽将玉佩交到了一封的手中 郑重地交代着 老弟 记住 这块玉佩 你要一直随身携带 未来 你总会知道我的良苦用心的 不过他并没有解释太多 因为他不想给一封太大压力 而他此举的目的 也完全是出于对一封的关心 毕竟一封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凡人 在这种修炼世界中难免会碰到危险 而有了这块玉佩 基本上能够保证一封无忧 一封接过玉佩 莲王道谢 老哥真是太客气了 居然还送了我一个纪念品 心中暗道 这黄无尽也太客气了 还让他将玉佩随身佩戴 看来是个真讲情义的人呢 不过这礼尚往来的道理 他也是懂得的 想了想 他便拿出一个小木雕摆到了桌子上 黄无尽看着桌子上那 人形小木雕 老弟 你这是 一封笑道 老哥 这是我雕塑的葫芦娃 葫芦娃 黄无尽满脸纳闷 总之就是一个小玩意儿 同时这也是我送你的礼物 为了我们的情义 你也要随身带在身上 不要忘了我 一封笑了笑 将葫芦娃 向黄无尽推了过去 黄无尽正了正 他知道 一封误会了他要随身携带的意思 不过他并未挑破 而是配合着一封笑道 好好好 我也随身携带 绝对不会忘了老弟的 说着 他便将葫芦娃收了起来 当然 他心中也只将此物 当成一个纪念品罢了 第二百二十八集 可云郎心中却冷哼了一声 对一封充满了敌意 真以为尊上送你的 是什么纪念品吗 有眼无珠的东西 以后当你知道了 这块玉佩的样子 肯定吓破你的狗胆 接下来的两天里 黄无尽带着一封 将副祭使玩了个遍 黄无尽笑着说 老弟 说说 你还有什么地方 是想要去的不 我带你去 一封不好意思的说 还真有 但会不会麻烦老哥 黄无尽笑道 不麻烦 你尽管说 哪怕是天上 只要我兄弟开心 我也带你去 那就辛苦老哥 说着 一封就将地图拿了出来 只给黄无尽说 老哥 就是这里 这里 一看到一封指的地方 黄无尽脸色顿时变得精彩了 云郎则是露出一脸的不屑之色 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居然想去这里 也不看一看有没有资格 要知道 这里是南沙混乱之地的入口 这里自成一片小空间 而整个仙江大陆 也仅此这么一个地方 因此 这里聚集了整个大陆的邪修 以及被各大宗门通缉的犯人 总之 这里鱼龙混杂 就连南沙本土的一些大势力 也不敢轻易进去 你一个烦人 居然想跑进去 究竟是嫌自己活得太久了 还是怎么的 察觉到黄无尽的脸色 一风疑惑地问 怎么 老哥有什么麻烦吗 黄无尽郑重地问 老弟你真想去这里 一风笑着解释说 人生在世嘛 多走走看看 总是没错的 而且看地图上的标准 成个南沙就这么一个旅游景点 总得去打打卡嘛不是 旅游景点 黄无尽脸色更加复杂 原来他这个老弟 是把这里当成了旅游景点了 实在是不知道 让他说什么好啊 黄无尽想了想 便点头答应了 行吧 既然老弟你想去 我就带你去 尽管在他看来 他眼前这个老弟 显得挺无知的 但是话说回来 他很羡慕 或者是看中 一风的这份无知 因为在这种世界中 这种无知 往往是人身上 最为珍贵的东西 一风谢道 那就多谢老哥了 老弟不必客气 因为我便是那里的人 既然答应了你 我肯定带你游遍这整个旅游景点 显然 他并未对一风挑明这一切 因为他不想打击一风的热情 想要满足一风的这个愿望 而且以他的身份实力 即便在这片慌乱之地中 也自信能够保证一风的安全 就当成旅游景点 带着一风转一圈 也没什么大不了 一天之后 黄武警便带着一风 来到了混乱之地的入口 哇 还真是鬼斧神功啊 一风感叹着一切 因为呈现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块笔直的山峰 山峰底下有一个巨大的山洞 黄武警笑道 穿过这个山洞 就到了你想要去的地方了 绝对会让你满意的 说着 黄武警便带着一风 朝山洞内走去 山洞并没有一风想象中的身 不过摆仗之后 便感觉眼前一亮 一片新世界呈现在他的眼中 山峰耸立 鸟语花香 空气中飘荡着淡淡的雾气 让人心旷神怡 有一种站在云端的感觉 怪不得这里能当成旅游景点啊 一风这样感慨 黄武警只是笑了笑 这混乱之地景色确实美 整个南沙也找不到第二个地方 但是这份美中却蕴含着强大的沙气 就在此刻他便察觉到 有无数双眼睛正在盯着他们 这些眼睛中有混乱之地几个势力之人 也有一些邪修和散修 进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逃不过这里人的耳目 不过对于初次进入这里的人来说 也差不多到头了 因为隐藏在暗中的邪修和散修 势必会杀人夺宝 而能否有那个实力杀出重围 进入其中也成为了资格令牌 弱的人来到这里只配当送宝的人 秦武警挥了挥手 朝云郎传音说 去解决掉这些人 注意不要闹出动静 免得吓了我兄弟 云郎点点头 搅无声息地消失不见 云郎办事他倒是放心的 便笑着跟义风说 老弟 穿过这片山脉 有一座城 到了那座城 保管你会真正震撼的 说吧 荒无静带着义风从山中穿行而过 沿途也会给义风介绍一些这里特有的植物 亦或者一些鬼斧神工的景色 这让义风感到极其的满足 感慨真是不枉此行啊 可然而 刚刚还阳光高照的山中 渐渐变得阴瑟 随后慢慢长起了雾 荒无静锐利的目光观察着四周 并未发现什么异常 因为这山中起雾也算不得特殊 只不过让他皱眉的是云郎去了这么久 却还是没有回来 这很不应该 因为以云郎的势力 要解决这些人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荒无静心中莫名出现了一股不好的预感 便朝义风说 老弟 刚才我那护卫出去还未回来 在此地等一等他吧 没问题 等一等也好 义风笑着说 刚好他也走累了 一行几人在原地等待了起来 可让荒无静没有想到的是 等待良久后 云郎却依旧没有回来 这让荒无静面色终于变得凝重 一股无法预料的危机从心中缓缓涌现 因为云郎办事他是清楚的 这么久还没有回来 势必是出了什么大变故 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二百二十九集 在那种不好的预感 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 荒无静终于坐不住了 荒无静说 老弟 你们在这里等着我 我去找一找他 义风起身说 没问题 老哥注意安全 荒无静再三地吩咐道 你倒是不用担心我 倒是你 千万千万不可随意乱动 就在这里等着我 听到了吗 义风连忙说 好的老哥放心吧 见到义风点头 荒无静这才松了一口气 走进了迷雾当中 因为在他看来 迷雾虽然阻挡了他的事业 却无法阻挡他的神识 可下一刻他脸色就变了 因为他预料错误 这迷雾居然真的阻挡了他的神识 显然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迷雾了 而是某种阵法或者是禁忌 甚至荒无静隐隐感受到 这就是冲他来的 这让他凝重不已 一时间也无从应对 因为在视线和神识都受影响的情况下 即便是他也变成了瞎子 而应对这种情况 唯一的办法便是以不变应万变 想到此他果断回头 不一会儿 他便看到了一风带着楼本尾和狗子 在那里等待他 他连忙走上前 可是刚走出两步 一股毁天灭地的感觉朝他扑来 感受到这股危机 光无尽五弟势力 毫无保留的释放而出 手掌一翻 浑厚的一掌 朝前方拍了出去 前方空间陡然响起一阵动荡 慌无尽闷哼一声 体内翻涌不已 好在那股危机也总算是消失 可慌无尽却不敢再动了 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因为刚才那股攻击 明显是某种禁忌阵法发出来的 而能够发出这么强大的攻击 显然是一个杀阵 不用想他现在置身到了一个杀阵当中 他抬头朝一封看去 果然 原本起声迎他的一封已经消失不见了 所以他瞬间判断出来 这并不是他运气不好 无意踩到了杀阵中 而是有人刻意针对 先以迷阵限制视线和神石 又以幻阵吸引 一步步让他走进了一个布置好的杀阵当中 这步步为营的手段 当真是设计的完美无缺呀 这时三道身影从迷雾当中走出 传出冷笑的声音 黄无尽 我们可等候你们多时了 终于是等到你了 黄无尽脸色一变 是你们 混乱无形 其中一名红发男子说 不错 就是我们 当日你杀我们大哥 今日我们来找你寻仇来了 黄无尽沉声说 当日金刑乱杀无辜 企图以万人性命练就邪功 我虽不是圣人 但也看不得这种行径 杀他 乃是为替天行道 况且你们五人中最强的水行都不在 真以为凭借你们三人 是我的对手吗 红发男子沉声说 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 对付你 根本用不着二姐亲自动手 凭借我们三人 也能够轻松对付你 毕竟你现在可身处 沙阵当中呢 黄无尽眉头不易察觉地骤起 平常时刻 只要不碰到那个水行 他根本不拒这几人 但此刻他身处沙阵 哪怕动一步都不行 在这种情况下 要对付这三人 确实很艰难 红发男子火行 传出冰冷的声音 废话少说 兄弟们 送他上路吧 文言 木行率先施斩手印 木 束缚 伴随着一道冷壑 在黄无尽脚踏的地面处猛然裂开 随后无数条树根宛如长蛇般蔓延而上 从黄无尽双腿蔓延到他的双手 企图将他紧紧束缚 而在木行之后 土行的手段同时施展而出 土 大照理术 一声冷喝之后 黄无尽顿时感觉承受了巨大压力 双腿直接塌陷到了地面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 黄无尽面色扭曲 冷汗直流 本身杀阵限制他的活动范围不说 木行的束缚树和土行的重力树 无疑是让他雪上加霜 黄无尽 到地狱去忏悔吧 看着黄无尽这副模样 火行脸上满是仇恨 伴随着一道猙獰的笑声 他手中迅速结印 火 地狱火 声音落下的同一时间 一个庞大的火焰球 凭空凝聚而出 它就像是一个炙热的小太阳 携带着恐怖的能量 这一刻 周围温度骤升 空气似乎都快要燃烧了起来 死吧 终于这滔天火球 朝黄无尽推了出去 见状 黄无尽瞪大了眼睛 若是在平时 他有办法阻挡这一击 可现在的情况 他根本无法抵挡 眼中流露着不甘之色 他黄无尽的一生 就要这般结束了吗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忽然传来了一阵暴响 可这道音暴响声 却并非来自火行的攻击 而是来自他自己的储物戒指 也在爆炸的同一时间 一道耀眼的红光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红光中站着一道人影 他伸开手脚 呈大字立在半空中 一个大脑袋上顶着个小葫芦 方方正正的脸 炯炯有神的眼睛上竖着一双倒八眉 身披一件小马甲 有棱有脚 腰间还围着一张绿色的树叶 这是 黄无尽见到此人猛然大惊 因为作为五弟的他拥有超强的记忆力 瞬间就想起来了 眼前的这个人和一封送给他的那个小木雕 同出一辙 更准确的说 眼前这个挡在他身前的人影 就是一封送给他的那个小木雕 就在他惊讶这个木雕有如此功能的时候 更让他瞪目砸折的一幕出现了 眼前的葫芦娃猛然变大 变成了一个超天巨人 使得此刻的荒无尽 只能够看到他的脚后跟 而面对火星的杀招 那笼罩着恐怖能量的庞大火球 在变大的巨人手中 俨然变成了一个小玩意 一手就抓住了 最后猛的朝火星扔了回去 只听见一声惨叫 火星在自己的攻击之下 直接毙命 然后 那葫芦巨人又在荒无尽 瞠目结舌的目光下 直接把旁边一座山给扛了起来 举在头顶 猛然砸下了剩下的木星和土星 一道惊天动地的声音传出 整个山脉都震动了起来 木星和土星两人直接被砸在了山底下 就连惨叫声都没来得及发出 就被压成了碎片 这一切就发生在那么一瞬间 只使黄无尽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 那火星三人已经被灭得扎到不上了 咕噜 黄无尽咽下了一口口水 额头冷汗直流 强如他也被这恐怖如斯的手段给震慑住了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一个不起眼的小木雕居然发出了如此的威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心中出现了一万个疑惑 义丰明明只是一个凡人 怎么送他的东西却拥有如此滔天的威能 莫非说自己这个老弟是一个隐藏实力的高手 但是也不可能 若真是高手 他们朝夕相处这么多天 哪怕是十米五地 也不可能不让他发现半点端倪 除非他这个老弟是仙人 可是这猜测更加扯淡了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是踏入五地行列的人其实都知道 仙江大陆的成仙之路早就被人斩断了 也就是说 如今的仙江大陆不可能出现仙人 同时仙界的高手也同样不可能来到仙江大陆 就在这时 那变大的巨人陡然缩小 随后变回了一个小木雕 落在了荒无敬的脚底下 荒无敬捡起小木雕细细观察 却发现这木雕却已经开裂了 原来如此 看着开裂的小木雕 荒无敬心中猜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个小木雕 是成仙之路未斩断前曾经的仙人留下的 然后出于某种不知名的原因 流落到了凡间 阴差阳错之下 落入了一封的手中 随后一封又将纪念品送给了他 这才救了他一命 而这也解释了 这木雕为何发挥一次功能之后 开裂了 恐怕他在历史长河中 微能渐渐的流失 刚才的大显神威 彻底用尽了他体内存续的微能 荒无敬自嘲的笑了笑 老弟啊 我运气真好 我本想送你东西自保 却没有想到 你送我的东西 却救了我一命 不过 这姑且也算是好人有好报吧 若不是他送玉佩给一封 一封恐怕也不会送他这个小木雕 更不会因此而救他一命 想通这一切 他收起了小木雕 目光重新正中了起来 因为火星三人的危机是解除了 可他身处杀阵的危机 可并未解除呢 时间缓缓过去 无聊的一封靠在树底下 已经是睡了一觉醒来 可当他醒来的时候 却发现荒无敬和云郎两人 还没有回来 看着这么大的雾 一封心中是担忧不已 想了想 他还是决定去找一找荒无敬 一封朝楼奔委吩咐道 你在原地待着啊 哪里也不许去 若是荒老哥他们回来了 你就跟他们一起 在这里等着我 楼奔委张了张 上下恶 看到一封瞪着眼睛 他连忙改口应道 哦 见楼本尾答应 一封才招呼上狗子 朝迷雾当中走去 当然 他敢这样有恃无恐地走进迷雾当中 也是因为有狗子 所以即便找不到 这狗子应该也能够寻着气味走回去 就这般 一封带着狗子在雾中走啊走 终于 狗子传来了一声叫声 闻声 一封连忙观察四周 顿时发现 前方朦朦胧胧的大雾中 站着一个人 看其身影 应该就是 荒无尽 一封顿时大喊 老哥 作为五帝实力的荒无尽 无感极其敏锐 瞬间就听到了一封的喊声 他没有想到 一封居然找他找到这里来了 可下一刻 他脸色大变 因为一封居然朝他这边走了过来 这让荒无尽瞬间变色 要知道 他这附近范围可是有一个大杀阵的 而且这个杀阵的麻烦程度 远远超乎了他的预料 他在火行等人死后的时间里 经过了多次尝试 已依旧对这个杀阵束手无策 而这种让他一个五帝都不敢移动半步的杀阵 一封这个凡人闯进来 那肯定是死死无生 再加上这种杀阵 摸不见看不着 所以荒无尽连忙大喊道 老弟别过来 有杀阵 一封张起耳朵喊道 有什么 有杀阵 什么阵 有杀阵呢 有杀什么 哎呀杀阵杀阵杀阵哪 荒无尽是急得直跺脚啊 可还是没有听清楚的一封 挠了挠脑的 说个话而已 干嘛要这么累呢 直接走过去不就好了吗 想到此 就没再管荒无尽喊什么 便直接朝他走了过去 见状 荒无尽的脸一沉 按道完了 一想到一封马上就会在杀阵下 惨死的模样 他一脸的痛心之色 可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一封一路穿行无阻 这一幕对时将荒无尽给看蒙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 为什么这杀阵对一封无效 难道一封所在的范围还不在杀阵中 所以还并没有触发 可他刚刚如此想的时候 正出神的他猛然发现一张脸凑到了他的面前 原来他刚才出神中 一封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 只见一封拍了拍他的肩膀 说 老哥 你愣在这干什么呢 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不过你也挺聪明的 知道雾搭乱走会迷路 所以在这里等着 这一刻 惊得荒无尽的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看一封的目光跟见了鬼似的 如果说之前一封所踩的地方还没有到杀阵范围 那此刻一封已经走到他脸上来了 总不可能还没有到杀阵范围吧 但是 还能安然无恙 倒不是他盼望着一封出事啊 只是他实在想不通这一切 明明他轻轻动一脚 就有强大的阵法攻击起来 让他这个武帝高手都不敢乱动他一步 偏偏一个凡人却能够畅行无阻 这直接给黄无尽给弄懵了 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啊 甚至黄无尽联想起刚才的小木 雕 也假设过一封真的是某种让他看不透的超级高手 可是也依旧不成立啊 因为哪怕是再强的超级高手 也同样会触动杀阵 发出攻击 冲击量 实力强大的话 面对着杀阵的攻击能够轻易摆平罢了 可眼下 这杀阵就是完全无视一封的存在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惊骇的他刚准备朝一封开口发问 却发现一封带着狗子已经朝回去的路走出好远了 同时传来他呼喊的声音 老哥 别发呆了 可以走了 有狗子在 这不会迷路的 你得赶紧跟上啊 黄无尽更加懵了 看着一封背着手 一边走 一边脑袋朝天哼着小曲的模样 他瞬间感觉眼前的一切都是如此的不真实 难道 是一封老弟走过来的时候 这杀阵已经自动消失了 他想了好久 只想到这么一个解释 想到此 他露出防备姿态 小心翼翼的走出了一脚 果然 杀阵已经消失了 原来如此啊 黄无尽松了一口气 看来 真的是一封走过来的时候 杀阵刚好自己消失了 尽管阵法这玩意 自动消失这事 他也不是这辈子第一次见 但眼前的事情 也只能够如此解释了 唉 我这个老弟 还真是气运之子啊 之前的小木雕救了我一命不说 这杀阵消失的时间 也刚好卡得这么好 黄无尽感叹了一句 随后连忙朝一封赶了上去 一封问 怎么样老哥 还没有找到你那个护卫吗 黄无尽目光微微一沉 摇了摇头啊 这明显是混乱五行 针对他的一个杀局 连他黄无尽 也是靠一封送的小木雕 才逃过一劫 云郎恐怕真的是凶多吉少了 想起那个小木雕 黄无尽思考着 要不要跟一封说刚才的事情 要不要让一封知道 他送的小木雕救了他黄无尽一命 此处有一首忐忑 我就不唱了啊 可看着一封背着手摇头晃脑 一脸轻松的哼着 让他感觉一言难尽的歌声 他还是终止了这个想法 因为将刚才的事情和一封说出来 这就代表他需要把所有的事情全盘托出 也包括他荒无尽的修为和身份 先不论这种事情会不会吓到一封 他也需要考虑 暴露了身份和修为之后 一封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 和他保持这种关系相处啊 所以他还是选择不说了 至于小木雕的那份救命之恩 自己暗暗记在心里 找机会报答就好了 一封笑着安慰说 放心吧老哥 你那护卫肯定没事的 指不定跟你一样 还怕麋鹿待在哪里不动了呢 等雾散了 他自己就会回来的 黄无尽强笑了一声 但愿如此吧 世泽 他心中最担忧的并不是云郎 而是另外一个未曾出现的人物 水行 一个让他荒无尽都感到恐怖的女人 他荒无尽自问 在整个混乱之地 他都没几个怕的人 但是这水行绝对算一个 夸张点来说 若不是自持身份 他看到这个女人都想绕着走啊 而以五行的行事风格来看 既然火星三人在这山中出现了 那么水行也肯定在这山中 既然那个女人在这个山中 那么便代表自己迟早会碰到这个女人 金行的死先不说 若是那女人知道木行火行土行也已经死了 那双方一见面 势必是不死不休啊 一想到此 他就感到头疼 因为他面对这个女人 他压根就没有把握 一棵树底下 楼本尾百无聊赖地坐在泥地上 无聊啊 他叹了一口气 从怀里边摸出一棵珠子 丢在地上把玩着 袖子中钻出一条蜈蚣 羡慰地说道 哥 别叹气 弟弟给你表演个节目 随后竖起身子 滚动着那棵珠子 转起了圈圈 楼本尾摇头说 叶峰啊 你这滚珠子的模样 像进了滚屎球的屎克狼 有啥好看的 你还是省一省吧 叶峰无功羡慰地说 哥 弟弟这不是看你无聊 想逗您开心吗 您要实在不开心 您玩我吧 楼本尾摆了叶峰无功一眼 没好气地说 我玩你有什么意思 我想要的是妹子 是妹子你知道吗 说起来 我已经不知道多久 没有触碰过妹子了 就在一鼓一无功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中 雾气中掠出了一道身影 正是久久未归的云狼 终于找到人了 这武器不寻常啊 云狼松了一口气 本来他早就办好了事情 只不过这武器 屏蔽了他的视觉和感官 使得他压根就找不到 欢无敬等人所在 不过 等他发现找到的人 是楼本尾后 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云狼冷着脸问 喂 矮子 我问你 我主子人呢 楼本尾白了他一眼 压根就没理会 云狼顿时满脸怒一样 好你个矮子 之前在江上的事情 倒也罢了 此刻居然又无视他 当真是让他怒火中烧啊 可就在他想 乘着没人的时候 教训教训楼本尾的时候 忽然发现前方的雾气当中 一道高挑的身影 缓缓地走了出来 他穿着暴露 五官绝美 而最引人注目的 便是他那一头银发 披在肩上 像极了一条 熏细而下的瀑布 可就是这么个女人 对时让云狼脸色骤变 宛如见了鬼一样啊 他万万没有想到 在这里居然碰到了 这个女人 云狼闷着头皮 朝来人抱拳道 云狼见过水星前辈 不知前辈在此 云狼多有得罪 我现在立即就离开 随后 他将目光看向了楼本尾 连忙使着眼色喊道 孩子 快走 快跟我走 可然而 楼本尾就跟没有听到他的话似的 呆呆地看着走来的女人 嘴中还忍不住地呢喃着 好漂亮的小姐姐 你要是能够陪我一晚上就好了 妈要死啊 听到楼本尾这句话 云狼差点魂都吓出来了 这一刻他恨不得掐死楼本尾啊 你妈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矮子 也不看看眼前出现的人是谁 居然敢说出这种大言不惭的话 冷汗直流的他 连忙朝女人陪笑说 前辈 我马上带他走 说着 他一把拉起楼本尾的手掌 就要带他走 可他还未来得及提步 那女人嘴中便传出了 玩味的声音 你是那荒无尽的人吧 云狼如临雷击地正在原地 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他本以为这个女人不认得他 所以他想趁着这个机会 速度带楼本尾离开此地 却没有想到 这女人一言就道出了他的身份 以尊尚和这个女人 形同水火的关系来看 他要走恐怕是不可能了 云狼干脆放弃逃跑 转身笑道 前辈果然好眼力 可女人却并未理会云狼 而是双眼直勾勾地 看着楼本尾手中那颗珠子 他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也是因为这颗珠子上的气息 吸引他过来的 二命妖帝的妖丹 而且还是水属性的妖丹 对他可是不可多得的宝物 云狼朝女人说道 前辈 我留下没有关系 但是我旁边这个矮子 他只是一个凡人 恰好同路罢了 能否放他离开 同时也低头朝楼本尾轻声说 矮子 本来确实看你不顺眼 但是这事也的确跟你不相干 我会尽力想办法让你逃跑 你若是能够跑出去 尽量找到我主人 将这里的事情告诉他 如果找不到我主人 你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 千万千万不要再回来了 可女人依旧没有理会云狼 那双灵动的双眸 依旧是紧紧的注视着楼本尾手中的腰单 随后他缓缓抬起那双毫无瑕疵的长腿 朝楼本尾走了过去 见状 云狼脸色一变 闷着头皮拦在楼本尾面前 前辈 我说了 他只是一个凡人 他和我们之间的事情毫不相干 还望你放了他 哼 过我走 女人终于露出了不耐烦之色 声音落下的同时 一颗水滴凭空出现 最后凝聚出一只透明的发着 猛地抽在云狼的脸上 煞时间云狼瞪着眼睛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口里吐着白沫 一个废物 你找什么存在感 他要你个废物 想办法逃跑 女人不屑地看了云狼一眼 这才将目光望向了楼本尾 紧缩着眉头问 阁下是何人 本集播放完毕 第二百三十二集 躺在地上吐着白沫的云狼瞪大了眼睛 这女人说话是怎么回事 意思是 这矮子比她强 这怎么可能呢 可水行却完全无视了她 从她的身上跨过 站在距离楼本尾一丈的距离停下 那双毛子上上下下地打着楼本尾 似乎想要将楼本尾看穿 可是 她在楼本尾的身上根本察觉不到丝毫的修为 看起来就跟个凡人似的 也难怪脚下这个废物会把这个黑袍人当凡人看待 但是这个废物认不出那颗腰单 她可是认得出 能够把二命腰地的腰单抓在手中把玩的存在 可绝对不会是一个凡人这么简单的 至少这看不透猜不着的状况 让她水行一时间也不敢轻举妄动 而且她那直勾勾盯着她的样子让她很不舒服 忽然楼本尾有了动作 这让水行警惕心大起 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黑袍在旁边摘了一朵小花 忽然朝她伸了过来 这莫名其妙的一幕 顿时让水行充满了懵逼 水行警惕地看着楼本尾 又看了看那朵小花 忍不住问 格相是什么意思 楼本尾理了理自己的黑袍 挺起腰杆 郑重地说 哦 忘了自我介绍 在下渣男楼本尾对姑娘一见如故 送小花一朵 希望能够跟姑娘共度良宵 这 水行差点张大了嘴巴 此人是不知道她的实力吗 在这种情况下居然撩她 还撩得这么没水平 躺在地上吐白沫的云狼 想死的心都有了 这个矮子 真她娘的是不走寻常路啊 她也不知道该说是佩服 还是该说她作死 看着楼本尾一副真诚的模样 水行尴尬地笑了笑 说 阁下还是别跟我开这种没营养的玩笑了 开门见山地说吧 我想要你手中的那颗珠子 所以阁下能否让给我 说着 她目光炯炯地看着楼本尾 今日 她对这颗妖丹是势在必得 如果此人愿意给她 那万事大吉 但若是不愿意给她 哪怕看不透她的修为 她也只能够强强了 原来姑娘喜欢这颗珠子啊 可以啊 只要姑娘跟我共度凉宵 陪我聊聊天喝喝酒 我就把它送给姑娘 门眼水行脸色几番变幻 她算是看出来了 眼前这个黑袍人就是个奇葩呀 既然如此 倒不如顺着她试试看 水行仰起嘴角 悠悠说 好 我答应你了 那你可以将这颗珠子给我了吧 好啊好啊 楼本尾开心地说 二话不说 就将手中的腰单给了水行 同时 手中的花也不忘了递过去 抓着手中的腰单 水行露出了不可置信之色 她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真的就这么将这颗腰单 给拿到手了 她原本只是尝试着 顺着这个黑袍人话说的 对于她真能给自己腰单 她是完全没抱希望 可谁知道这黑袍人这么慷慨啊 真是个奇葩呀 她大改兴奋 有了这颗腰单 或许就能够助她突破了 卢本尾迫不及待地搓了搓手 同时从旁边搬了一个石头 将石头上的灰尘 劈里啪啦的拍得干干净净 殷勤地招手说 姑娘过来坐 快过来坐啊 水行仰起嘴角 悠悠说 做的话 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做吧 另外 多谢你的腰单了 毕竟腰单都已经到手了 谁还真的陪你一个奇葩 共度凉宵啊 说吧 她冷笑一声 随后纵身一掠 就闪进雾中消失不见了 一心迫切的楼本尾 看着忽然消失的女人 傻了 整个人正在了原地啊 一旁 云郎亮亮呛呛地 从地上咕噜起来 看着已经离去的水行 感到了满脸的不可思议啊 原本她以为是必死的局 却没有想到水行就这么离去了 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真好啊 她连忙朝楼本尾问 外子 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有一颗什么珠子 这么重要 居然让她对我们两个的性命 都没有兴趣了 云郎的声音传来 正住的楼本尾 这才反应过来 她哭丧着喊道 怎么骗人呢 怎么走了呢 不是说好了要共度凉宵的吗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啊 她右手摸着心脏 脚掌向后亮下了一步 痛啊 真她娘的痛啊 她终于体会到了 被女人欺骗 被女人伤害 是什么感觉了 云郎翻着白眼说 你得了吧 能够逃过一劫 已经是幸运 还真想让她跟你一个凡人 共度凉宵 你可知道她是什么人 可楼本尾却没有理会她 转而充满了愤怒 不行 该死的女人 说好陪我的 我必须把她抓回来 楼本尾充满怒火的声音传出 手掌轻描淡写的抬了起来 最终喊着 给本渣男回来 云郎白了楼本尾一眼 他也算是看出来了 这矮子真就是个二货呀 就你这抬一下手 还真能把水星给抓回来不成 你他妈以为你是神呢 可下一刻 云郎傻眼了 只见那浓浓的雾气当中 一道熟悉的身影 倒着飞了回来 瞬间就被楼本尾给抓到了手中 咔的一下 云郎呼吸困难 只感觉自己喘不过气了 喉咙中宛如卡了鱼刺一般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呀 眼珠子也惊得快要爆掉了 这矮子轻描淡写的抬了抬手 居然真的将水星给抓了回来 这一幕 看得云郎是那么的不真实 甚至是直接颠覆了他的认知 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 他亲眼所见 即便再不可思议也做不得假呀 他瞬间明白过来 这矮子是他们一个超级强者 强到让他不敢想象的地步啊 毕竟水星是什么人呢 就这样被他随手给抓回来了 而想起自己一口他们一个矮子 一口一个废人 他对时冷汗直流啊 双嘴也不争气的打着哆嗦 牙根也忍不住的打着磕巴 而此刻的水星 脸上也充满了恐惧的神情 刚才他还在因为顺利得到 二命妖帝的妖单而沾沾自喜 心中嘲笑着 怎么会碰到楼本尾这种搞笑的奇葩呀 下一刻 他便感觉有一只无形的手掌抓住了胆 并且以一股 让他完全无法抵抗的力量 将他抓了回去 这种手段即便是二命五弟巅峰的他 也闻所未闻呢 简直就是超越了他对实力的认知 他瞬间明白他闯大祸了 得罪了一个让他感到绝望的超级高手 前 前辈 他硬着头皮回过头 看着身后的黑袍人 强行露着笑脸道歉道 前辈 我有眼无珠 还希望您高抬贵手 千万不要跟我一般见识 您的妖单 我现在马上就还给您 说着 他连忙将那颗妖单双手奉上 楼本尾一手就将那颗二命妖单 给生生的捏碎传出了愤怒的声音 哼 你居然敢欺骗我的感情 本渣男很生气 水行看着这一幕浑身之大颤抖 也要知道 妖单可是妖兽最为坚硬的东西 就这样一手给捏爆了 那要是捏死他 还不得跟玩似的呀 他连忙跪在地上 颤抖着身子求饶道 前辈 前辈 真的是我有眼无珠 晚辈愿意做任何事情 平息前辈的怒火 楼本尾愤怒地说 我要你服侍我 好好好 只要前辈消气 让晚辈做什么我都愿意 这还差不多 楼本尾的怒火 这才消了一大半 随后一屁股坐在石头上 身子也悠闲地 靠到了身后的树干上 随后挥了挥手 说 先给本渣男跳一支舞 这让水行满脸为难 这叫他打一套舞技没问题 你叫他跳一支舞 这不是要他命吗 关键是他自己也不会呀 然而那黑袍下传出了 怨怒的声音 水行一个哆作 紧咬着红唇 硬着头皮 扭动着水蛇腰 在楼本尾面前 尴尬地跳了起来 一旁云郎看傻了 这可是水行啊 让他尊上也忌惮三分的人物 居然真的就这么牛起来了 他倒抽了一口凉气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完全不敢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在这时 他忽然发现楼本尾将脑袋偏向了他 他一个哆嗦 扑通一声 几乎是条件反射 双腿就落到了地上 他有预感 自己若是不这样 将会死得很惨 楼本尾问 你要酒吗 酒有有 云郎连忙将自己珍藏的好酒都拿了出来 又拿出了几个小酒杯 呈到了楼本尾面前 楼本尾将几个杯子倒满 随后喊 你们两个给我喝 而且要喝出气氛 见状 水星和云郎连忙端起杯子 两人心照不宣的碰着杯 只为让眼前这位爷开开心的 嗯 赏道 楼本尾翘着二郎腿 感到极其的悠闲自在 大腿上一条蜈蜈也扭着身子 嘴里还噼里啪啦的配着月 咚死大死 咚死大死 咚咚咚咚咚 喂喂 小娘子 快说 你爱谁呀 这时 叶峰蜈蜈指着水行大声地问 水行脸色难看的 阴沉的眸子朝叶峰蜈蜈看了过去 什么时候一条小小的腰黄蜈蜈蜈 也敢这样跟他说话了 然而叶峰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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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蜈蚣 水行压了过去 水行吓得脸色煞白 连忙解释说 前辈我错了 请前辈息怒 叶峰蜈蜈蜈蜈蜈蚣跳起来喊着 那你赶紧给我道歉 你要是不道歉 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 不把我放在眼里 就是不将我哥放在眼里 水行气得是浑身直颤抖 可是看了楼本尾一眼 他还是咬着牙齿 不甘心的低头说 抱歉腰黄大人 是我错了 叶峰无功是满脸得意 随后又喊道 这还差不多 对了 你快说 你爱谁 我 水行在这一刻真的快哭了 可是感受着楼本尾身上的若有若无的气势 他硬着头皮说 爱渣男前辈 楼本尾被这一句直接爽上天了 轻轻地摸了摸叶峰无功坚硬的后壳 点点头 悠悠说 不错呀 小无功 深得我惜 闻言 叶峰无功站起了小身子 挺了挺胸膛 一副满足之色 随后又将目光偏向了云狼 大声喊道 小子 问你啊 谁最帅呀 云狼他们下一个机灵 瞬间就反应过来说 回禀妖皇大人 渣男最帅 不错 你小子会来事 叶峰无功满意的点头 楼本尾也养着脑袋 充满了满足 挥了挥手喊 接着奏乐 接着舞 而经过短时间的赶路 义峰和荒无敬跟着狗子 终于是回到了楼本尾的不远处 可尽管荒无敬在极力掩饰 义峰还是捕捉到了荒无敬有些不对劲 老哥 你看起来情绪不太好啊 义峰问 我没事 荒无敬强行露出笑容 可眼角深处 却依旧充满了凝重之责 因为水行这个女人不出现 她心始终不安 这是一个大麻烦 真不知该如何应对 甚至她心里已经打定主意 待雾散去之后 就先将一封送出混乱之地 到时候碰到水行 也不至于连累的一封 或者说 她荒无敬自己 也比较好跑路一点 第二百三十四集 两人一狗 终于是走回了营地 他们一眼就看到楼本尾 斜靠在树干上 一副快要睡着的悠闲模样 同时她脚旁还有着一名看背影 就让人浮想连篇的女子半跪着 给她捶着大腿 地面上还丢着喝完的酒杯和酒壶 余存的酒香四溢 似乎能联想出刚才这里发生了什么 哈哈哈哈 老弟 你这个护卫 还真是玩得嗨啊 黄无敬笑着说 是啊 真嗨 一封皮笑肉不笑 一双阴沉的毛子 却死死的盯着快要睡着的楼本尾 他倒要看看这个破窟窿 能当着他的面飘到什么时候 黄无敬摇了摇头 虽然不知道 一封这个护卫在这种地方 怎么还能弄来一个女人 但是也不关他的事 不过当他看到云郎的时候 心中微微一喜 本以为云郎凶多吉少 却没有想到安然回来了 他走进云郎压低声音问 云郎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云郎低着脑袋 回禀道 启禀尊上 我是因为这山中突发的迷雾 平避了我的一切感官 才耽搁了 这种迷雾 闻所未闻 恐怕 不通寻常啊 黄无敬脸色凝重地说 确实不同寻常啊 云郎连忙问 哦 莫非尊上已经发现了端倪 何止是发现了端倪 这就是冲着我们来的 黄无敬沉声说 随后 将刚才碰到沙阵 还有火星等一群人出现的事情 大致跟云郎讲了一遍 云郎满脸气愤 该死的火星等人 居然敢对尊上图谋不轨 火星等人毕竟已死 这个倒是无所谓了 可让我心中不安的 便是那一直没有出现的水行啊 黄无敬叹气说 这水行攻击诡异 本身境界还要比我高尚一些 这个威胁不去 我寝室难安呢 所以我给你一个任务 等山中迷雾散去 你速速带着一封老弟等人离开此地 不然水行找上门来 我怕会连累到他们 文言云郎脸色精彩 意味深长地说 尊上 对于水行此事 我看您怕是要多虑了 什么多虑了 黄无敬赤和道 不到我这种羞伪 你根本无法理解水行的厉害 平时我是怎么教你的 莫要轻敌 莫要轻敌 尤其是水行这种难缠的敌人 云郎脸色意味深长地说 尊上 或许你不会相信我所说的话 但是现在的水行 真的不足为据 黄无敬沉声问 你什么意思 云郎悠悠地说 尊上不妨去看一看 那个垂腿的女人是谁 那个垂腿的女人 黄无敬偏头看了一眼 那个只能够看到后背的女人 沉声反问 一个女人有什么好看的 有话赶紧说 我没有心思跟你卖关子 云郎意味深长地说 相信我尊上 您去好好看一眼 您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黄无敬脸上带着运弄 都什么时候了 云郎居然还跟他卖关子 不过看到云郎那副模样 他还是抱着好奇心 绕到一旁去看那女人的模样 看清了 确实挺好看的 不过好看是好看 但还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们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对 可下一刻 他猛然反应了过来 他瞪着眼睛 重新看了过去 这也是 卧槽 但完全看清这个女人的模样 刚才还脸色韵怒的 黄无敬 惊得直接抱粗口 直接在原地跳了起来 水行 这个垂腿的女人 居然是水行 这怎么可能啊 黄无敬的脑子里 宛如响起了一道炸雷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更让他不可思议的是 水行也抬起脑袋 看了他一眼 尽管眼神中 带着强烈的不甘心 可还是重新埋了下去 给一风的护卫 继续垂着腿 这他娘的到底咋回事啊 黄无敬顿时懵了 这个样子 还是那个让他寝食难安的水行吗 他一个剑步冲到云狼的面前 拉着云狼走到一旁 神色急迫地问 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这样 看着黄无敬这副急迫的模样 云狼是满脸苦笑啊 他早就预料到了 黄无敬会是这样的表情 毕竟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 连他这个亲眼见证者 现在回想起来 也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随后 在黄无敬急迫的目光下 云狼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嘎一声 一听完 黄无敬倒抽了一口凉气 轻描淡写的抬起手掌 就将飞出去不见踪影的水行 给逮了回来 这种手段不仅是云狼 就连他这个尊上 也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这岂不是就是说 这个义丰的护卫 就是一个隐藏的超级高手 那他这个老弟 又是什么人呢 身边有这么一个超级护卫 到底是偶然还是 就在他猜测间 旁边传来一封的骂声 够东西 够东西 我让你见 我让你见 听到骂声 黄无敬两人将脑袋偏了过去 顿时让他们看到了 极度不可思议的事情 第二百三十五集 便是见到 义丰揪着楼本尾的黑袍 按在脚底下一脚一脚的踹着 主人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楼本尾完全没有 刚才那种悠闲的模样了 抱着一封的大腿 传出哭丧的声音 这一幕 简直将荒无敬两人 给惊得实话了 这还是那个轻描淡写 将水行给治得 服服帖帖的黑袍人吗 这在一封面前 居然如此卑微 那一封 一想到此 荒无敬感觉心神巨震 为了印证心中的猜测 他再也沉不住气了 终于是鼓起勇气 朝一封走了过去 老 他如了如嘴唇 发现自己有些 不敢再继续叫一封老弟了 一封倒是将楼本尾 一脚踹翻在地后 带着温和的笑容问 老哥 你有事情吗 我 这荒无敬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啊 心中忐忑之下 将一封送他的小木雕拿了出来 问 我想问一下你 这个木雕 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一封笑着说 老哥 你看你这记性 我不是说了 是我自己雕刻的吗 荒无敬心中猛的一惊 尽管之前一封确实跟他说过 是自己雕刻的 但他以为是一封随口搪塞的说辞 所以他也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可此刻一封再次承认 这木雕是他雕刻的 就让他不得不考虑其中的真实性了 只是他还是有些无法置信 这个跟他朝夕相处这么多天 看起来极其温和的青年 真的是一个绝世高人吗 怎么了老哥 是出什么问题了吗 一封随手接过荒无敬手中的小木雕 随后恍然大悟说 哎呀 居然开裂了 那老哥真是对不住了 一封神色颇为尴尬 这木雕是他刚学雕刻的时候雕出来的 用的材料和技术都不咋地 一封随手将那个大力娃扔在地上说 这样吧老哥 我重新送你几个 然而 一封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顿时让荒无敬惊呆了 他仗红着脖子说 你 你还有 当然有了 又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 我这里还有六个呢 跟之前送你的那个在一起 就是这配套的 说着 一封从怀里摸了摸 将其他几个葫芦娃全部都摸了出来 旁在手上朝荒无敬递了过去 笑着说 那 来 老哥 都送给你 见着 荒无敬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 伸着的手掌都直哆嗦呀 目光看着一封手中这一捧的葫芦娃 感到极度的不可置信 如此强大的东西居然随手拿出这么多 简直就是太恐怖了 而这一刻他也完全确认了一封高手的身份 因为一个葫芦娃或许是一封不小心从哪得来的 但是总不可能这么多葫芦娃他都是无意中得来的 不由得他充满了苦笑 他一直不愿意在一封的面前暴露身份 怕自己身份吓住一封 可他妈现在看来完全就不是那么回事 原来在两人的关系中 他荒无敬才是那个小老弟 一封才是那个怕说出身份会吓到他的老大哥 一想到此 荒无敬脸色涨得通红 感觉自己在一封的面前是无地自容 更可笑的是 他还送玉佩给一封保命呢 殊不知一封随手拿出的一样东西 都可以保他荒无敬的命 而且回想起来 一封当时把这混乱之地当成旅游景点 他还觉得一封挺天真无知的 可按一封现在这种种手段看来 这什么他们混乱之地 在他的眼中可不就是一个旅游景点吗 荒无敬忐忐忑地攻向了身躯 敬畏地说 前辈 都怪我荒无敬有眼无珠 之前若有得罪之处 还望恕罪啊 老哥 你这是做什么呀 一封连忙将荒无敬扶起来 板着脸说 你咋忽然叫我前辈了呀 虽然我也觉得我雕刻的手艺确实不错 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一个雕刻就这样 你未免也太见外了吧 看见一封这副模样 荒无敬呆住了 心中感动至极 一封板着脸说 老哥 我难得教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你若是因为我这一点点雕刻的技术 就变成这样了 早知道 我就不送你葫芦娃了 文言 荒无敬心中对时更加感动 不过 他心中对时也明白了过来 一封此刻看着他的心理 跟他当时第一次看一封的心理是一模一样的 毕竟高手啊 寂寞呀 平时习惯了被人恭维 难得碰到一个可以交心的人 不容易呀 当然 只不过现在他才是那个一封眼中 挺有意思的 好吧 荒无敬心中感叹了一声 看来一封是并不想挑破这一切 既然如此的话 他荒无敬也更加不会挑破 他只能够配合着一封继续来当这个有意思的人 毕竟能够给这样一位人物交朋友 是他荒无敬前世修来的福分的 而这时一封来到水行的面前 扶起水行轻声说 这位姑娘 你们要怎么样吧 水行露出了受宠若惊之色 惊慌的硬道 我 我 我没事 毕竟他刚才可是亲眼见到这个青年将那个让他感到恐怖的黑袍人士一顿乱彩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眼前这一位是比那黑袍人还要恐怖的存在 可以说这种是完全不敢让他想象的存在 他看了荒无敬一眼 眼中带着浓浓的嫉妒 嫉妒他荒无敬居然和这种人物搭上了关系 他知道哪怕现在的修为比荒无敬强 但是也永远斗不过荒无敬了 一风潮水行 语重心长地说 姑娘 下次可别到处乱跑了 你就碰到了我 若是其他人的话 今天你恐怕就走不了了 毕竟他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毕竟这么漂亮一个女孩子 在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 很难不让人产生非分之想 但凡起了点谐心 怕也要落一个身残磨破的下场 可一风此话却让水行猛然一颤 一风的话中的警告之意 十足啊 第二百三十六集 看来他早就看穿了自己的目的 只是不屑于对他这种角色动手 才放了他一马呀 多谢 水行感激地说了一声 很快在雾气中消失不见 而水行走后不久 雾气也很快消散了 而一风跟着荒无敬 也终于如愿以偿地穿过了山脉 来到了城中 名为山水城 这座山水城果然是名不虚传 至此 一风才算知道了什么叫做美 这里没有平坦的街道和道路 所有的建筑都坐落在崎岖的山峰上 悬崖边 瀑布前 而这些建筑也设计的鬼斧神工 完完全全和山水融在了一起 哇 妙妙妙啊 一风忍不住的感慨 这里简直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和人力的完美结合呀 钱 老弟喜欢就好 黄无敬大声笑道 不过 在知道了一风的真实身份后 还要继续这样称呼一风 着实是要消耗他不少的勇气 不久后 黄无敬带着一风来到了一座小院中 院子里 瀑布流水 平楼玉 一风忍不住在石灯上坐下 同时问 老哥 有酒吗 有酒 有酒 今天呢 就让你喝个敬兴 黄无敬连忙叫人送上各种美酒 同时还叫了一群小姐姐 半无作兴 和黄无敬对饮一杯之后 看着坐在一旁失落的楼本尾 一风目光微微一动 心中颇有些不忍心 也有些愧疚 自己刚才下手中了一些 毕竟这玩意儿虽然让他不省心 但陪伴了他这么久 一风心中也早就将他当自己人对待 一风将楼本尾拉到一旁 透着黑袍 上下摸着他的骨骼 同时问 刚才没打坏你哪里吧 楼本尾摇了摇头啊 可模样却充满了委屈 难得来到这么好的地方 你自己也去玩一玩吧 一风拿出了一个钱袋子 数了数 一脸肉疼的交到了楼本尾的手中 滚吧 见状楼本尾浑身一震 变得精神抖擞 双手连忙的接过了钱袋子 看着这一幕 黄无敬眼眸暗动 这位黑袍人尽管在一风面前 委屈巴巴的 可对他来说 也是不敢轻易得罪的存在啊 黄无敬连忙吩咐着 云狼 赶紧带这位 这位兄弟到处逛一逛 是 云狼连忙点头 如今的他也丝毫不敢掉以轻心 也早就明白了自己之前的目光短浅 这一刻 他又回来了 我回来了 健壮 欢无敬脸色微变 连忙放下酒杯 说 老老弟啊 我去一下 马上就回来 一风孝道 老哥请便 得到一风应允 欢无敬连忙走出去 远外 一名长裙美妇和一名挥袍老人站在那里 黄无尽美好气的喝道 你们两个叫什么叫 说找老夫有什么事情 若是没事的话赶紧走 我有事情没功夫理你们 长裙美妇动了动鼻子 颇带嘲讽的问 黄无尽 你如今调子挺高啊 居然对我们都这么不耐烦了 你这是喝谁喝酒呢 把自己喝得这么高 你管我 赶紧走赶紧走 黄无尽板着脸 不耐烦地挥着手掌 长裙美妇郑重说 黄无尽 我们来找你 可是商议五行这几个心腹大患的 这可是正事 黄无尽继续下着逐客令说 那也给我走 没什么正事 比我现在的事情更重要 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就偏要看一看 你到底是在跟哪个如此重要的人喝酒 居然连五行这种正事都不放在眼里了 长裙美妇颇带怒意 查探的气势顿时朝院子里悄无声息的弥漫而去 最后对时冷笑出声 黄无尽你可以啊 我倒以为是什么人让你对我们这么不耐烦 原来是个凡人啊 黄无尽沉声说 不就是凡人 你个有眼无珠的东西 你最好闭上你的嘴巴 别到时候不知道怎么死的 说吧 黄无尽怒甩刨袖就要离去 可长裙美妇见黄无尽这般模样 反而是更有了兴趣 连忙拦住黄无尽好奇地问 黄无尽啊 认识你这么多年 我还真没见过你这副样子 今天我还就将话给你撂这儿了 你要是不告诉我 这个青年到底是什么人 我还就不走了 你 黄无尽看着长裙美妇脸上充满了愤怒 可是他又知道这女人的性格 这才回头怒哼着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最好别说出去 你知道了就给我速速离去 长裙美妇被吊足了胃口 连忙问 你赶紧说 别卖关子了 黄无尽看了一眼院子里 独自喝酒的一风 深吸了一口气 这才郑重说 这位虽然你看不穿她的修为 但绝对是超级恐怖的存在 甚至我怀疑她根本就不是五弟 不是五弟 长裙美妇微微吃惊 不可置信地说 莫非她还能是天上的仙人不成 黄无尽郑重点头说 不错 长裙美妇疑惑地问 可是成仙之路不是已经斩断了吗 如今这仙江大陆 哪里来的仙啊 这个谁能说得准 但是我感觉 她就是仙 黄无尽言语之中充满了肯定 因为若不是仙 根本无法解释 一风的雕刻就能杀死火星他们的手段 至少黄无尽认为这种手段 哪怕是实命五弟都做不到 甚至不说一风 光是从云朗口中描述 楼本尾一手将水行抓回来的手段 同样超越了实命五弟能做到的能力 黄无尽沉声说 行了 该说的我都跟你们说了 你们速速离去吧 别打扰我们兄弟俩喝酒 引起他的不快 兄弟 可长裙美妇却捕捉到了关键字眼 疑问出声 黄无尽微迟疑 最后郑重点头说 对 兄弟 你笑什么 我在笑你黄无尽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天真了 长裙美妇笑嘎嘎地说 本来你说 他是个八九命的五弟 以你黄无尽对他的态度 我还能信个八九分 可你硬要说他是什么仙 并且还说 他跟你是兄弟 你未免不觉得 让人笑掉大牙吗 哪里来的仙 会跟你一个二命五弟做兄弟啊 黄无尽战红着脸 怒声喝道 你 你不信就算了 哎呀 我也没有说一定不信 你这样 待我们两个 和你说的那位仙兄弟 认识认识 总可以了吧 第二百三十七集 黄无尽满脸阴沉地说 你想的倒是挺美 我不管你们信不信 我也不需要你们信 你们赶紧给我速速离去 长裙美妇仰起嘴角 说 你越要我走 那我就偏不走了 我今天 就还偏要建议见你这位仙兄弟 你 黄无尽怒不可遏 长裙美妇又说 黄无尽 你何必这么生气啊 你先别管我们信不信 退一万步来说 就算你说的这位真的是仙 引荐我们认识认识 也不为过吧 毕竟三个人招待起来 总比你一个人招待的周到吧 黄无尽皱起了眉头 这女人的话也不无道理 当然更关键的是 她知道这女人的性格 若是不让她得逞 还真不见得走 与其让她不受控制的在这里闹 倒还不如答应她 黄无尽沉声说 行 但是我得去问一声 她答应了才行 随后朝内院走了回去 黄无尽问 老弟啊 我有两位老友知道你来了 也想要过来认识一下你 你看 一封笑着说 哦 那真是太客气了 快让他们进来吧 好的 问言 黄无尽这才走回外院 长群美妇问 怎么样 黄无尽沉声交代 我那兄弟答应你们去见她 但是见之前 有些话我必须跟你们说在前头 第一 到了她面前 你们不得无理 第二 她是隐藏身份的 同时我在她面前 也是装成一个凡人的 尽管她对这一切心知肚明 但是你们也万万不可挑破 明白了没有 不然 休怪我荒无尽翻脸不认人 长群美妇答应道 好 没问题 而这时 那一直未曾书画的灰衣老者 却面无表情地拒绝了 你们去吧 我就不去了 显然 对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兴趣 长群美妇没好气地说 你这老头 整天除了你那破棋盘 还有什么是提得起你的兴趣的 灰衣老者依旧面无表情 长群美妇坚定说 走 今天必须去 一旁 黄无敬也劝说 对 既然我和那兄弟说好了 那就一起去吧 总没坏处的 文言 灰衣老者这才默不作声地点头 终于 黄无敬领着两人走进了内院 来到了桌前 灰衣老者依旧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模样 似乎一风是不是仙 跟他没有丝毫关系 不过 那长群美妇却仰起了嘴角 他倒要好好看一看 黄无敬的这个仙兄弟 到底有几斤几两 黄无敬介绍说 一方兄弟 这位是孟离仙 一风抱拳 你好 你好 长群美妇笑了笑 但嘴角却涌动着意味深长的色彩 黄无敬又朝一风介绍的灰衣老者说 这位是尹圣夫 一风又抱拳说 见过尹老哥 可尹圣夫却没有理会一风 而是自顾自的排袭坐下 最后合上双眸 闭目养神 一风尴尬的愣在原地 皱起了眉头 你 黄无敬心中一个忐忑 怒瞪了尹圣夫一眼 可后者却完全无视 一风兄弟 别管他 我们和我们的 黄无敬连忙安慰说 心中生怕一风动怒 一风点点头 并没有太过放在心上 来来来 喝酒 喝酒 黄无敬连忙举起杯子说 好 喝酒 一风和孟离仙同样举起酒杯 喝完一杯之后 孟离仙将酒杯轻轻放下 意味深长地看着一风 说 一风兄弟 你是不知道啊 刚才黄无敬 可是把你夸上天了呀 说你怎样怎样厉害 所以想必你 一定多才多艺吧 本言 黄无敬脸色一沉 瞬间就听出来这 孟离仙话里有话 连忙瞪了他一眼 可孟离仙却视而不见 依旧用炯炯有神的目光 看着一风充满了询问 一风笑着说 那是黄老哥抬起我罢了 我能有什么才艺啊 只不过是一个凡人罢了 孟离仙扬起了顽味的嘴角 又问 凡人 哪怕是凡人 也总会有一些才艺的吧 黄无敬终于忍不住了 重重地将手中的酒杯一放 孟离仙你够了 黄无敬你着什么急 我只不过是跟你这位兄弟 落下家常而已 孟离仙朝黄无敬反斥一声 随后又满脸笑意地看向一风 悠悠问 所以义兄弟 你说我说的对不 你说的对 义风笑了笑 可神色同样变得意味深长 孟离仙问 所以义风兄弟 你到底有什么才艺呢 义风说 确实有 而且不少 哦 那既然如此的话 那义风兄弟赶紧给我露一手呗 孟离仙装作一副期盼的模样问 然而义风却抬起脑袋 反问 哦 我为什么要跟你露一手啊 而且 我有什么才艺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再者 我和你很熟吗 一连三问 直接让孟离仙正在当场 脸上充满了阴沉 极其的不好看 那双锐利的眸子中 更是闪现着若隐若现的怒意 他算是看出来了 眼前这个年轻人算是哪门子高人 本是没有 脾气倒是不小 更没有想到敢这样跟他说话呀 若不是看在荒无敬的份上 他恐怕都已经出手了 你们喝吧 我先告辞了 孟离仙冷哼了一声 便转身离去 慢走不送 黄无敬也怒哼了一声 心中忐忑至极 悔恨自己 就不应该答应孟离仙来 不过 对于孟离仙的离开 一封看都没有看一眼 从这个女人进门开始 他就看出来了 阴阳怪气的 看在黄无敬的面子上 他始终保持着隐忍 可后者得寸进尺 将他当傻子一样 所以 他自然是不会给他留什么面子 来 老哥 咱们继续喝酒 一封端起酒杯 朝荒无敬举了过去 本想也喊旁边的 隐胜夫一起的 不过 看着他那副 面无表情的模样 一封也就没有选择自讨无趣 喝酒 喝酒 忐忑的荒无敬 看到一封根本没有将 孟离仙放在心上 顿时松了一口气 心中 也对一封产生了一丝敬佩 他这兄弟高人 就是高人 面对孟离仙这等作态 也并没有真正的动怒 这让他自认做不到 想到此 他不免苦笑了一声 同样都是装凡人 可两者间处处都是差距 一封这才叫真正的 反谱归真 又和荒无敬喝了两杯后 一封看到一旁摆着一面琴 对时兴奋的问 老哥 你这里居然有一面琴呢 我可以谈一谈吗 荒无敬对时惊讶的问 兄弟你还懂琴 一封笑道 略懂 荒无敬说 此琴是小女摆放在这里 平时谈的 兄弟若有兴趣 尽管使用 好 那我就见笑了 一封放下酒杯 忍不住起身 说实在的 这一刻他是真的有些手痒了 喝点酒 打着屁 再配点音乐 简直就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一封在琴台前端坐 休长的双手 缓缓地落到了琴弦上 院子外 孟离仙怒意未消 他始终无法明白 荒无敬居然为了别人 对他如此的不耐烦 还对他频频赤贺 你说这个人真是什么高人 他也能理解 可却是一个凡人 而且他说要走 还真要他走 居然也不出来追他 难道这个凡人比他还重要吗 一时间他是越想越近 行 荒无敬 老娘再也不会来找你了 见到院内的荒无敬 压根就没有将他放在心上 他一跺脚掌 便愤怒离去 就在这时 内院琴声悠悠传出 第二百三十八集 当琴声入耳的时候 正气愤离去的孟离仙 浑身一震 这居然是大道之力 他瞪着眼睛 浑身忍不住的颤抖了起来 眼中闪烁着 浓浓的不可置信 他孟离仙 在这混乱之地 以秦记著称 更有离仙秦帝的称号 所以当这琴声入耳的时候 他瞬间就察觉到 这琴声中夹杂着 浓浓的大道之力 大道之力 是所有五帝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因为到了五帝 想要继续提升 就需要选择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只有寻着这条道路一路向上 才有破仙的可能 虽说如今线路已断 但不到那个临界点 众人依旧还是会有一颗追求的心 尽管大部分人还是会选择五修 但按照不同的天赋 还是会有人另寻他路 诸如以秦为修 以化为修 而不论以哪种为修 到了五帝层次想要提升 都离不开领悟大道之力 若是无法领悟足够的大道之力 根本就无法突破当前的境界 可大道之力哪里是那么好领悟的 但凡能够领悟一丝一点 都是天大的机缘 可是直接将大道之力漏于表面 直接夹在在秦声中 这种惊骇的事情 简直就是让孟离先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总之 这完全超越了他的思想范畴 他嘴中倒抽的良气 若是让他领悟的大道之力 和弹琴的这一位比较 完全就是沧海一宿 他根本无法想象 这仙江大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高人 让他更难以置信的是 这秦声就是从他刚才离开的内院传出来的 黄无尽 他无比了解 至于尹圣夫那老家伙 则更不用说呀 因此 这弹琴之人 几乎是呼之欲出 他脚步一个亮相 脸色变得极度苍白 瞬间明白 自己目光短浅闯祸了 黄无尽说的是真的 能有这般手段 至少也是一个仙人呢 不过 此刻他可顾不得想那么多 张起耳朵就认真聆听这琴手 感受着琴声中的大道之力 因为这大道之力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不过 由于距离太远 秦声传到这里变得若有若无 想到此 他身躯连忙一动 回头就朝内院赶了回去 内院中 荒无尽也瞬间惊呆了 因为他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秦声中的大道之力 只是让他无奈的是 这独属于秦道的力量 对他除了心境有不少作用外 并无其他太大的作用 而一直闭目养神 对这一切毫无兴趣的隐胜夫也张开了眼睛 略微惊讶地看了一封一眼 不过很快 又重新闭上了眼睛 对周遭的一切完全无视 而此刻的孟离仙也终于赶回了内院 那秦声在此刻终于是清晰无比 入耳传来 瞬间就让他进入了状态 尤其是那浓浓的大道之力 夹杂在秦声中简直就是扑面而来 这让他激动至极 浑身都忍不住颤抖 因为他一直卡在某个临界点 可是最后一步 他却久久无法突破 而眼前的大道之力 俨然是成为了他突破的关键 快了 快了 就差一丝了 孟离仙拳头都忍不住紧握了起来 心中暗暗期盼 这一刻终于是要到来了 可就在这时 秦声戛然而止 正在最后关头的孟离仙 瞬间傻眼 猛然惊醒过来 脸色惨白的喊着 怎么停了 他刚下意识的传出声音 就对上一封那双意味深长的目光 想听 我就不让你听 一封冷哼一声 背起手掌 就起身回到了酒桌上 刚才这女人跑回来那副模样 一封就捕捉到 这女人应该也是个爱琴之人 得 既然你爱听 那老子就偏不让你听 就要恶心你一把 毕竟他可没有忘记 刚才这女人对他是怎样的嘴脸 那话里话外 都是一副看不起他的模样 谁他妈说男人不记仇 老子就记 你不给自己好脸色 也别想自己给你好脸色 就算爱在荒无尽的面子上 一封也是这么想的 毕竟这女人对他露出嘴脸的时候 也没有看荒无尽的面子呀 你若非亲眼所见 莫说是荒无尽 哪怕是他亲生父亲跟他说 他恐怕也不会相信 可是谁能想到 这种颠覆思维的事情 偏偏就在他的眼前真实的发生了 而荒无尽在一旁也脸色难看 他知道孟离仙以秦为修 所以一封这秦声对孟离仙的作用有多大 他一清二楚 可是如今他能说什么呢 只能太一口气 说孟离仙咎由自取吧 第二百三十九节 在原地待着了好久 神色低落的孟离仙 还是硬着头皮 走上酒桌 倒上了一杯酒 不过他刚出口 荒无尽就瞪了他一眼 他连忙反应过来 满脸惬意的朝一封说 叶兄弟 刚才是我有眼无珠 多有得罪 这杯酒我给您赔罪 还望您 莫要将我放在心上 说完孟离仙一眼而尽 不得不说呀 孟离仙的举动 让一封颇为意外 并且刮目相看 微微犹豫 一封点点头 嗯 行吧 既然你一个女人都拿得起放得下 能有如此气魄 那他一个男人 岂能更加斤斤计较啊 哈哈 误会 都是误会 都坐吧 剑壮 荒无尽松了一口气 将孟离仙安排在一旁坐下 显然 也是有意解除这尴尬的气氛 坐下后 一封犹豫了片刻 朝孟离仙扬了扬杯子 来 剑壮 孟离仙受宠若惊 连忙起身举杯相迎 一杯下肚 他面色红润 此番认真接触 才发现一封身上带着一股吸引人的气质 尤其是那股温和的模样 很难不让人引起好感 刚才的事 非但没有计较他 反而 这让孟离仙更加愧疚 一时间无地自容 这一刻 他不得不承认 哪怕一封没有那种修为 自己也愿意和他相处 而就在三人气氛重新回归活跃的时候 盘坐在一旁 好似对任何一切都没有兴趣的隐胜夫 忽然拿出一盘棋 自顾自的推压了起来 这老头 见状 黄无敬和孟离仙同时摇头 朝一封解释说 老弟 这老头 任何事情都引不起他半点兴趣 除了他那棋盘 下棋好啊 看到这盘棋 一封一下子来了兴趣 历经他琴棋书画的任务 就剩棋还没有圆满呢 一封走过去笑着说 来老哥 我跟你下一把 然而 尹圣夫却面无表情的说 我这棋 不是什么人都能碰的 再说 我也不会无端的浪费时间 文言一封脸色难看 得 先是梦离仙 现在又是这个老头 这他妈都什么人呢 你拒绝和自己下棋 自己没意见 但是说话能不能有点基本的尊重啊 然而 尹圣夫却依旧沉浸在 他的棋盘中 对一封完全无视 一封也懒得自讨没去了 便询问 黄无端厕所在哪 就匆忙的跑去厕所 将那泡 憋了好久的尿给撒干净 不过一封刚走 黄无端和梦离仙则是直跳脚 黄无端沉声喝道 老头 你干什么呢 尹圣夫 依旧懒得理会 目露思索的 看着自己的棋盘 黄无端气愤喝道 我跟你说话呢 难道你还看不明白我这位兄弟是什么人吗 尹圣夫面无表情地说 知道 梦离仙也吃喝道 那你还说出这种话 尹圣夫抬起脑袋 硬道 那又如何 他是仙也好 是神也罢 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梦离仙气愤至极呀 喝道 你 人家看得起你想要跟你下棋 你却摆着那副臭脸什么意思呀 刚才我已经差点得罪他了 难道你还要得罪他 尹圣夫面无表情地说 没有什么得罪不得罪的 我这棋盘 确实不是什么人都能碰的 我下棋 也只跟棋盘高手下 所以不管他是什么人 若棋益不够 那也是对我棋盘的玷污 可你怎么知道人家就棋益不惊 一人只经一道 他秦义高超 已达天人 但绝无可能第二道再有成就 这就是天命不可为 文言 黄无敬两人脸色难看 这事情的确如此 不过一想起这老头拒绝一风的模样 还是觉得不妥 想到此 黄无敬冷声说 老头 我不管你那些有的没有的规矩 等一下我那兄弟回来 你必须和他下一局 不然 休怪我翻脸不认人 对 必须下一局 孟离先也沉着脸说 自己对一风的不敬 已经让他很难受了 他可不想人家堂堂一个高人 在他们这种小地方 屡次遭受不快 尹圣福看了看两人 沉默了两久 这才不情愿的点头 不一会儿 这一风上完厕所回来了 黄无敬两人笑着迎了上去 笑着说 兄弟 那老头是这个怪性格 你别放在心上 来来来 现在呢 你就跟他下一局 让我们开开眼 一风看了这僵尸老头一眼 说实话是真的不想跟这老头下来 不过 看荒无敬两人热情的模样 又想起自己奇异 为与身比肩呢 微微犹豫后 一风勉强答应了 尹圣福摆好棋盘 看了一风一眼 面无表情的说 丑话说在前头 我是不会因为你的身份 而给你面子的 同时就此一举 下不为例 这话都是让一风怒火中烧啊 这老头看不起人的模样 真他娘的欠扁呢 得 那自己就好好看一看 你这老头奇异到底有多牛 第二百四十集 一风坐下说 来吧 而荒无敬和孟离仙也凑了过来 就一盘 将棋盘摆好之后 尹圣福看了一风一眼 又补充说 这话让一风一肚子火啊 不过并未说话 而是手指棋子落到了棋盘上 一切用实力说话 很快 尹圣福脸上就露出了不耐烦之色 因为他发现一风根本就不会下棋 其中的一些个落子 根本就是毫无章法 这让他脸色越来越难看 在他看来 跟一风下棋 根本就是浪费他的时间 还不如自己推演着下棋呢 若非看在荒无敬和孟离仙的面子上 以他的脾气 恐怕早就收棋盘走人了 而一旁 荒无敬和孟离仙也发现了问题 尽管他们不经其道 但多少还是懂一些的 此刻他们也看出来了 一风完全就是一个下棋小白 而尹圣福无论是在意图上还是布局上 都要高明的多 发现这一幕后 顿时让两人脸色有些紧张 不由的 荒无敬的屁股 下意识的朝尹圣福挪了挪 悄无声息的传音道 老头 以情为主 你一定要给我这位老弟放放水 人家就是陪你娱乐娱乐 你可别让他脸上太挂不住 然而面对荒无敬的提醒 尹圣福只是冷哼一声回应着 这让荒无敬脸色阴沉不已 暗恨尹圣福这个老匹夫不懂事事 不通情理 真他妈敢 但是他也知道尹圣福这个人的脾气 你让他在棋局上放水或者如何 这根本比要他命还难呢 所以他们也只能期盼着 一风能够在尹圣福的手中多撑一会儿 不至于输得太难看而导致尴尬 然而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尹圣福不仅没有放水的打算 对和一风下起义是越发的没有耐心了 尹圣福面无表情的说 最多在下半课 你自己认输吧 不然我可没有这么多时间浪费在你的身上 一风同样面无表情的说 用不着这么久 马上就好 声音落下的同一时间 将手中那一枚棋子放了下去 落子后 一风起身离开了棋盘 又重新坐回了酒桌上 尹圣福面无表情的说了一声 有点自知之明 也是没有想到 一风这么爽快就认输了 于是目光也从棋局上收回 而健壮荒无尽和孟离仙脸色尴尬 尽管早知一风会输 但也没成想输这么快 于是两人连忙坐回一风旁边笑着说 兄弟啊 没事 输了就输了 下个棋而已 没什么的 孟离仙也连忙笑着说 对对对 引老头起义确实可以的 整个城里面也找不到对手 所以输在他手里也正常 来来来 我们继续喝酒 黄无尽和孟离仙 同时朝一风举起了杯子 显然是想要帮助一风 化解这输掉的尴尬气氛 一风举起杯子 朝两人轻轻碰了一下 最后仰起嘴角 悠悠说 喝酒倒是没有问题 但是 谁说我输了 闻言 慌无尽和孟离仙脸色对视一致 缓过神后 连忙将目光重新朝棋盘投了过去 而面无表情的尹圣夫 闻生则是轻轻摇头 吃笑了一声 并没有当回事 而是准备收起棋盘 可忽然 他发现了什么 面无表情的脸色猛的一变 什么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他一声惊呼 充满了极度的不可置信和震情 浑身发着剧烈的颤抖 那双泛红的毛子死死盯着棋盘上的棋子 随后他急忙拿起棋子凑过去 想要接着刚才的棋局下下去 可然而无论他那颗棋子怎么落都无法落下去 因为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死路一条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一时间尹圣夫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 像是疯磨了一般 研究着桌子上的棋局 可越研究 他就越感觉到自己和一风之间的差距 而让他感到恐怖的是 在之前他完全没有发现任何的端倪 甚至认为一风是在毫无章法的下棋 可直到他发现最后一颗棋子无从落下的时候 才猛然发现自己已经败了 而回想一风之前 那看似毫无章法的落棋 也实则步步为局 而一旁的荒无镜和孟离仙 也同样发现了端倪 最终同时倒出了一口凉气 万万没有想到 一风在秦记之外的棋义 居然也还有这么高的噪音 本以为是一风输了 却没想到输的是隐胜夫 这反转简直让他们不可置信 而更让三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不仅如此 因为若是将一风的棋子贯穿起来的话 就会发现整个棋局都变成了一副浩瀚的 星途 星途之中萦绕流转着深邃的气息 大道之力 居然又是大道之力 三人在这一刻几乎都快要疯了 不是说好了一人指经一道 为什么一风在秦记之外 奇异之中同样蕴含着这么强大的大道之力 这根本就是违背了天理 尽管这棋局中蕴含着浓浓的大道之力 可荒无尽和孟离仙却无法领悟 甚至连尹圣夫也同样如此 因为一风下的这盘棋实在是太深奥了 就像一个武灵 即便你给他将一份地品的武技摆在他的面前 他也不可能炼成 只知道其强大 却无法领悟而甘瞪眼 当然即便无法领悟 但有天赋者也能抓住一点东西 而此刻的尹圣夫正是如此 尽管他在一风的手中败得很彻底 但他其道的成就却是有目共睹的 他揣摩着一风的棋局 总感觉自己抓住了什么 可具体是什么 又有些虚无缥缈 但是他明白 只要把这个点抓住了 参透了 他的棋翼将会上升一个台阶 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我由得他颤抖着身躯 将西纪的目光看向了一风 因为他坚信 只要再跟一风下一局 哪怕无法领悟其中的大道之力 但只要揣测一风每一步棋的布局 肯定能够让他领悟到这一点 一风一边喝酒 一边说道 你看我干什么 而语气也没有半点客气 文言隐胜服脸上充满了窘迫和不好意思 但还是厚着脸皮 供谁说 前辈 前辈奇异高超 是在下有眼无助了 晚辈斗胆恳请前辈 能与晚辈 再下一局 第二百四十一集 好 一听这话 一风对时感觉有意思了 刚才要跟他下棋的时候 又是说浪费他的时间 又是怕玷污了他的棋盘 摆出一副死了妈的模样 现在看他会下棋了 马上又来跪舔 甚至还叫起前辈了 你不是说只下一局吗 一风满脸不屑地冷笑着 这话说出来的可是你啊 文言隐胜服脸色尴尬到了极点 连忙起也是说 刚才和前辈下的那一局 让我受益匪浅 刚才是我有眼无助才说出此话 现在我收回 指望前辈能与我再下一局 你说收回就收回 一风满脸不屑地冷笑着 隐胜服脸色难看 但依旧拱着身子说 是完备错了 还望前辈给个交流的机会 一风直接拒绝 丝毫不客气地说道 不下 你猜得跟个逼一样 连我老家赛事场 卖豆腐的赵大言行都比不了 你也配跟我谈交流 我没工夫跟你浪费时间 乱人自个儿玩去吧 说完 他直接一回手掌 理都不再理这个货了 毕竟一风还是认那个理儿 敬人者 仁义敬之 不敬人者 当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原本装的跟二五八万似的 弄得一风真以为他有多厉害 本来还期待着能够给他长点奇异经验 可现在看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菜逼 一风这不客气的话直接让尹圣夫一张老脸 涨得通红 扑施一下 一口老血吐出 一屁股瘫坐在了地面上 脸色惨白到了极点 充满了唯灭 因为一风说他是个菜逼 那句话直接破了他的道心 看着尹圣夫那模样 旁边的两人神色充满了复杂 尤其是孟离仙 他和尹圣夫同出一辙 本来都是有一场大机缘 却因为自己有眼无猪而白白葬送 甚至尹圣夫还因此破了道心 若是走不出来 尹圣夫这辈子的成就 恐怕也就这样了 混乱之地入口 天空中凌空而立着两道身影 一男一女 女的黑色长裙 男的年约六旬 身着道袍 道袍老者忍不住问 那钟卿到底对你怎么了 怒气这么深 闻言黑衣女子翘脸一沉 眼神中闪烁着强烈的冷意 想起前几日发生的一幕 恨不得让他直接杀人呢 他看到钟卿一个人留在汉昌城 本以为天赐良机的他 乔装去接近钟卿 想要借此探清钟卿到底是不是神体的事实 可恨的是 钟卿这个钢铁直男非但没有理他 甚至还当着他的面和云梦天 为了他一嘴狗粮 更可气的是 那该死的臭小子还一口一个大妈 语重心长的说 叫他不要老牛吃嫩草 两个人是不可能的 这侮辱性极强的语言 让他恨不得直接杀了钟卿 甚至向来自信的他 第一次对自己容颜产生了质疑 面色冰冷的他 忍不住摸了摸自己翘脸 朝一旁的道跑老道问 林木老道 我问你 我真的很老吗 林木老道忍不住后退一步 不适应的问 你为什么会这么问 黑衣女子面色寒霜的说 让你回答问题就回答问题 哪来这么多问话 这个怎么说呢 林木老道挠了挠脑袋 可是他还未开口呢 就发现是黑衣女子手中 不知在何时凝聚出了一个能量球 涌动着恐怖的能量 蠢蠢欲动着 黑衣女子把玩着手中的能量球 漫不经心的看了林木老道一眼 悠悠说 记住 想好了再回答 闻言 林木老道对视一个机灵 嘴中连忙说 美 美到天际 那还差不多 黑衣女子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将手中的能量球随手丢了下去 方圆树里的山林直接被移成了平地 建庄 林木老道下意识摸了一把冷汗 喘了口气 林木老道又问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黑衣女子说 那个钟卿已经离开了汉长城 准备和他的那个神棍师傅来会合 按时间来看 应该已经到了离这里最近的卧龙城 而根据这段时间的观察 钟卿为他这个师傅世尊 甚至跟人说话都三句不理嘴 因此想要接近他 只能够从他的这个神棍师傅下手了 林木老道赞同地点点头 随后问 那你打算怎么办 黑衣女子说 我想问一问你的想法 林木老道说 要不直接将那神棍抓了 然后直接逼他 将你安排在钟卿的身边 黑衣女子摇了摇头说 这个办法我也想过 但是还是不妥 若钟卿真是神体 知道了我们这么对他这个神棍师傅 恐怕死都不会从我了 黑衣女子郑重地说 而这件事情太过重大 我们不能够冒这种险 那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如今我们要解决的 就是靠什么办法 能够留在钟卿的身边 好探亲他的身份 钟卿这个小王八蛋不解风情 他那个神棍师傅可不见得 你的意思是 林木老道惊讶说 黑衣女子仰起了嘴角 不错 男人嘛 解决起来 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 好吧 林木老道叹了口气 一时没有想到 以他们两个的身份 对付两个小凡人 还得使用这招 可是现在看来 确实也没有办法了 毕竟在确认钟卿 究竟是不是神体身份之前 还是尽量从软的来比较好 这时 黑衣女子看着下方 混乱之地的出口 说 出来了 林木老者低头看去 果然 混乱之地的出口 走出了一个白袍青年 正是义丰 义丰在原地伸了个懒腰 脸上洋溢着淡淡的笑容 通过传音预解 义丰知道 自己小徒弟离开汉昌城来找他了 已经到了不远处的卧龙城 这不 他就当师父的去接徒弟去了 天空中 黑衣女子看着地面的一风 悠悠说 不得不说 这个神官还真厉害 就连混乱之地都跑进去了 你说 他是不是真的有点本事呢 林木老道说 谁知道呢 修为肯定是没有修为的 其他的 到时候你接近不就知道了 行吧 你先回去吧 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了 黑衣女子交代了一声 看着一风的身影 追了上去 第二百四十二集 不久后 一风终于独自一人来到了卧龙城 本来不至于如此孤单一人的 可吴永洪家里面刚好有急事 至于楼文伟 一风想起了这一茬就感到头疼了 就是一风和那个僵尸脸下棋的那一天 这次和云郎也一起去外面喝酒 但是你说你喝酒就喝酒吧 这他那个骷髅架子是怎么喝的 也先不去追究了 看他娘的是你喝完之后 人家抛锈球 你个破骷髅去凑什么热闹 得 还真他娘的抢中了 一想起这其中的麻烦事 一风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不过也不能让钟卿一个人在外面干等着 这不 他只好孤身一人 先把钟卿接回来再说 至于楼文伟那事 也只能够等回去了 再慢慢解决吧 来到卧龙城不久之后 终于是见到了多日不见的小徒弟 别说这小家伙改变还真大 不仅变得春风得意 就连一品也改变了不少 果然有女人就是好 我可恨的是 他这个当师父的还是单身狗 看着旁边的酒楼 想着也已经到了饭点了 一风忍不住朝小徒弟问 喝点 好 钟卿挠了挠挠的 还是那副懵懂憨厚的模样 师徒两人靠窗坐下 点了两个小菜 又上了一壶好酒 师徒两人干了一杯之后 钟卿唯唯诺诺的 似乎是有话想要说 终于他憋了好酒 这才红着脸说 师父 男人都那么难了吗 一风皱了皱眉 你啥意思 而钟卿红着脸 挪动着凳子朝一风凑了凑 说 就是 就是梦天吧 啥都好 就是 就是 你看啊师父 我最近都瘦了 瘦了 一风茫然的看着钟卿 显然 还是没有明白钟卿要说的话 钟卿脸色难看的摇头 说 哎呀 师父 你 你怎么就是不懂呢 算了算了 现在回想起来 师父你不懂也是情有可原的 一风放下酒杯温 你这有什么意思 钟卿解释说 师父不用自责 虽然师父是过来人 但你也只不过是个单身狗 所以单身狗无法明白我的苦楚 也是应该的 嘿 那个小逼崽子 埋带起你师父了 一风感觉胸口被扎了一刀 气急的 他一个暴力就朝着钟卿脑袋上敲了过去 钟卿抱着脑袋一刃吃疼 委屈的问 哎 师父 你为什么打我呀 一风乌黑着脸书 你把话给老子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钟卿红着脸书 就是吧 梦天天天缠着我 一天缠我好久 这不 我这一路赶过来 腿脚都是软的 文言 一风才算是恍然大悟 不过忽然 他却有些心疼 他这个小徒弟了 他娘的一天好几回 这是人干的事吗 还是说 这个世界的人都这么生猛 这让一风那刚升起 是不是要给钟卿找个师娘的想法 一下子就压下去了 不然他可遭不住 一风问 所以 这便是你这么快要离开的原因 钟卿艰难的点头 窘迫说 嗯 所以我跟梦天说 平江城有事情 暂时先分别一段时间 辛苦了 一风拍了拍小徒弟 瘦弱的小肩膀 叹了一口气 轻声安慰说 不过你也别怕 等到时候回来平江城 我弄点东西 给你好好补一补 保管让你重展雄风 谢谢师傅 钟卿脸上 这才重新洋溢上浓浓的笑容 就在这时的客栈中 走进了一名黑衣女子 她面容绝美 身材高挑 三千青丝 披于街后 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 一双修长的大腿两侧 憋着一圈黑色不孤 带来一种 别样的视觉触动 她的出现 顿时让酒楼中 不少吃饭的人 投去了一双双猪歌眼 这小二连忙跑上前 不好意思的说 哎呦 不好意思可怪 暂时没有座位了 黑衣女子嘴中 传出动人的声音 自带着一股魅惑之感 这 可如何是 而关注女子的众人 听到没有座位了 对时热情了起来 纷纷朝她传出了 邀请的声音 姑娘 要不这边来坐 来来来来 姑娘 来这边来这边 姑娘 往旁边挪一挪 你刚好可以坐下呢 姑娘 还是这边好啊 文言 黑衣女子嘴角微微勾勒 简单易容之后 她还刻意打扮了一番 同时还选择 这个没有空位的时间段来 想要起到的 正是这样的效果 而效果果然也很明显呢 不过 对于这些人的邀请 她倒是不屑一顾 她在等 等窗边那对师徒俩 对她发出邀请 她就不信了 这酒楼中 其他人都对她发出了邀请 这对师徒 能够意外 可然而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她在那里 处了老半天了 这对师徒 依旧没有开金口 而是在那里 自顾自的聊天 好像完全没有看到 她这个人似的 一封压低声一说 徒儿啊 你现在呢 也长大成人了 有些东西 也该让你了解了解了 随后 从空间戒指当中 拿出了两本厚厚的书 悄悄的朝中青推了过去 中青将目光朝这两本书 打连而去 这是 金品梅 灯草和尚 两本书的书名映入眼中 让中青感觉很奇怪 而且这书包也皱巴巴的 书页下角已经卷了起来 看得出来啊 这一封平时没少翻 一封悄悄的说 声音压得更低了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这是你师父改编过后的 其中的一些知识 能够让你数以非减的 记住啊 悄悄的关开 一封这副模样 对时让中青对这两本书 充满了好奇心呢 悄悄的翻开一页看去 眼珠子对时一瞪 菊花也猛的一紧 他惊呼道 师父 深藏不露啊 一封连忙摆出个手势 嘘 而中青点点头 眼神狂热的将这两本书 给收了起来 一封又问 对了 还有啊 你如今打算要孩子吗 孩子 中青挠了挠挠的 嘿嘿笑着说 师父 您说这个是不是太早了一些啊 我自己也还是个孩子呢 一封苦口婆心的交代说 那你既然不让孩子的话 那你有些措施就必不合手啊 中青皱起了眉头 说 啊 还请师父告知 我是真的不懂 一封朝中青科普说 这么跟你说吧 措施分为很多种 而最有效的措施 说到此 一封挠挠挠挠的 这世界 恐怕还真没有这玩意 既如此的话 一封又想出一招 说 那你得学会算他的安全期 安全期 对 那这个到底该怎么算 这个嘛 不远处 看着这师徒两人越聊越有劲 黑衣女子脸色难看到了几点 难道她就这么不入两人的法眼吗 就连看一眼也不会 就因为两个凡人 以她的身份费尽苦心 乔装成这样 已经是破天荒了 她本想保留最后一丝尊严 让这对师徒自己邀请她过去 这样她也能够掌控主动权 可现在这情况 难道还要她自己亲自凑过去 她咬了咬牙 终究是没法了 她强行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朝窗口那对师徒走了过去 你们好 黑衣女子轻声喊着 声音格外好听 忽然的声音 让正聊正事的师徒俩 猛的吓得一个机灵 对 这才发现旁边来了一个女人 低风里了李衣衫 倾咳了一声 掩饰着他们聊的事 一副正色模样的问 您好 请问姑娘有事吗 是这样的 今日周车劳顿 实在有些疲惫 本想就店果腹 可这店中却没有多余的座位 我看两位风度翩翩 想必不是坏人 所以能够让我在这里坐下吗 第二百四十三集 黑衣女子声音悠悠传出 语言中更是带着一股让人无法抗拒的魔力 而他的话术也十分高明 先是表达了他的困境 又对两人有了一番夸奖 最后表明了他的理由 不刻意 不做作 他就不相信这天下间还有人会拒绝 而他也想好了 坐下来之后 免不了会发生交谈 然后相互熟络 最好再被义丰邀请同游 最后探清中卿是否为神体 这一切顺理成章 不出意外 都会按照他的意愿如期实现 想到此他补充了一句 所以方便吗 然而义丰直接拒绝了他 抱歉 不方便 黑衣女子一下子没缓过神来 凝固当场 以他之姿 你不主动邀请到也罢了 然而他自己都送上门来了 你却还拒绝 他忍不住问 为什么 义丰歉意的说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方便 抱歉 倒真不是他小气 毕竟这事 他上回在荒芜镜那里也碰到过 若是平常时候 但凡是个人发出这种请求 他都不会拒绝 可现在真不是时候 毕竟他们师徒两人 正聊着这样的话题 你一个女人凑过来算什么事 这事真不方便 可黑衣女子却在原地浑身发着颤抖 她的计划 难道还没开始实施 就已经败了 不过 让他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事 义丰打量他几眼之后 忽然改变了主意 义丰说 既然姑娘劳累肚子饿 还是坐下来吧 察觉到义丰打量他一圈之后 直接改变了主意 黑衣女子不由的泛起了一丝冷笑 男人 果然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这不 看清她的长相之后 直接改变了主意 而义丰则是叹了一口气 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看这女人都瘦成什么样了 恐怕是真饿坏了吧 罢了罢了 和徒弟的聊天 什么时候都可以谈 暂时先与人方便吧 黑衣女子轻道了一声 脸上并未表露出任何 多谢 她坐下之后 也点了几个小菜 微张着红唇 轻轻嚼动着 这一幕在不少人眼中好看齐了 而一边吃着东西 她那双凌厉的目光 也在打量着义丰 其实她一直搞不懂 为什么南沙那群大人物 会如此甜眼前的这个青年 甚至之前还有二命五弟跟在面前 可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 她也完全察觉不到 这个青年有丝毫的不同 至于修为 那更是搞笑 当然 她也不是没有想过 义丰的修为是不是高到让她也无法捕捉到半点的程度 但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先路断绝的情况下 先将大陆最强者也不过十命五弟 而以她的实力 哪怕是十命五弟刻意隐藏修为 也不可能让她半点察觉不到 这就说明眼前的义丰确实就是一个凡人 不过也无所谓 这个神棍到底什么修为 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她的目标只是中青 只是她这个大美女 明明和她同坐一桌 这个神棍为什么半句话都不说呀 就连闲聊都没有一句 这还是个正常男人吗 莫非是另寻西境装高冷 以此来吸引她的注意力吗 这样的人 她实则可见得多了 这种小儿客的把戏 反而让她更加的反感 那就等吧 看一看谁更能沉得住气 想到此她也闭口不言 而是缓缓地吃着东西 而一风和中青也埋头吃着东西 因为在一风看来 熟人一起吃饭 说出笑笑无所谓 甚至碰到荒无尽那种 一看就是走江湖 淘点酒喝也没有关系 但是不熟的人 尤其还是女人 在吃饭的时候还说话 是显得极为不礼貌的 这也算是一风对异性的一种尊重吧 时间就这样缓缓度过 师徒两人菜都快要吃光了 酒壶里的酒也差不多见底了 除了必要的说话外 这一大一小 压根就没有多说任何一句多余的话 这黑衣女子终于是沉不住气了 脸上的淡然早就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便是阴沉 行 算你厉害 她忍住脸上的怒意 强行露出一抹笑意 终于是主动朝一风说起了话 她柔声说 今天还真是多谢了两位公子 敢问公子贵姓 一风笑着说 姑娘客气了 在下一风 这是我的徒儿钟卿 嗯 黑衣女子点点头 继续等待着一风接下来的话 毕竟她在想 她都已经开话茬了 你总不可能还保持这副模样吧 可是她再一次多想了 一风没有再说话了 继续在埋头吃菜 看着一风这模样 黑衣女子忍不住呛了一口 暗中的拳头死死的攥着 攥得发轻呢 好好好 我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想到此 她剧烈的咳嗽了一声 抱着肚子 脸色难看了起来 一风健壮 连忙起身问 嗯 姑娘你怎么了 黑衣女子暗中 红唇微钩 暗道 你终于坐不住了吗 于是她继续脸色难看的说 不知为何 肚子忽然疼痛了起来 一风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小问题罢了 于是笑着提醒说 原来如此 那姑娘多喝点热水吧 说完 一风重新坐下了 虽然她也懂点医 但她身上也没行头 也没带药 再说 陌生男女多有不便 再加之 肚子疼 也不是啥大病 所以她也暗目能住了 很快 一风两人吃完 最后下楼离开了 坐在那里 黑衣女子浑身发着颤抖 发青的脸上 涌动着浓浓的怒意 这一刻 她恨不得直接拍死两人 她算是看出来了 有歧途 必有歧师 如此不解风情的男人 她当真是第一次看到 走出酒楼之后 一风带着钟卿 往混乱之地赶回 不过走到前面街道 却发现旁边的墙根下 坐着一个洋胡子老头 这老头盘坐在那里 闭目养神 身前摆着一盘旗 旁边还拉着一条横幅 幅上写着 赢无辙 得无传承 看到此 一风顿时蠢蠢欲动了 妈呀 这洋胡子老头 一看就是修炼高人 若是自己得了他的传承 岂不是能够修炼了 想到此 他连忙走了过去 抱拳说 这位高人 我来跟你下一盘如何 闻言 闭目养神的洋胡子老道 终于是睁开了眼睛 打量一风一眼之后 杨胡子老头 将手掌搭到了一风的脉搏上 虽然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但是一风还是任由他摆弄 片刻后 杨胡子老头挥了回手掌 不耐烦的说 无连根者 走吧 闻言一风嘟了嘟嘴 身色充满了难看 狗系统啊 就算你不教我修炼 你好歹让我能够有点灵根吧 最差穿越者呀 我干嘛 就在这时 旁边又传来一道声音 阿弥陀佛 不如就让贫僧来跟你下一句吧 一风转眼看去 发现一个眉清目秀的和尚走了过来 他身着一身光鲜的袈裟 带着如何的笑容 气质非凡 浑身一沉不染 给人一种正气凛然的感觉 这和尚 让一风一时间有些看呆了 这一看就是高僧啊 就像一道正道的光 洒在了大地上 忽然有一本书 从他袈裟中掉了下来 一风连忙弯腰帮着剪 便见到那书帮上 印着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 还有一行字 这是春 一风看着书帮 念叨着上面的书名 可还未来得及看完呢 就被那和尚闪电般的夺了回去 藏进了袈裟中 和尚双手和尸 朝一风微微鞠躬 带着满满亲和力的笑容解释说 施主看错了 此乃金刚精 第二百四十四集 一风有些纳闷 金刚青 难道是自己看错了吗 不过这个和尚一副高僧的模样 实在很难不让人相信 估计可能真的是自己看错了吧 毕竟这种高僧的手中 怎么会有他想象的那种书啊 和尚伸出手掌 笑着说 施主 烦请看看我有没有灵根吧 杨胡子老头点点头 将手搭了过去 片刻后 他悠悠说 嗯 中等连根 和尚双手和尸说 阿弥陀佛 那施主 我就坐下了 杨胡子老头点点头 嗯 坐吧 就这样 两人就开始了博弈 而义丰也并没有急着离去 而是就在一旁观旗 义丰看得出来 这两人的旗艺都很高潮 都不是之前那个隐胜夫可以比拟的 很快 奇局已经达到了白热化 原本面无表情的杨胡子老头 已经是变得正色了起来 随后 他额头渐渐流出了汗水 看着眼前的和尚充满了不可置信 他万万没有想到眼前的和尚 是一位让他无法想象的高人 前辈 我怎敢在前辈的面前献丑 他再也无法保持平静 目光一边看着眼前的和尚 一边就要起身 和尚温和地笑着说 诶 施主哪里话 施主大可不必如此 就当是一场正常博弈就好 多谢前辈 杨胡子老头重新坐下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紧张的同时也变得格外的认真 而接下来的结果也并没有出乎预料 杨胡子老头一番挣扎之后 直接输掉了这一局 他连忙起身朝和尚拘了一躬 满脸敬畏的说 多谢前辈高抬贵手 刚才一局晚辈受益匪浅 和尚一脸和善的笑道 施主客气了 可杨胡子老头在一旁依旧充满了敬畏 至于按符上所说 传承一波之事也变得闭口不提 而看热闹的一风也准备起身离开了 当然他也看得出来 这个和尚的奇异 确实比这个老头高明很多 而且刚才的棋局博弈中 他还给那老头放了水 不过就在这时 那盘坐的和尚忽然朝他喊道 施主要不与贫僧来一把 温言一风眼眸一亮 其实他早就收养了 关键是这和尚的奇异 还很高潮啊 他连忙问 真的可以吗 和尚温和地笑着 当然可以 得到和尚的同意 一风又将目光看向了羊胡子老头 毕竟这可是趴的地方 羊胡子老头健壮 连忙出声 当然没问题 毕竟和尚都答应了 他哪里还敢不答应呢 而看向和尚的目光也充满了敬畏 这才是真真正正 反腐归真的高人呢 即便面对此等没有灵根的凡人 却依旧能够做到同等对待 也真不知道 这个没有灵根的凡人 是走了什么好运气 居然能够得到 这位高人前辈的青睐 一风坐下之后 两人便开始了对局 开局之后 两人都是以试探为主 施主对人生怎么看 一边下起 和尚忽然朝一风问 人生 一风笑了笑 高僧就是高僧啊 居然还跟他谈这么高深的话题 一边将棋子落下 一边说 如果说那高深点 就会探究出 我为何在此 生命的真谛是什么 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看我的想法来说 我只是一个俗人 我的人生观 行时行乐 开心就好 当然 每个人对人生的看法 都是不同的 对于我的想法 你可以说 我是一条咸鱼 那我的确 就是一条咸鱼 一风笑着说 听完 和尚若有所思的点头 对一风所说的话 似乎很满意 这时 一风忽然想起了什么 连忙说 对了 我总感觉 你很眼熟 总感觉 在哪里见过你啊 文言 和尚的手 下意识插了插 随后 一本正经的说 不 施主 你记错了 你肯定没有见到过我 好吧 一风点点头 两人的起义 就这样不紧不慢的下着 完全没有之前那种厮杀的状态 这 倒是让一旁的杨胡子老头 看得是一头雾水啊 或许 是这位高僧 有意让着这个凡人吧 不由的 杨胡子老头 看和尚的目光 是更加的尊敬 可然而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那和尚却在此刻忽然说 施主 奇异果然高潮 这一局 是在下输了 一风拱手 笑了笑 承让 这一幕 让旁边的杨胡子老头 直接懵逼了 这棋局 明明还没有分出胜负啊 甚至以他的目光来看 这和尚甚至还占了一点上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忽然输了 就算这位高僧放水 刻意要让这个凡人赢 也不是这种方式啊 关键是那凡人的脸上 还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一风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 刚才这一局博弈 他吓得很开心 很舒服 表面看似没什么 两人的博弈 其实非常凶险 而和尚之所以说他输了 也是因为他的确输了 开局简单的博弈 双方对对方的实力 也早就有了了解 而高手过招 盯点悬殊 便可决定胜局 而刚才 一风正是有一招棋 走到了和尚前面 而正是这么一招棋 和尚心中明白 想要掰回这一局 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因此后续的棋 已经没有再继续下去的必要了 就在这时 熟悉的声音 在一风的脑海中响起 恭喜宿主 棋已达到与神比肩 恭喜宿主 完成前期书画任务 获得座际奖励慢慢一支 以送达武馆 请宿主验收 第二百四十五集 听到这声音 一风神色 说不清的复杂呀 在这修炼世界 这种琴棋书画的技能 虽然没什么卵用 但是多了几项技能 也总会让他有些成就感 可让他糟心的 是这奖励的做起 还叫慢慢 听名字 就感觉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楼本尾 那个前车之剑 给他支配的恐惧 他还历历在目呢 而杨胡子老头 终于忍不住了 盲朝和尚问 前辈 这究竟是 和尚笑着说 施主好好研究 总会有结果的 阿弥陀佛 随后和一风 一前一后离去 杨胡子老头 满脸茫然的站在原地 随后连盲朝棋盘旁坐下 双眸细细观察着 两人刚才的棋局 当他定神去看的时候 猛然发现了 整个棋局变成了星河 星河中满天繁星啊 一黑一白 两道力量正交织在一起 但却清晰可见 那黑色的力量 很快就占据了上方 随后将白色的力量 给赶到了一角 直到最后完全吞噬 这这这 这是 这是大盗之力 杨胡子老头心中暗暗惊呼 猛然打了个哆嗦 眼中闪烁着浓浓的不可置信 而他也猛然想起 刚才和尚执黑子 而那个凡人执的是白子 那不就是对应着 星河中的两股力量吗 才发现这位让他看清的青年 哪是什么凡人呢 而是一个比和尚还要强大的高人 在他的面前 恐怕自己才是那个真正的凡夫俗子 他苦笑摇头 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他只是想在这里收个图 却炸出了两个这样的绝世高人 还一个比一个强呢 只是先路一断 这种高人 板不应出现在这世上啊 这大路恐怕要变天了 如此大事 必须要通知下去 不过 留下的棋局对于他来说 是天大的机缘 保佑的 他朝一风和和尚离开的方向 鞠了两宫 以示感谢 街道上 一风追上和尚 笑问 对了 还未问师父明慧呢 和尚露出笑容 双手和时道 贫僧陈坤鹏 法号坤鹏 以风同样双手和时 低了低头 接着说 原来是坤鹏师父 幸会幸会 对了 坤鹏师父 刚才那老头的传承 你没有接受 而且他还那么恭敬的喊你前辈 想必你也是个修炼者吧 坤鹏和尚笑着回应 施主哪里话 我只是一个和尚 他叫我前辈 也不过是我奇异 比他略高一筹而已 一风点点头 好吧 心中有些敬佩这个坤鹏和尚啊 明明可以接受修炼者的一波 却选择不要 真爱高人也 就是他没有灵根呢 不然以他的奇异 那个老头肯定可以传承他的一波吧 真是太可惜了 不然自己修炼修炼 最起码也能混到个武灵吧 就在这时 坤鹏和尚忽然脚步一顿 转过身来 笑着朝一风说 施主 今天暂且告别吧 我差不多该去画个圆了 说着 他朝旁边的酒楼走去 可一风定睛一看 却大吃了一惊啊 怡红怨 他忍不住喊着 坤鹏师父 你去这里画圆 坤鹏和尚抬头看了那牌匾一眼 温和的笑着说 施主不必惊慌 一切都是缘分 而且在贫僧的眼中 众生平等 皆是施主 既然都是画圆 那哪里不是画圆呢 所以施主再会 当然 依我们的缘分 我相信 以后一定会再见面的 说完 他满脸高深的笑了笑 随后大摇大摆的 走进了怡红院 高人啊 这才是真正脱离了 世俗的高人啊 义丰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随后带着钟卿离开 很快师徒两人便赶回了混乱之地 而想起楼本尾抢锈球的事情 义丰就感到头大呀 尤其是听说这女方婚礼都准备好了 明天就要来接人的时候 义丰终于是坐不住了 所以本想在荒芜镜这边再玩几天的他 带着楼本尾是连夜跑路了 别人不知道这楼本尾是个啥玩意儿 他还不清楚吗 因为这纸婚根本就是结不成的 若是让女方知道了抢锈球的是个骷髅 先不说会不会吓到人家 说不定还会一怒之下将他们全部给绑了 黑夜中 义丰一边拉着楼本尾一边教训着 你说你什么样自己没打逼树吗 你个破玩意儿还跑去抢锈球 就明白这坑别人吗 你有那玩意儿吗 爸 我不走 然而楼本尾却紧紧地抱着一棵树 任凭义丰怎么拉都不肯走 义丰沉声说 你不走 你留着干嘛呀 楼本尾紧抱着大树坚定说 我要成亲 我要爱情 一听这话 义丰他们胡了 直接一个大耳瓜子就抽了过去 成亲 你搞个东西 你还成亲 还他们要爱情 你抢别人绣球就已经把别人坑得够惨的了 还想跟别人成亲 毁别人名声啊你 义丰气得是欺窍冒烟 揪着楼本尾的胳膊 一字一句地教训着 楼本尾 用最怂的语气 说出了最坚定的话 不 我就要 说完 还不忘缩了缩脑袋 楼本尾 这副模样 简直让义丰是又气又笑啊 义丰冷着脸说 这事情 你说要就能要的吗 我们先不说 那姑娘知道了你这副模样之后 会不会接受你 即便接受了 你又能够如何呀 就拿入洞房来说 你们两个怎么入啊 打算玩一碗上的泥巴吗 人家的幸福又怎么办呢 你用手吗 以后那姑娘 若是想要孩子又怎么办呢 你是找隔壁的老王呢 还是对面的老李帮忙啊 啊 义丰这一番灵魂拷问 直接将楼本尾给整蒙逼了 直接怀疑人生呢 所以赶紧走吧 别来人家女孩子的幸福来开玩笑啊 义丰语重心长地说道 你真想玩 等回去了武馆 我给你去瞅瞅 哪里有荒调的古墓啊 我给你挖一个骷髅架子来给你玩 楼本尾低着脑袋 终于是松开了紧报的大树 满是失落地跟着义丰离去 就这样 义丰带着中兴和楼本尾 踏上了返回平江城的行程 当然 后面还跟着一头狗子 狗子脑袋上还趴着一条蜈蜈 一日 黄无敬刚从打坐修炼中醒来 一道暴力的气息 就笼罩了他的整个小院 黄无敬 你给我滚出来 第二百四十六集 伴随着一道轻力的鹤声 同时一道滔天的能量波动压了过来 风无敬眉头一皱 手掌一拍地面 整个人迎空而上 手掌一翻 一道滔天掌印出现 随之和那攻击触碰到了一起 天空响起剧烈的音爆声 天空滚起动荡 泛起一道道 气劲涟漪 涟漪之中 一名拥有着魔鬼身材 穿着暴露的女子 手持长鞭翻滚而出 随后一鞭子朝黄无敬抽了过来 剑装 黄无敬凌枯翻滚 躲过一边 同时冷声喝道 苏默无敬 你干什么 苏默无敬 满脸冷光地说 还问我干什么 我问你 是不是你把我男人藏起来了 荡无敬是满脸疑惑呀 什么男人 苏默无敬喝道 你说什么男人 就前几日 抢到我绣球的那个男人 文言 荡无敬大惊失色 感情楼文尾抢到的绣球 是这个女人的呀 她对时感到头大 连忙心照不宣地说 苏默 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我可不知道你所说的男人 还狡辩 我都已经查清楚了 我男人之前就住在你这里 现在却找不到人了 快说 你到底把他藏到哪里去了 苏默也修长的御守 紧紧地抓着长鞭 随时就要对荒无敬发动攻击 文言 荒无敬是顿感头疼的 这女人似乎已经知道 他和楼本尾之间的关系了 看来躲是躲不掉了 只好安抚说 你先别冲动 有话好好说 苏默也冷声说 那你倒是赶快说 我男人到底哪里去了 荒无敬满脸苦涩地说 他之前确实在我这里 可现在我是真的不知道 毕竟我总不可能控制他的行踪啊 苏默也直接说 我不信 我警告你荒无敬 今天你要是不告诉我他的下落 我跟你没完 文言 光无敬脸色阴沉 虽然他真的不想惹这个女人 但是被人逼到这个份上了 他也是硬气地说 苏默也 真要逗起来 你还并不一定是我的对手吧 那又如何 苏默也抬了抬傲人的下巴 转动着眉眸意味深长地说 老娘今天还就将话搁这里了 你不把人给我交出来 那我打不过你 就嫁给你 文言刚刚硬气起来的荒无敬一个哆嗦 对时怂了 额头更是滴下了一滴汗水 脸色铁青地说 苏小姐 没必要这样吧 老夫还想多活两年呢 苏默也冷声喝道 那你既然还想多活两年的话 那就赶紧将我男人交出来 不然 老娘今天晚上 就爬上你的床 别别别 黄无敬是连忙摆手 声音慌张地说 论打架 他或许真不怕这个女的 但是这女人来这一套 他是真的害怕呀 毕竟这个女人 是真的让人闻风丧胆呢 倒不是说苏默也长得丑 相反 这女人有着天生的魅骨 加之那精致的容颜和高挑的身材 堪称祸水级的油物啊 可正是这样的油物 却有着一条克男人的命 克所有一切和他亲近的男人 而他的故事早有传说 早年未修炼的时候 碰到一个恶霸逼亲 这恶霸刚走进他的家门 就暴毙而亡了 后来又有一个青梅竹马 藏在小树林里面 才牵了一下手 那青梅竹马就直接被雷给劈死了 修炼了之后 垂涎他每次的人也不在少数 可无一例外 暴毙而亡 当然 真正让所有人感到恐怖的 还要处他刚来混乱之地的时候 当时的混乱之地 统治在一个五命五弟的手中 这位五弟 无论是手段还是实力 都是极强的 加之他性格暴力 因此所有势力 都被他压得出不了头 当时那五弟一眼就看上了苏墨叶 强行逼迫当时只有五尊修为的苏墨叶 作为他的双修伴侣 可他刚掳走苏墨叶 意外就发生了 空气中凭空出现了一个空间裂缝 将这个五弟给拉了进去 狂暴的空间乱流 瞬间将这个五弟打成了粉末 这名五弟死后 那些被压着的势力 才算是重建了天日人 而至此 苏墨叶明镇混乱之地 毕竟 他可是以一己之力 改变整个混乱之地 势力不举的女人 有人说苏墨叶是天杀孤星 这辈子只能孤独终老 也有人说 她是天道的女人 被天道所呵护 凡是亵渎她的男人 都将得到天道的惩罚 而名声在外的苏墨叶 自此之后 直接放出了好言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能当他的男人而不死 不管是什么人 哪怕是山野乔夫也会嫁给他 这往后啊 他便乐此不疲的找起了男人 每隔几年就会丢一丢绣球 弄一下什么比武招亲 因为他的地位和美貌 每次总有不怕死的去争抢这个名额 可结果都是死的五花八门 什么被雷劈 走火入魔 甚至离谱的连喝水枪死的都有 可谁知道这次绣球却让楼奔维给抢到了 慌无尽叹了一口气 难怪一封兄弟要带着他离开 恐怕即便以他们的实力 也对这个女人多有忌惮吧 看着苏墨叶那啄啄逼人的目光 他微微思寸后说 苏墨叶 实话跟你说了吧 抢你绣球的那一位已经走了 你找不到他们的 你还是放弃吧 走了 苏墨叶撬门一皱 手中的长鞭狠狠一挥 啪的一声 地面甩出一条百丈长的沟壑 老娘好不容易 碰到个城这么久没死的 岂能让你给跑了 伴随着一声冷哼 苏墨叶就要离去找人 健壮 荒无尽喝道 苏墨叶 我提醒你一句 他不是一般人 是实力超乎你想象的高人 我奉劝你 不要自找没趣 苏墨叶转身看了荒无尽一眼 仰起嘴角 冷笑容 实力强大的高人 哼 抢了老娘的绣球 哪怕是神仙 只要不死 那也是老娘的人了 说着他化作一道流光掠空而出 眨眼 消失不见 第二百四十七集 义风等人已经是到了回城的路上 一路上是走走停停 历经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终于是又回到了南沙边界 只是如今比起来时无聊了很多呀 义风叹了一口气 也不知道那群老头子干什么去了 希望吴老头家里的麻烦事已经解决了吧 可刚准备继续赶路 却发现前方的山林当中一帮人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这些人长得凶神恶煞 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 果然那围首的独眼龙传出了威胁的声音 沉沉喝倒 起个小家伙 石像的话就将身上的东西全部浇出来 不然就给我们死在这里 完了碰山匪了 义风心中暗道不好 满脸的凝重 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虽然来的时候也碰到过山匪 但是他们好歹是人多呀 哪怕王老头那种老胳膊老腿 也能够帮他牵制一两个 更何况他们来时的路上 还碰到了一个李懿涵那个女侠呢 可现在就他带着楼本尾和钟卿 面对这么多人 无疑是双拳难敌四手啊 加之这种荒芜人烟的地方 想求救也很困难 可是叫他把家当全部都交出去 无疑是更加让他难受啊 他可不想回去继续吃土 总之现在情况很不妙 就在义风进退两难 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后面忽然传来一道突兀的声音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义风回头一看 便见到一个满脸红光 一身正气的和尚走了过来 昆蓬师傅 义风眼眸一亮 昆蓬和尚温和地笑着说 施主 我们真是有缘分啊 又见面了 义风连帮说 不过却看到昆蓬和尚这脖子上 红彤彤的忍不住问 是啊 真是有缘 昆蓬师傅 你这脖子是怎么回事 昆蓬和尚淡淡地笑着说 施主不必惊慌 赶路途中免不了有一些蜜蜂蝴蝶叮咬 义风忍不住又张了一眼 忍不住问 蜜蜂蝴蝶 全是蜜蝴蝴蝶吗 总感觉不太像啊 昆蓬和尚平淡地笑着说 出家人不打狂语 也是 义风点点头 而且眼下也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 重要的是眼前这山匪怎么办 不由的 他将目光看向了昆蓬和尚 问 昆蓬师傅 这些山匪拦路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吗 昆蓬和尚笑着说 施主不必多虑 让我来感化他们 感化他们 义风微微吃惊啊 人之初性本善 相信我 可以的 昆蓬和尚温和地点点头 随后双手合十 在义风的目光下 朝那群山匪走了过去 随后带着他们走进了密林 不过片刻的功夫 昆蓬和尚又双手合十 一身正气的从密林中走了出来 而身后再也不见了山贼的踪影 义风连忙迎上去问 昆蓬师傅 你这 昆蓬和尚淡淡的笑着 施主可以放心了 他们都被我感化完毕 阿弥陀佛 臣就这么厉害 义风满脸的不可置信呢 这群山匪可是刀口上 舔血的人呢 就这么一会儿 真就被感化了 想到此 他小心翼翼地问 昆蓬师傅 你不会把他们都杀了吧 昆蓬和尚连忙摇头告解 上天有好生之德 施主 怎可望谈杀戮 一风微微一正 发音过来略微惭愧地说 当是我唐突了 好了 施主 贫僧先告辞了 有缘再见 昆蓬和尚笑了笑 刚要离开 忽然又想起了什么 说 对了 施主 可千万不要忘了贫僧 尽管不知昆蓬何出此言 但一风还是说 在下自然不会忘记师父 多谢施主 阿弥陀佛 说完 他朝一风双手和时 微微鞠躬 踩着一双不易察觉的斜脚印 离去了 快蒙师父慢走 一风也双手和时地说 笑着相送这和尚 和尚离开了之后 一风拿出了地图 纠结着该走哪一条路回家 因为此地距离平江城路途遥远 这才走多远呢 就碰到了山匪 后续的路保不准还会碰到 但是看地图上显示 回平江城也就这一条路 就在一风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眼眸忽然一亮 这里是十万大山 那么 尽管走这山里面会绕路不少 但是至少不会碰到山匪呀 而且他自己有过多次 在幕府山脉的经历 在山里面完全有生存经验 最重要的是 山里面有足够的野味 可以一路吃过去 尽管他储物戒指中 还储存了不少当初在幕府山脉弄的野味 但是到如今也早就不新鲜了 更何况的是 徒弟的忧心事他也惦记着呢 走山里的话 万一碰上一两头野生牦牛啥的 还能搞一两个牛鞭 给徒弟补补的同时 他也可以顺带着补一补呢 得 一举很多得 一拍大腿 一封直接弃掉了马车 改变方向 朝十万大山赶去 第二百四十八级 一座山峰下面 林墨老道看着眼前 硬生生被削掉了一大半的山峰 是冷汗直流啊 林墨老道看着旁边提见的黑衣女子 忍不住问 咋了吗 这到底是咋了吗 哼 本小姐信了你的邪 自叫身份去接近他们 这种脑残一样的行为 现在回想起来 我当时跟个傻子似的 尚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越说越气之下 他手中长剑一动 呼啸而开 莫然一道耀眼剑光 又是轰然落下 眼前的山峰在这一剑之下 就宛如豆腐似的 直接又脱落了一大片 砸落在地面上 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林墨老道脸色难看的说 这这这 这办法也不是我想的呀 不是你自己说会解决的吗 黑衣女子提起长剑 直指林墨老道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我 林墨老道冷汗直流 脚掌连忙退步 嘴中匆忙起也是说 我我我 哎呀 主要是当时你信誓旦旦的 我也不好拦你呀 哼 见状 黑衣女子这才冷哼一声 将手中的长剑放下 林墨老道才松了一口气 问 那你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黑衣女子沉声说 反正之前那种行为 我是不会再做了 既然软得不行 那我就直接在他们面前 暴露修为说出身份 说吧 雷厉风行的他直接掠空而上 转眼就消失在林墨老道的眼前 另一边 义风等人已经是走到了 十万大山的脚下 就在这时天空出现了一道呼啸声 义风抬头看去 顿时就发现一名黑衣女子在飞行着 主人快看 修炼者 文言 钟卿也连忙将脑袋抬起 一时间 师徒两人眼神中都流露出羡慕的目光 然而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名黑衣女子居然直接朝他们飞来 停留在他们头顶上空 居高临下的看着两人 正当两人不知道是什么事的时候 那黑衣女子看向义风直接开口了 说 本人东盛州虚空门摆冷西 今天来是要带走你的徒弟 此刻的黑衣女子算是开门见山 直接自爆家门不说 也没有再如之前那般易容 说完 他将目光看向了义风旁边的钟卿 义风眉头顿时一皱 联盟抱拳说 带走我徒弟 是我徒弟犯了什么事情了吗 那倒没有 但是今日 我必须带走他 不过你们大可以放心 我绝对不会伤害他 少则半月 多则两月 我就会送他回来 而无论最后如何 我都会送他一番机缘 可即便这么说 义风还是满头雾水 和充满了不可置信 忽然来这么一个会飞的修炼者 要带走他徒弟 这叫哪门子事啊 你说他徒弟天赋好 被高人看上的倒也罢了 可他这徒弟连青山门都进不去 说不定比他还废呢 想到此 他忍不住问 我能问一问 到底是什么事情了 白冷西冷冷的说 具体是什么事情 无可奉告 但是以我的身份 还不至于骗你们几个凡人 而说话的同时 也在打量着义风的表情和动作 实则也是在试探义风 毕竟南沙那群大人物 对义风的态度 他可是看在眼中的 这也是一直让他想不通的事情 所以他还是抱着谨慎的态度 来试探看看 万一义风真是什么绝世高人 他没有看出来呢 义风沉默的点点头 好吧 按逻辑来看 这么一个修炼者 确实没有必要费尽心思的 欺骗他这个凡人 义风的反应 白冷西看在眼里 他心中冷笑了一声 再次确认 义风真的就是一个凡人 因为哪怕是装的 在这种情况下 也不可能是这番模样 白冷西接着问 所以怎么样 而义风则是将目光 看下了钟卿说 徒儿 你自己决定吧 钟卿问 师父 你的意思呢 微微思虑 义风说 按我的意思 你去试试也行 因为人家真的要害你的话 确实大可不必如此 所以此反对你来说 确实有可能是机缘 而且他也说了 最多两个月就回来了 算算时间 那时候 你师父我刚好又回到了武馆了 叫他直接送你回武馆就行 你省得跟我在山里面奔波了 钟卿嘀嘀嘀脑袋说 那师父 我听你的 义风摸了摸他脑袋 点头笑了笑 毕竟他也知道 这孩子身上还肩负着血海深仇呢 一直想要修炼 却没有希望 此外若是真能够得点机缘 或许会缓解他不少的压力吧 钟卿抬头说 我跟你走 但是你保证 最多两个月 你把我送回到我师父身边 我保证 白冷熙脸上的阴沉也终于散去了 早知道这样来回这么顺利 他之前就不用跟个傻子似的 做出酒楼那种白痴行为了 片刻后 白冷熙便带着钟卿掠空离去 临走前 看到白冷熙还特意为钟卿披上了一件外套 避风 便让义风确认 这个女人对钟卿确实没有恶意 或许钟卿的人生会发生变化呀 徒儿 记得想为师啊 避风大喊道 可钟卿早就不见了踪影 看着他离开的方向 避风心中是又高兴 也有些失落 他徒弟不仅有老婆了 或许从今儿起还能够修炼了 再看看他这个当师父的 不仅是个单身狗 混到现在还是个底层小蝼蚁 唉 真那么扎心呢 第二百四十九集 避风带着景圣的楼本尾和狗子继续赶路 终于是走进了十万大山当中 这里丛林茂密 地面上到处都是枯黄的树叶 看得出来 这山中少有人烟呢 就在此刻 避风的传音欲检传来了荒无尽的消息 荒无尽告知 楼本尾抢绣球的那个女人非常恐怖 朝他们追过来了 妈的麻烦大了 避风是一副糟心之色呀 虽然已经进了十万大山 但这里依旧还是在南沙的地狱 所以在人家地盘 避风实在是心里没底 万一被抓回去打断了腿杂瓣呢 焦头烂额之下 避风终于是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直接把楼本尾装进了空间之界 而看着这茂密的丛林 避风想了想 干脆也把狗子塞进去了 毕竟这狗子养了这么多年 也早就有感情了 万一在这山里面跑丢了 或者被野兽抓来吃了 也说不准 一鼓一狗装进空间之界后 避风一个人轻装上阵 踏上了行程 可是避风还没走出多远呢 脚步就猛然一顿 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因为不远处传来一阵轻微的声音 避风瞬间就知道 这是有东西踩在枯黄的树叶上 发出的声音 毫无疑问 有东西在接近他 避风站在原地 屏住了呼吸 随手从地上操起一根木棒 紧紧地握在了手中 终于 旁边的树叶传来了动作 随后从树叶之后 凑出一个威武的大脑袋 随着一声嘶吼 对时响彻山林 是一头威武的雄狮啊 它比前世的狮子要大不少 身子足有一丈丈 半丈高 露出的尖牙充满了风力 嗅着一封生人的气息 嘴中更是流出了口水 妈的 麻烦大了呀 一封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木棒 也是万万没有想到 一进来就碰到了个大家伙呀 看来有一场恶战要发生了 渐渐地 一封已经俯下了身躯 做出了战斗之事 终于伴随着一道吼声 那威武的雄狮以迅雷之势 就朝一封扑了过来 而一封手中的棒子也猛的一轮 一人一尸就要打在一起 忽然 半空猛地出现一道耀眼的光芒 携带着浓烈的破空声 从天穷之上 展露而下 这忽然出现的光芒 顿时让一封惊呆了 因为这道光芒 居然是一道剑影 整道剑影长达数千丈 而且有着光一般的速度 一封的心中 顿时泛起了惊涛骇浪 这么牛逼的一幕 前世的电影中才能够看着 而且也得是那种 大制作的电影才有 至少五毛钱特效 那是整不出来的 然而这一道剑光 却不是特效 而是真真切切的 几乎是眨眼间 剑光就已经展露了下来 落到了一封的不远处 接着一封便震惊地看到 那只朝他袭击的狮子 在这一箭之下 直接飞灰烟密 就连毛都没有落下一根 当然 那地面上也留下了 一道数百丈长的沟壑 看着这一幕 一封倒抽凉气 心中久久地缓不过神 同时刚才的那一剑 还在他脑海中久久不散 就在这时 过风生起 天边一道人影闪烁而来 整个空间的气流都因此而变化 片刻之后就已经到了一封头顶 一封连忙抬头看去 惊骇地发现 是一个美到窒息的女子 一双光着的狱卒 凌空而立 她五官精致 身材高挑 露出的肌肤白皙无瑕 长发三千垂落腰间 宛若星河一般的亮丽 白衣飘飘之下 沙群无风自动 宛如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子 身侧手之常见 一股骇然的气势 若有若无的散发而出 不得不说 无论是这个女子的美貌 还是实力 都把一封给震撼住了 她肯定 这个女人肯定要比武灵强 一封抱拳说 多谢姑娘出手相救 虽然她也有一定的信心 干掉这只狮子 但人家毕竟给自己 省了大力气 女子翘眉动了动 看着一封淡淡说 你一介凡人 怎会出现在此 一封笑着说 这事说来话长 我是准备横穿十万大山 然后再通过木府山脉 赶往平江城 穿过十万大山 听到这话 然后是以白衣女子的心境 眼皮则也忍不住一跳 一封挠了挠脑袋 问 这有什么问题吗姑娘 白衣女子告诫地说 你还是从哪里来 就回哪里去吧 你不可能穿得过山脉的 刚才一只野兽 就让你够呛 山里面 还会有你无法想象的东西 这个 我有野外生存经验 应该还是可以的 一封笑了笑 既然准备进山 他也不是毫无准备的 诸如毒针 毒药 也都准备了不少 这也是为何 一封刚才碰到了狮子 虽然凝重 却没有慌的原因 白衣女子看了一封一眼 说不清是什么神情 随后 狱卒轻轻一动 整道身影 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在天际中 一封刚要开口 继续道谢一番 却发现他早已不见了踪影 这对时让一封苦笑不已 恐怕在这种修炼者的眼中 他这种凡人 不过是一件蝼蚁吧 第二百五十集 白衣女子离开之后 一封继续踏上了行程 不过刚才的事情 还是给一封提的个醒 在这种大山中赶路 确实很危险 因为谁也无法预料 后面会碰到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依旧没有让一封 放弃走这条路 在他看来 穷凶恶极的人类 可比野兽要危险多了 当然 多做一些准备还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在赶路的过程中 一封通过系统给他的医药知识 会专门留意一些草药 这个是墨鱼草 带着剧毒啊 还有这个白枯叶 传闻一滴枝叶 可以麻痹石头大象 一封蹲在地上 小心翼翼的采集着草药 又从空间之界中找出一只碗 将这些药草全部都磨成了汁 一滴一滴的倒到了小瓶子里面 才半瓶 保险起见 还是弄满一瓶比较好啊 接下来的两三天 一封赶路的同时 都在为这个目标而努力着 当然 其他的准备他也没少干 用小刀将竹子 削出了很多银针大小的箭支 又弄来了一个差不多大小的芦苇杆 独箭一吹 顿时飞了出去 一只攻击他的小豹子 瞬间就倒在了地面上 哎呀 真棒啊 一封很满意他自己的杰作 时间这一过便是大半个月 一封已经完全渗入了十万大山 好在这一路都有惊无险 就在这时 远处的天边忽然传来了一声爆响 闪出无数道火光 一闪一闪的 一封皱起了眉头 是打雷吗 看着这一闪一闪的光芒 一封这样想到 不过一封也并没有在乎 毕竟这动静看起来离他还很远很远 可就在他准备继续赶路的时候 猛然发现远处的天上 有什么东西朝着他砸了过来 速度之快就跟他们鱼石砸过来似的 这 不 好像是一个人影 一封瞪大了眼睛 可正当他惊骇中 却有更可怕的发现 这道人影正朝他这边砸了过来 我干哪 一封大骂一声是拔腿就跑 他刚跑没几步 那人影就轰然落地 不禁不少的树物在巨大冲击力下 被砸的是拦腰阶段 而一封也被这力量给震倒在地面 我泥马 一封从地面上爬起来 嘴中吐出了一口泥巴 顿时发现前面的大坑里面 砸落着一道人影 走进一看 一封顿时一惊 这个人不是那天从天上飞过来 帮他砍死那只狮子的女修炼者吗 到底是什么东西 居然将这么厉害的修炼者给打成了这样 这山里面 不会真的有恐怖的东西吧 一封感到一阵后怕 不过也心知救人要紧 将那白衣女子从地上翻起来 这才露出了他那张精致的面孔 不过此刻的他气息很微弱 在强大的攻击下早就变得衣衫蓝绿 一块块白皙的皮肤暴露在外 尤其是那双大长腿 更是让一封眼珠子直瞪 非礼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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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人要紧 一封双手合十 甩掉心中的杂念 就认真地帮女子插开伤势 毕竟这种重伤的人 要救治起来 一封还是略懂一些的 要动他之前 必须要确认伤势 不然的话 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 于是一封先是从女子的手臂开始 他轻轻地捏着 还好 这骨骼都还好 随后一封又抬起他那双大长腿 从脚板到大腿 也用同样的办法检查着 也还好 一封又将目光看向女子胸部 那里明显有过受撞击的痕迹 于是 用手掌检查着他的肋骨 这里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一封认真地呢喃着 但是不敢确定 只好再三检查着 毕竟这玩意儿可不是开玩笑的 断裂肋骨一个弄不好 可是会刺破体内器官的 一时间 一封反复摸着 可就在这时 白衣女子闭着的美眸猛然张开了 身上一股杀意对时弥漫而出 朝一封覆盖而来 你居然醒了 一封看到他张开双眼 对时惊呼了一声 按道这女子生命力可真强啊 随后郑重地提醒说 你别动 我帮你检查伤势 说完一封闭目 手掌依旧在摸着女子肋骨 我要笑你 白衣女子顿时冷光直冒 最终传出冰冷的声音 也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这个人类居然成他 不被占他的便宜 更可气的是 此人在他醒了之后 居然还堂而皇之地继续摸着 而他刚准备攻击 胸口便是一闷 嘴中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一封连忙问 你怎么样啊 就要扶住白衣女子 可白衣女子就甩开一封的手臂 冷冷地喝道 你手滚开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我说了是帮你检查伤势 被这样一喝 一封心中顿时不高兴了 虽然的确容易引起误会 但是并不会一 这可是常识 哪个更重要 难道没有一点B数吗 白衣女子脸色依旧冰冷地喝道 用不着你滚 一封皱起眉头问 真不用 滚 白衣女子冰冷地喝着 眼中透着浓浓的燕 行 得了 好心没好报 一封也懒得管了 便直接收拾东西离开了 对于一封的离开 白衣女子看都没看一眼 紧咬着背齿 强撑着伤势 让自己站立起来 可是刚撑起一点 便又无力地坐了回去 查看了一下自己体内的伤势 前所未有的重案 就在这时 一道吼声忽然传来 带着沉重的鼻息 接近了他 他侧目一看 翘脸顿时一沉 这是一只非常低级的妖兽 若是在以前 他看都不会看一眼 可此刻的他 跟针板上的鱼肉 没什么区别 开心 他脸色惨白 神色充满了不甘 以他的身份 居然会成为低级妖兽的口粮 他实在是难以接受 然而 就在他要放弃的时候 一只竹箭射来 那低级妖兽 应声倒地 与此同时 一道白袍身影 骂骂咧咧的走了回来 你说你这个娘们 你逞什么墙呢 我救你你不让 变成一坨屎 你就开心了